第001章 传书真千金 2068年 未来科技试验基地 第250次时空穿越试验开始 思央静静躺在实验舱中 看着舱外的可视电流汇聚成了一张电网 意识很快在麻醉药物的作用下涣散 他迷迷糊糊中再次醒来时 就感觉全身像散了架一样痛苦 很快 他就惊奇地发现自己没在试验检中 而是躺在冰冷的地板上 身旁还锤掉着一节电线 看着屋子的装潢 虽然干净敞亮 却毫无科技感 反而处处充斥着浓郁的年代气息 难道他终于成功穿越了 就在他好奇地打量四周时 一道不可置信的声音忽然自门边响起 秦思央 别以为你回来 就能从这个家拿走什么 我不怕告诉你 这里的一切都是属于我的 我随时可以让你滚回那肮脏的矿区 去当臭老鼠 秦真真得意地警告满是挑衅 思央看着面前不怀好意的女孩 又看向旁边历镜中自己那张陌生的脸 通过脑袋里不断汇入的记忆 很快就弄清了自己现在的情况 他的身体虽然没有穿越过来 但灵魂却穿越了 他穿到了一本曾看过的年代文中 时间背景是1968年的金氏 而目前这个与他同名不同姓 刚满18岁的花季少女 是秦家三年前从矿区找回来的亲女儿 没错 他穿书成了不受宠的真千金 而眼前这个擅长伪装 人前人后两副面孔的心肌女 则是秦家夫妇挫养了18年的养女 秦真真 18年前 秦母在医院生下了女儿 却被同一病房的产妇赵和花 用手段将两个孩子调包了 原因就是秦家家境幽渥 而那赵和花的男人 却在不久前刚被抓进了监狱 赵和花为了让自己的女儿 能过上好日子 狠心将本该衣食无忧的原主 抱回了满目疮痍的家中 男人被判无期后 母女俩被赶出了原来的房子 到了矿区生活 从此两个女孩的命运被交换 原本应该在京市无忧无虑的原主 却在艰苦的矿区 靠解媒 偷媒 艰难度日 而本该承受这一切的秦真真 却在秦家父母和哥哥们的呵护下 被宠成了公主 直到15年后 秦家才终于在矿区 找回了亲女儿 原主本以为 终于可以苦尽甘来 不曾想 家里人明显更喜欢那个 在身边养了十几年的养女 原主才刚进门 秦真真就跪在了她面前 替她生母痛哭忏悔 不知道的还以为 她才是那个 在外头受了15年罪的人 秦家夫妇搂着秦真真 心疼的直掉泪 这又不是你的错 真真放心 就算泱泱回来了 你也永远都是爸妈疼爱的宝贝女儿 看来 我不该来 要不我走 原主不满道 秦真真立刻从秦家夫妇怀里钻出来 我为道歉 姐姐对不起 要怪就怪我 你打我骂我我都认 秦家夫妇觉得 自己养的女儿 善良懂事 温柔疼人 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 反观原主 除了和他们长得像之外 没有任何能拿得出手的优点不说 既野蛮又粗俗 原主在矿区一共就念了三年书 为了不给秦家丢脸 秦夫利用关系将他硬塞进了高中 不管他跟不跟得上 起码两年高中上完 就算是个知识青年了 只是每次考试 秦真真磕磕优异 可原主却连及格线都够不上 秦家夫妇脸上无光 心里就更加偏爱秦真真了 而秦真真在学校里 明里暗里的宣扬 原主是秦家收养的乡下穷亲戚 不断唆使同学孤立原主 秦真真终于感觉到了危机 要知道 原主可是从小学三年级 跳级到高中的 这意味着什么 他很清楚 虽然秦家夫妇待他一如往初 也承诺不会将他 送去矿区生某那边 但他毕竟不是轻生的 万一有一天 他们把这个真千金看顺眼了 他的地位就不保了 所以 他开始隔三差五 就在原主面前 自导自演地伤害自己 让秦家人都认为 那是原主在背地里伤害了他 他的计谋也总能得逞 原主面对全家人的斥责 百口莫辩 渐渐的 一家人都对原主心声芥笛 认定了他就是个恶毒的坏种 今天 秦真真更是趁着家人不在 想要制造一场触电意外 把原主弄死 可他没想到 明明倒在地上半晌 没动的原主 竟突然又活了过来 他更不知道的是 醒来后的私秧已经换了灵魂 而私秧也终于明白 他会浑穿过来 是正好在这个卫面 有一句合适的曲巧 这个原主 不仅跟他名字相同 连个性也凑巧的 有七分相似 秦真真的阴谋没有得逞 未免夜长梦多 他决定使出大招 此刻 私秧见秦真真扯乱了自己的发便 就知道 他又要顾忌重施了 自从我回来以后 你就一直在自导自演各种自残戏码 不就是苦肉计赶我走吗 无所谓 谁让那对傻子夫妇 乐于被你欺骗呢 私秧满不在乎道 秦真真暗暗勾纯 眼神猙獰 别以为你今天还能像之前那样幸运 因为这次我准备玩一把大的 不就是打算跳楼 然后又像从前那样 假装成受害者 让他们来谴责我吗 秦真真得意冷笑 我才不是跳楼 我明明是被你推下去的 你说 当他们看到我受重伤后 你会有什么下场 私秧笑了 什么下场 心机表 不就是想把他从这个家赶出去吗 好像他多稀罕 跟一群拎不清的人 同意无言似的 不用他们赶 他自己就会走 快开始你的表演吧 再晚些 他们就回来了 可别怪我没给你机会陷害我 秦真真的眼神暗了暗 怎么感觉今天的私秧有些奇怪 但他没有多想 今天必须要把他赶走 杨杨姐 求你别杀我 秦真真大叫一声 大步来到楼梯口的护栏边 就一纵而下 轰动 坠地后的一瞬间 正好家里帮忙做饭的张阿姨进来了 这当然不是巧合 是秦真真故意选择的时机 张阿姨扔掉手里的菜篮子 慌忙跑过去 查看她的伤情 当看到她身下有血渗出来时 脸都白了 真真 你坚持住 我去打电话 私秧看向倒在沙发前 一动不能动的秦真真时 眼神无意间接触到了张阿姨的视线 看她那腹壁如蛇蟹的样子 她毫不在乎 也不解释 解释要是有用的话 园主就不至于会被这心机表坑到 被亲生父母咽气 很快 秦家夫妇就赶了回来 当看到秦真真倒在地板上的血泊中时 夫妇俩险些崩溃 秦私秧 你怎么如此恶毒 你不是我们的女儿 你给我滚 秦母怒吼 秦妇见乖顺温柔的女儿 满身都是伤 再看像站在一旁的罪魁祸首私秧 不由分说 就要给她一耳光 可私秧却冷冷躲开了 你凭什么打我 就凭你拍了次种 第002章 班空秦家 秦妇指着私秧的鼻子 手气的发抖 你就是烂泥浮不上墙 早知道你秉姓已经坏透 我们就不该去矿区把你找回来 应该让你自生自灭 我们秦家 怎么会生出你这样 没有教养 没有人心的畜生 私秧却被气笑了 龙生龙凤生凤 畜生不也是畜生所生的吗 我承认自己没教养 没办法 谁让我有娘生 没爹叫呢 私秧此言一出 夫妇俩险些被枪死 秦母心疼的楼井秦珍珍 羊脸又高声怒骂私秧 赶紧滚出去 以后我们秦家 就只有珍珍一个女儿 行啊 那就断绝关系呗 口说无评 我先去你一份断绝书 省的日后 你们又想要 把我认回来 私秧说着 目睹地瞥了一眼 秦母怀中的秦珍珍 两人目光交汇的一瞬 秦珍珍眼底闪过一抹 不易察觉的得意 呵 私秧冷吃一声 直接开心地上楼了 快把珍珍送去医院 这么高摔下来 不知道有没有摔断骨头 妈 你不要怪姐姐 是我抢走了她本来的位置 她恨我也是应该的 爸爸 你快跟妈说说 不要赶姐姐走好不好 秦珍珍用所剩不多的力气 虚弱地恳求秦家夫妇 夫妇俩没想到她会这么善良 命都差点丢了 却还在为秦私秧求情 夫妇俩相视一眼 各自眼中情绪复杂 就算是对秦私秧在生气 那也是恨铁不成钢 毕竟是自己的亲骨肉 真要就这样赶她出去 自生自灭 她们又于心和人 很快 当私秧将一份认认真真写出来的断绝书 递到秦夫面前时 她却只垂眸看了一眼 抓过去就被撕了 你私秧皱眉 断绝关系 是你说了算的吗 你就是欠教育 我跟你妈教育不好你 没关系 有人能替我们教育你 私秧清冷的目光 在夫妇俩脸上扫射了一圈 最后停留在了一脸无辜的秦真真身上 她从秦真真眼中 看到了暗暗的幸灾乐祸 只听秦夫立声道 现在国家号召知识青年 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原本打算 让你和真真一起 就在最近的农村插得对 走个过场就回来 现在看来 不动真格是不行了 所以你们是想 真真现在受了伤 是不可能下乡了 至于你 就去北方建设兵团之鞭 私秧正了片刻 喉咙里淡淡吐出一个字哦 她对这个结果并不惊讶 因为书里就是这样写的 真千金被迫去了千里外的建设兵团后 贾千金不仅安排了人 给她不断使绊子 还各种阻拦秦家夫妇 接真千金回城 最后 直到真千金因饥寒交迫 病死在了边疆 秦家夫妇才终于看清了贾千金的嘴脸 可惜一切悔恨都没了意义 只是 现在既然由她接管了这具身体 那剧情自然也要改写了 原本她是打算和他们直接断绝关系 从此互不相干 毕竟接原主回来的是他们 又让原主被这新鸡女迫害到死都没察觉 这样的父母 她真的没有好感 可现在断倾不成 去兵团之边已经成了定局 那就一家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好了 她走之前毛都不会给这家人留下一根 私秧在原本的世界里 是名声患绝症的特种兵 那时 她一心扑在工作上 察觉到身体不对劲时 已经被绝症缠上 由于那个世界遭受了各种污染 很多怪病层出不穷 私养的并没有先例 根本无法有效控制 只能在活半年的她 被研发时空穿越的神秘人找到后 让她签约成为了秘密试验对象 起初 她对穿越时空并未抱有幻想 只是想要拿到每次试验所获得的高额奖金 毕竟致病花光了她的所有积蓄 即使要死了 也总得给生养她的父母留下些养老钱 可知道 她在这家科技公司 抽中了一个最新研发出的随身储物空间 她才知道 人类科技已经上升到如此高度 那空间表面是一枚不起眼的迎戒指 内部却连接着一个小世界 空间在人绑定后 会自动与主人的意念连接 思扬刚才一睁眼 就感觉到她的空间也来了 她的空间内有一栋二层木楼 房子里是现代中式风格 布置的简单却温馨 房前是涓涓溪流 溪流前有一大片房格子田 房子后边是一片碧绿的草场 溪边则是一间大仓库 仓库内的时间是停滞的 储存的食物永远不会变质 她可以随时随地用一念存取物资 非常方便 但其他区域的时间流速相对较快 她若是实体进入空间 身体会有加速衰老的风险 所以不宜长时间在空间内居住 空间内可以种植农作物 以及养殖家畜 且种植出来的粮食 会由宇宙粮管局在年底统一收购 但她之前一直被病痛折磨 所以到目前都还没开始种植 思扬当时将参加试验 挣得的钱分成了两份 一份给了父母 一份就购买了空间物资 如今穿越成功了 她的物资也就派上了用场 秦珍珍这次苦肉计的代价 是断了一条腿 思扬先和秦家夫妇一起去了医院 夜里趁着夫妇二人熟睡后 她立刻溜回了洋楼 开始搬家里的东西 就从她自己的房间开始 衣服 鞋子 被子 棉纱杖子 书柜 桌子 只要没生根的 全都给搬了 思扬搬空自己的房间后 就到了对面秦珍珍的房间 首先从她的衣柜开始 秦珍珍的衣柜里 有两床崭新的棉絮 还有三件厚厚的东衣 以及围巾 护手 和一些线下时髦的衣裙 不管她的衣服私央能不能穿 大不了拿去送人 就是不留给她 接着是五斗柜 床头柜 柜子里有手表 金项链和一对翡翠耳环 还有八十几块钱 另一个柜子里 就是几张点心票 鞋票 以及还没用过的雪花糕 香水等 桌子上还有一盒鸡蛋糕 核桃酥 这些更要带走 最后 她在把秦珍珍床上的被子 和杀杖等一起收走时 还意外发现了两封男同学 写给她的秘密情书 然后就是去两个哥哥 以及笨爹傻妈的房间 各种班 看着手里满满当当的肉票 粮票 工业票 还有加起来三千六百八十六块的现金 和三块手表 她邪魅一笑 赶去下一站 秦家厨房里有米有油 有面有肉 以及高级茶叶等 她连带平平灌灌锅碗瓢盆 一起收入了空间 大厅里的留声机 电话 沙发 茶几 台灯 挂钟 多宝格 全部收了 忙活了半个晚上后 她悄无声息地回到医院走廊 在长椅上躺下了 第三天 夫妇俩一回家 看着空荡荡的房子 嫌以为是走错门了 再三确定是自己家后 二人在凌乱的风中定住了半场 好不容易回过神后 各自发疯似的冲进了屋里 一夜之间 家徒四壁 夫妇俩靠在窗前两眼发昏 四央看着情妇 走过去默默伸出了手 我明天就要出发去兵团了 总得丢点钱吧 情妇含泪摸出身上仅剩的三十块 真是从未有过的心痛 第003章 秦真真人设崩塌 红日出生 出发去往各个建设兵团的支边知青们 已经集结在了火车站 四央所在的清风中学 这届毕业生也有 近半倍分到了北方兵团 另外一大半 则是下乡插队去了 唯有因祸得福的秦真真 顺利留在了京市 他这次苦肉祭 可谓一箭双雕 不仅能赶走私央 还能免于下乡受苦 可私央岂会让他逍遥自在 他临走之前 可是给秦家夫妇留了份大礼的 宣誓完毕后 即将登车出发 女知青们 大多在和前来送行的亲属们哭着告别 男知青们 则多是亢奋不已 他们都满怀憧憬 期待着去边疆崭露头角 私央 就你一个人啊 你家里人都不来送你的吗 一个扎着 两条粗辫子的圆脸女生 将下巴埋进了白围巾里 暗暗勾了勾唇 没事 反正他们现在也在家里哭呢 私央可没撒谎 他走的时候 秦母正因失窃在嚎啕大哭 秦家目前居住的房子 是单位分给夫妻二人的宿舍 这片区域住着的 都是京市最有头面的人物 进出口都设有值班警卫 一般人根本进不来 更别说是把那些大件家具都搬出去了 虽然他们发现家中被盗后 第一时间报了公安 可是这件案子太过悬疑 根本就没有侦破可能 虽然追回失误和钱财无望 但好在以夫妇俩的身份 不至于会因此就饿肚子 最多三五年 他们就能把丢失的全震回来 正当夫妻二人安慰好自己 准备去医院看望他们的宝贝女儿时 港厅警卫却交给了他们一个信封 秦叔姐 陈教授 这是你们女儿托我交给你们的 这是什么 秦父接过信封举起来摇了摇 却还是等上车后才拆开了信封 信封内有截信纸 还有一盒写着录音文件字样的磁带 难道是秦思央的忏悔心 现在才反省 为人也太迟了 秦母打开书信 勉为其难地看了一眼 可这一看 脸色就全变了 医院里 接完谷的秦珍珍 正悠哉地躺在床上 吃着酥酥脆脆的桃酥饼 她已经跟她的同学打过招呼了 让他们多多关照秦思央 一想到秦思央将要在那艰苦的边疆饱受摧残 她就心情大好 门外的脚步声传来 她立刻将没吃完的桃酥放了回去 麻溜地擦擦嘴 然后摆出一副难受又虚弱的表情发呆 门被推开 秦家夫妇走了进来 爸爸妈妈 姐姐走了吗 我真的好想去送她 秦父冷着脸 不用多此一举 过三个月 你就能去见她了 秦珍珍听后 心弦骤然绷紧 她这才发现 夫妻俩脸色不对 爸爸妈妈 我做做什么了吗 你们好像在生气 秦母误视了她的不安 直接将两封信 甩到了她面前的被子上 珍珍 你老实告诉我们 你每次考试 都是你自己完成的吗 秦珍珍呼吸一致 脸上飞快滑过一抹心虚 答案 当然是我 自己完成的 你还嘴硬 这信上写得清清楚楚 你的成绩之所以优异 是因为你的爱慕者 在替你代写 你在作弊 我 那个 秦珍珍还想狡辩 却听秦父力声道 你不必急着辩解 别忘了 你妈是做什么的 你有没有作弊 回去当我们的面 做一套题 就什么都清楚了 秦珍珍脸色铁青 她自上高中后 一直忙于偷偷出对象 根本无心学业 但她知道 秦家人好面子 所以每次考试 都让自己的对象 替她作弊 秦家夫妇不知道 他们引以为傲的女儿 带给他们的荣耀 都是假的 相反 那个不过念了三年小学 却能在高中 跟上节奏的秦思央 才是个真正的天才 还有 这瓷带里的内容 你要做何解释 秦夫又将瓷带 放进了录音机里 按下了播放键 思央的声音 在病房内响起 自从我回来以后 你就一直在自导 自演各种自残戏码 不就是苦肉计 赶我走吗 接着是秦珍珍 别以为你今天 还能像之前那样幸运 因为这次我准备 玩一把大的 秦珍珍听着录音机里 传出的对话 她顿感天昏地暗 她这些年 努力营造出的完美人设 崩了 原来思央早就留了一手 她一边利用录音笔录音 一边引导秦珍珍 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然后又将录音笔里的音频 再转录到了磁带里 这段录音后半段 不仅有主犯阿姨的声音 还有秦家夫妇 回来后的对话 一切都清清楚楚 容不得秦珍珍狡辩半分 她忐忑不安地 看向夫妇俩 这是第一次 从他们眼神中 看到那种怨怒和疏离 爸爸妈妈 你们听我解释 我是因为害怕 会失去你们才 秦夫一把掀开 她抓过来的手 什么都不用说了 这么多年 我们把你当亲女儿 抚养长大 给你最好的生活 你却在欺骗我们的感情 简直太让我们心寒了 秦母悔不当初 要是泱泱早一天 把这些东西交给我们 我们就不至于 会让她替你去边疆受苦 我的傻孩子 北上的火车里 阿T 思泱坐在靠窗的位置 在冷空气的刺激下 接连打了一串喷嚏 思泱 看来是有人在想你 坐在她对面的张小鹅 挑眉挑侃 思泱转脸看着窗外 不断后退的风景 淡然一笑 现在这个时间 秦家夫妇 应该已经收到 她留下的临别里了吧 就算她们仍然顾念 与秦珍珍的感情 秦珍珍还想要在秦家 像从前那样如鱼得水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思泱很清楚 秦家夫妇最爱的 不过是 她们自己的脸面 秦珍珍考试作弊 还再三欺骗她们 这无疑是打了她们的脸 所以她休想好过 思泱完全有机会 留在京市的 可她却还是选择 离开了那个不属于她的家 边疆遥远且艰苦 但她不在乎 比起被不爱 自己的父母支配人生 她更想要出去自由闯荡 她很珍惜 现在这个年轻且健康的身体 那一时她 一心扑在工作上 都没有来得及体验 人生的美好 就得了绝症 这一时 她要好好爱自己 将自己的生活 经营成理想中的样子 正当思泱准备 用意识清点一下 空间内的物资时 一道傲慢的男婴 带着几分讽刺 在她身侧响起 哟 这不是秦珍珍家 从矿区老鼠洞里 收养回来的穷亲戚吗 在秦珍珍的宣扬下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 秦思泱是秦家 好心收养回来的养女 秦珍珍才是秦家的真千金 思泱扭头一看 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给秦珍珍写情书 还帮起考试作弊的乔振刚 这个乔振刚长得英俊 家境又优越 不仅各学科成绩名列前茅 还会打拳 很多女同学都对她方心暗许 这就导致她 欲发目中无人 她是秦珍珍秘密交往的对象 显然是来找思泱麻烦的 第004章 清点空间物资 秦思泱 真真都不介意 要跟你分享她爸妈了 你却还妄想要霸占她的位置 居然丧心病狂的 把她从楼上推下去 这叫杀人未遂 应该去蹲监狱 居然还能跟我们一起去治便 别以为你能一直走运 到了兵团有你好看 乔振刚故意提高嗓门 就是要当着全车乡人的面 让人看清思泱歹毒的嘴脸 果然 她话音一落 不少人都望着思泱 窃窃私语起来 她这样的人 是怎么通过正审进兵团的 人家命好 有个当书记的养父 还有个在研究院 当工程师的养母 怎么会有这种人 人家看她可怜好心收养她 她却想纠占雀巢 把人亲女儿弄死 听说秦真真就是因为 被她弄断了腿 才没法 跟我们一起去兵团的 她以前还到处跟人说她 才是秦家的亲女儿 真不要脸 我可不想跟这样的人 分到一个连队 思泱不得不承认 那秦真真在造谣颠倒黑白 倒打一耙这方面 是挺出色的 不过之所以所有人都会被蒙骗 主要问题却是出在秦家 那对夫妇 从找回秦思泱到至今 都一直小心翼翼地 照顾着秦真真的感受 关于外界对真假千金的揣测 从未做过解释和声明 这才给了秦真真 混淆黑白的机会 秦思泱才是秦家真千金的这件事 只有秦家人亲自出面解释 才会有人相信 思泱 一旁的张小娥眼看气氛紧张 轻轻扯了扯思泱的手 算是安慰了 张小娥从前在学校时 无意中识破了秦真真的伪装 为此还被秦真真威胁 秦思泱替其解了围 两人一个因自卑饱受排挤 一个因乌棒遭受孤立 同病相连的遭遇 让两人渐渐成了护舔伤口的朋友 思泱浅浅弯唇 递给张小娥一个没心没肺的浅笑 她听着众人的视皮论骨 内心却毫无波澜 不用想也知道 秦真真想要制造舆论 让她被针对 就像当初在学校对付原主那样 先孤立再打压 让她孤立无援 让她重盘清理 她本不屑跟一群无关紧要的人 多费唇舌 可她更不是忍气吞声 任人宰割的主 这些人显然是把她的沉默 当作软弱了 如果任其发酵 只会麻烦不断 想到此处 思泱深吸口气 舒得站了起来 乔正刚 我原本是想给你留点脸的 但是你既然只要助纣为虐 那就别怪我了 都安静 好戏开场了 思扬话音一落 整节车厢属然安静下来 谁不喜欢看热闹呢 她似笑非笑的目光 在车厢中扫射了一圈 最后停在了表情 哑然的乔正刚脸上 随即按下了掌性的录音笔 一段不堪入耳的对话 夹杂着暧昧的喘息 和唇舌纠缠的热脸 正刚 你再忍忍 我腿受伤了不方便 等你从兵团回来 我马上给你 车厢内的空气 在尴尬中滚烫 天哪 有人震惊 有人却意犹未尽的期待 唯有主角之一的乔正刚 脸色惨白 秦思扬 你给我立马关掉 他吼叫着 就过来抢录音笔 可却没料到 思扬身形灵活 很轻易便躲开了 思扬按下暂停键 着急了 急什么 重要的还在后面呢 录音继续播放 秦真真的声音再次响起 我这次的苦肉计 虽然断了一条腿 但却能将秦思扬那个贱人赶走 一切都是值得的 你记得到了兵团 绝不能给他好日子过 我要他死在那里 永远别想惦记我家的东西 那到时候 你就该嫁给我了吧 乔正刚谄媚的讨好 格外清晰 看你表现吧 我们的关系 现在还不能公开 你到了兵团 可不许跟别的女人好 够了秦思扬 你给我马上关掉 乔正刚忍无可忍 思扬终于关掉了录音 此时整节车厢的人都 已经在震惊中凝固了 他说苦肉计什么意思 秦真真是自己弄断腿的吗 很快有人反应过来 真真是被秦思扬逼到迫不得已的 乔正刚怒声辩解 怎么 老羞成怒啊 思扬笑吻 秦思扬 我跟你没完 乔正刚怒吼 这话说的好像我不公布这东西 你就会放过我似的 你 乔队长 你可要好好保护我啊 这里可这么多人作证呢 万一我到了兵团 有个三长两短 那你可就是第一嫌疑人了 你这个贱人 乔正刚气到自闭 一时间内 却也无法面对众人的审视 只得转身愤然离场 思扬 你是怎么弄到这录音的 这样小小的一支笔 竟然就能当录音机 真是太神奇了 张小娥完全被思扬手中的录音笔吸引了 我妈是搞研究发明的 从她那里拿来的试验品而已 思扬应付了过去 这份录音 是思扬趁着秦真真做手术时 在她病房内提前放置的录音设备收集到的 既然明知他们会找她麻烦 自然要收集些有用的证据 来保护自己了 这录音一出 加上乔正刚不打自招的表现 舆论的中心 自然而然就转移到了她和秦真真身上 思扬托塞望着车窗外的风景发酵 就凭这群幼稚的家伙 就想阻止她去边疆放马赶羊 做梦 思扬在原本的世界里 好歹也活了近三十年 像乔正刚这种 仗着有几分背景 就出来狐家虎卫的顽固子弟 她见过太多 离开了父母的保护 压根啥也不是 碍事的人终于走了 她开始认真清点 空间内早前囤放的物资 她空间里存的最多的就是食物 鸡蛋有筋万枚 五十斤装的大米 筋面粉各有三百袋 生牛肉 生猪肉和羊肉 各有一千斤 宰杀好的走地鸡两百只 土鸭一百只 石斑鱼 海鲁鱼 各三百斤 大虾二百斤 大炸蟹二百斤 处理好的小龙虾五百斤 还有妈妈寄给她的五十斤香肠 一百来斤腊肉 再就是 卤牛肉 牛筋 卤猪蹄 卤猪肠 烤鸡烤鸭等各类熟食 共三百来斤 方便面 自热锅 韭菜猪肉 和白菜牛肉馅的水饺 各有五香 食盐一百袋 白糖 红糖 各五十袋 火锅底料 烧烤料 五香卤料各两香 鸡蛋糕五十斤 芝麻薄饼 桃酥各三十斤 瓜子 开心果 核桃各二十斤 红酒两香 共二十四瓶 做菜用的啤酒有四香 再就是各类水果 苹果 香蕉 橘子 梨子 荔枝各十香 蜜瓜 西瓜各一百个 为了便于在空间内种植 他还准备了古种 麦种 油菜 大豆 玉米 各三百斤 另外还有蔬菜苗 番茄 茄子 黄瓜 豆角 辣椒 南瓜 土豆 红薯藤等 最后就是果树苗 樱桃树 桃树 李树 苹果树 梨树 橘子树 核桃树 各两百颗 生活用品上 就是卫生棉条和护理店 各有三十箱 还有床上用品 东背下背各五床 四件套有十套 洗护用品有三十套 高端护肤品五十套 厨房用品有两个炖汤砂锅 两个生铁炒锅 两个平底锅 三个户外瓦斯炉 瓦斯补充罐一百个 户外帐篷两顶 睡袋两个 智能工具箱两个 药品齐全的医疗箱三个 科技武器 有雷射手枪两把 电击枪两把 微型无人机两架 太阳能充电器四组 再还有最新的人工智能管家一台 以及空间自带的 全自动耕种机两台 以上就是他在来这个世界前 囤积的所有物资 从前的斯扬 有着执行不完的危险任务 他仿佛能上天入地 无所不能 直到病倒后 相恋六年的男友弃他而去 父母终日以泪洗面 他才想起 自己也是血肉之躯 如今借秦斯扬的身体重活一事 他要躺平做条沸咸鱼 去风 去浪 去骑马 去放羊 斯扬开始期待起 自己未来的人生 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 他是被吵醒的 醒来的时候 火车明显减速了 斯扬快看 我们要靠站了 张小娥搓着手 兴奋地喊了声 斯扬抬头就看见了 车外的挨挨白雪 坐了三十几个小时的火车 他们终于到中转站了 第005章 抵达连部 数百名支边知青 陆续下了火车 天空还飘着小雪 寒风凛冽 却阻挡不了革命青年的斗志 清风中学的知青们 在站台集合后 等待分配 斯扬 乔振刚和陈自强 他们一直在看你 张小娥低声在斯扬耳畔提醒 让他们看呗 又不会少块肉 斯扬只淡淡瞥了一眼 乔振刚那弯人的眼神 一转眸 就见两个穿着绿色军大衣的男人 朝他们走来了 前头的男人 个头不算高 圆脸大眼阴勾鼻 四十出头的样子 略显威严 但更多的却是和善 后面的男人个子稍高 二十三四的模样 浓眉长脸 有几分帅气 温和的笑容 看着挺舒服 两人很快来到队列面前 前面的男人 清了清嗓子开口了 首先欢迎各位热血知识青年 勇于来到边疆 为祖国屯肯戍边贡献力量 我姓史 是三师十八团 九营六连的连长 扑痴 史连长正在发表讲话 队列中就有人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 史连长脸色一沉 看向忍俊不惊的陈自强问 报告连长 他姓妙 跟您算是一家 接话的是乔振刚 这二人的父辈 在同一单位任职 他们从在学校开始 就像是穿了同一条裤子 哈哈 乔振刚话音刚落 队列中就发出一阵哄笑 都给我严肃点 你们当这里是什么地方 史连长怒声呵斥 然哄笑声却并未停止 仍有不少人在暗自憋笑 建设兵团 虽然是按照部队编制 进行军事化管理 但毕竟不是正规部队 所以对今时来的部分 顽固分子并无太大的约束力 清风中学此届参与之边的知青 共有62人 其中还有不少都有背景 史连长面对他们自由散漫的态度 并未急于纠正 只严肃地扫视了 他们一眼 就提高嗓门继续介绍 我身旁这位是六连的指导员 他叫薛斌 以后你们在生活上 有什么问题 可以向他反映 史连长 您全民叫啥呀 怎么不告诉我们呢 陈自强又调侃着追问 他此言一出 队列中的气氛再次热闹起来 史连长见状上前一步 怒声道 都给我闭嘴 我不管你们有什么家庭背景 到了兵团 就必须严格遵守这里的纪律 一切行动听从指挥 谁要是在这里当刺头 就去禁闭式关道发霉再出来 史连长这一嗓子明显比之前有魄力 原本哄闹的队列 终于勉强恢复了安静 他转身指向身后的两辆解放卡车 现在就依次上车去连步 全体都有 立正 向左转 跑步走 又要坐车 妈蛋 屁股都坐痛了 队列中又有人在咕弄 耳间的薛直导员听到后高声道 谁要是不想坐车 可以跑步过去 也不远 就一百多公里 啊 这么远 队列中一片哗然 那还是坐车吧 斯扬拎起行李 跟随队伍正要登车 却被后方挤上来的一个女生 推到了一边 我先上 这个裹着红围巾 留着奇儿短发的女生 叫高梦晴 他和秦斯扬是同班同学 更是和秦真真玩的最好的朋友 据传他爸爸是海军军官 所以骨子里就透着高人一等的傲慢 几乎从不拿正眼瞧人 斯扬促眉看了他一眼 早前只顾着收拾那乔正刚 倒是把他忽略了 不用想也知道 秦真真定然没少在高梦晴耳边 给原主泼脏水 这次来兵团之边 也是要替秦真真给他使绊子的 斯扬 快上来 张小娥朝车下的斯扬伸出了手 啪 高梦晴一巴掌拍在了张小娥手背上 张小娥 你瞎见什么阴气 他给了你多少好处 你要给他当狗 我 张小娥说回手 愣愣看着高梦晴 不知做何回答 你们还不知道 秦斯扬以前是干什么的吧 高梦晴站起身 原地转了一圈故作神秘道 车里人都齐齐看向他后 他才悠悠开口道 秦斯扬早前在矿区讨生活 最擅长的 就是八火车偷没了 所以他上车 还需要你们拉吗 车里人纷纷交投接二 不是吧 他还偷过没啊 难怪想抢走秦真真在秦家的位置 原来从小就平行不端 哼 高梦晴双手抱胸 居高临下的瞥了斯扬一眼 转身就要坐回原来的位置 碰 陡然间 他被斯扬扔上来的行李 砸了一个亮枪 直接跌进了陈自强怀里 嘿嘿 陈自强皮肤有黑 看着从天而降的美女 笑得颇有几分猥琐 起开 高梦晴满脸嫌弃 就在车内气氛异常尴尬时 只见斯扬一个纵身 就跳上了车 他抢先一步 坐到了高梦晴准备落座的位置上 然后才捡起行李包拍了拍 请斯扬 高梦晴怒叫着 从陈自强怀里站了起来 凑巧的是 车子发动了 高梦晴重心不稳 往车尾跌去 眼看就要掉下车 斯扬瞅准时机 一脚拦在了他胸前 然后发力往后一蹬 原本要栽下车的高梦晴 再次跌回了陈自强腿上 空气骤然安静 斯扬看向表情迥异的二人 邪魅勾唇 不用谢 彭步卡车在辽阔的荒原上 行驶了三个小时左右 终于在下午 抵达了六连所在的帘部 一台白墙黑瓦的平房 映入眼帘 房前是一片被积雪覆盖的空地 几棵掉光了叶子的小树 歪七扭八的立在空地边 由于兵团刚成立不久 连部经常断电 取水更是要去两里外的水井 寒风凛冽 吹得人直哆嗦 如此简陋的生活条件 直接给原本斗志高昂的知青们 泼了一盆冷水 使连长看一群人茫然不前的样子 上去立声提醒道 你们来这里的目的是 接受锻炼 建设边疆 不是来观光的 更不是享福来的 都给我摆正形态 拿着鸡毛挡令箭 什么玩意儿 陈自强在乔正刚耳边嘀咕 来都来了 怎么也得坚持满三个月 乔正刚皱眉道 薛指导员一看众人 那失望的样子 笑着上前安慰 兵团刚成立不久 很多设施还在修建中 相信只要肯努力奋斗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们薛指导员好温柔啊 是啊 感觉又能坚持下去了 情斗初开的女知青们 窃窃私语起来 私央和张小娥 被分到了同一间宿舍 大通间用木板 做了个简单的隔断 进门是放东西的柜子 往里走 就是能睡下八个人的大通炕 宿舍中间 还有个烧水的小火炉 另一边的墙下 摆着一排学习用的桌椅 私央刚把自己的棉被 放到炕头上 就见一个笑容灿烂的 女知青进来了 社友们好 我叫白田 是海诚知青 以后大家就是战友了 私央看着这个娇柔乖巧的女孩 很快反应过来 白田 这个世界里的圣母 大白脸女主 第006章 不许谈恋爱 这位女主身形娇小 模样甜美 那双无辜的大眼睛 分外惹人恋爱 根据书中描述 她的家庭背景很好 父母都是医学专家 还有个宠妹狂魔般的哥哥 算是几千娇万宠于一身 可能正是被宠废了 她的个人能力 却不算突出 甚至常常拖人后腿 最擅长装可爱 半无辜 发善心 惹麻烦 但就是这样一个傻白田 却令文中多名男配位之风 狂着迷 英俊的军官男主 更是对她一见钟情 觉得 她是世上最善良 最特别的女孩 更不惜与聪明漂亮的女儿撕破脸 只要女主一哭 男主就觉得 全世界都错了 只要女主受伤 那就让全世界遭殃 简直是无脑降制文学的典范 这本书叫什么名字来着 我某我的团宠小娇妻 四央当初 若不是正好给病床上的堂妹 读这本小说 她不可能会去看这些东西 只可惜后来这本小说还没读完 堂妹就去世了 四央也就把这本出版小说 烧给了堂妹 所以在男主和女主 一见钟情后的故事发展 她就不知道了 四央正在打量满腔热忱的白田 就见高梦勤进来了 真是冤家路窄 没想到 他们也被分到了同一个宿舍 这下有的热闹了 四央暗自无奈 就见高梦勤来到抗边 将她的被子掀到了一边 这个位置是我的 四央瞬间黑脸 冷声质问 这里有你的名字 我的腰扭伤过 睡觉需要侧身靠着墙 高梦勤理直气壮 四央冷吃一声 你信什么 你什么意思 高梦勤不满 我又不是你爹妈 凭什么要关着你 秦四央 你存心跟我过不去是吗 高梦勤拔高了嗓门 眼看气氛剑拔弩张 张小娥立刻上前劝和 四央算了吧 别跟他争了 秦四央同志 既然高梦勤同志 是身体原因 需要靠墙睡 你就应该把位置让给他 大家都是革命战友 就应该互相帮助 相互关心不是吗 说话的正是白田 四央正了一瞬 暗自气笑 果真是大圣母一个 反正我就要睡在这里 靠着墙才有安全感 你们自己看着办 高梦勤铁了心 一屁股就坐了上去 四央却丝毫不惯他 伸手一把揪住他的头发 把他拽了下去 啊 高梦勤吃痛大叫 伸手挠四央 却反被他拧住了胳膊 你们别打了 我去找连长 白田急忙往宿舍外跑 就在四央将高梦勤 秦思央这才作罢 将高梦勤甩开后走了 高梦勤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恨得咬牙早齿 却又无可奈何 他总感觉 现在的秦思央 跟之前在学校时 大不一样了 是因为远到边疆后 彻底放弃伪装了吗 小会堂里 近百号人到齐后 史连长开始宣布人员分配 连队里主要分为战备队 生产队 后勤队的 这些知青们 不远千里来到边疆 就是奔着近似军人的荣誉而来 一旦进了战备值班分队 就能端着枪在边境巡逻 甚至有机会参加战斗 一旦立了功 那可是全家的光荣 现在念到名字的初恋 思央看了眼 放在桌上的数十杆步枪 又看向队列中 那些满目期待的眼神 看来除了他 都想着拿枪呢 很快 进入战备值班分队的 二十个名额念完了 乔振刚 陈自强 高梦勤 白田都在其中 思央对此并不意外 毕竟选拔标准 都是根据他们的家庭 政治背景来的 虽然思央的背景也不差 但谁让他是 不受待见的假千金呢 洛璇也在意料中 眼看身边等待分配的战友 越来越少 机舞排的一批人被分走后 空荡荡的队伍里 就剩下寥寥几人了 秦思央 到 明天到牧场杨卷去报道 是 思央心中欢喜 剧情到现在还没变 算是心想事成了 就在他暗自松了口气时 一抬眸 却接收到了 来自乔正刚和高梦勤 那幸灾乐祸的眼神 一群傻叉 连枪都拿不稳 就开始做起了英雄梦 双方互相鄙视了一番后 又各自收回了目光 思央如愿 被分到了牧场负责放羊 张小娥则要去养猪场喂猪 乔正刚当上了战备分队的队长 而白田则成为了女兵排排长 高梦勤对这个结果非常不满 当场就提出了抗议 她在学校就是学生会干部 是拥护革命事业的积极分子 白田是海城之亲 而女兵排中的女兵 绝大多数都来自清风中学 这牌长怎么也该是她的 怎么轮也不该是白田 然而史连长的解释 却令她无言以对 你本来是很有希望当这个牌长的 但是你严重缺乏纪律性 刚来就跟战友打架 破坏革命战友的团结 不管你禁闭 就是给你机会了 回去写份检讨 明天交给我 高梦勤气急败坏的眼神 弯了一眼不远处的白田和私殃 愤愤道 打架的又不是我一个人 凭什么就要我一个人 写 高梦勤 这里是兵团 一切都要服从命令 别在这里 百资本家小姐的那一套 没人惯着你 史连长正发脾气 就见薛指导员过来了 薛斌性格温柔 对待女之亲们又很有耐心 连长 这里交给我吧 今天团不要开会 你再不去就该迟到了 史连长走后 薛斌才轻声安慰高梦勤 有斗志是好事 但是在连队 连长的命令要绝对服从 这次排长没当上 但可以通过往后的学习 和积极立功 来争取更高荣誉 高梦勤看着面前 温柔帅气的男人 他说的话 他没大听进去 却在看到他给他的笑容后 心脏突突狂跳起来 薛斌让知青们重新归队后 高声说道 既然大家都有幸 成为了光荣的兵团战士 那兵团的规章制度 行为准则 你们都要铭记在心 他说完 开始有专员 给美人发了一个红色的小册子 请你们今天回去后 仔细阅读 并背诵上面的内容 明天出早操时 我会抽查你们的学习成果 解散 哎 又要学习 一群男之亲直摇头 思央和张小娥正准备回宿舍 就被乔正刚故意撞了一下 呦 这个放羊的 一个喂猪的 还真是难解难媚啊 哈哈 思央陡然冷笑一声 团不过些天要放电影 我要是把你和秦珍珍的精彩演出放出来 你远在京市的老子 还能保住你的枪吗 秦思央 你敢 乔正刚脸色骤变 管住你那张臭嘴 别给脸不要脸 思央撞开他 扬长而去 回到宿舍 他先洗了把脸 就坐到窗边的桌前 开始翻那本红册子 啊 怎么还有这样的制度啊 一旁的摄友 忽然撅嘴叫了起来 怎么了 快看第三章第六条 男女之亲进入兵团三年内 禁止谈恋爱 真没劲 这日子好难啊 思央听着摄友们的吐槽 只暗暗发笑 他们这群女之亲 年龄基本都在17到19岁之间 就算三年后再谈恋爱 那年纪也不算大 反正他是无所谓的 再说了 感情这种东西 是规章制度能控制得了的吗 保不准就有人偷偷在暗地萌芽了 思央回到炕上 整理了一下刚领到的粮票 看看时间该去食堂吃晚饭了 食堂里的饭菜有粗粮和细粮 每人每月的细粮供应有限 想要吃饱 很多人都是选择吃粗粮 思央选了两个高粮膜 点了份炒鸡蛋和土豆丝 对付了一餐 回到宿舍 他就发现自己的柜子 被人翻动过 里面的东西不仅没少 反而还多了个小玩意儿 他拾起那枚粉色的小扭扣看了看 觉着有几分眼熟 这不是高梦晴的袖扣吗 第007章 接手放羊 高梦晴回到宿舍后 都没有正眼看私央 而是直冲白田去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 是你故意去找连长告状 才侥幸当上了这个牌长的 我的确是找了连长 但我是为了阻止你们打架 并没有要抢这个牌长的意思 白田委屈极了 那你就让出来啊 我已经拒绝过这个安排了 可连长 让我们要服从命令 哪里有需要 就应该去哪里 虚伪 思扬听了一耳朵 两人擦枪走火的对话 有了这自带光环的女主 替他吸引火力 他这条配角小咸鱼 就可以安心滑水了 睡觉睡觉 明天好率领他的羊群去吃草 刚拉过被子盖上 就见高梦晴 又提着马灯 在炕上找东西 找什么呢 有人问 我衣服的袖扣崩掉了 你们那边有没有 没有 掉哪儿了呢 那可是 外国产的玻璃扣 思扬里都懒得理他 拉过被子 转身就睡了 找吧 能找着才有鬼 那颗进口的高级羊钮扣 早被他扔进茅房了 想替乔正刚 偷走那份录音文件 简直白日做梦 在兵团的第一夜 安静地睡不着 窗外的雪峰 伴着一名摄友的憨声 叫了一整夜 思扬快入梦时 出早操的哨声就响了 快 集合了 张小鹅率先下了抗 思扬扯过军装 机械式的往身上套 这叫睡的 好像睡了 又好像没睡 要不是灵魂深处 那股军人的本能反应 他肯定起不来 思扬和张小鹅 已经穿戴完整 炕上的其他人 才开始蠕动 集合的最后一遍哨声响起 思扬跟随队伍 开始跑操 嘹亮的口号 将他的记忆 拉回到了 曾经在精英作战小队服役的日子 那时候 时常接受高强度的魔鬼训练 挑战极限任务 有一次为了解救 两名身份特殊的人质 他只身闯入 随时可能毒气泄露的大楼 人质成功获救后 他带着他们离开危险区域 可人质却说 他们的孩子还在里面 他只能再次返回 寻找他们的孩子 找了两圈后 并未发现有儿童 倒是找到了一只狗 他这才从指挥部得知 这对夫妇口中所谓的孩子 就是这只狗 他无奈抱着狗离开的途中 毒气突然爆炸了 他受到了波及 离开危险区域时 他的鼻血已经止不住了 那对人质夫妇 赶紧跑过来 抱走他们的狗 生怕他的血 弄脏了他的毛 也是从那以后 他的身体 开始慢慢出了问题 他见多了人性的恶 可奈何逃不开 这一时 他就想跟那些牲口们 待在一起 过简简单单的生活 日出东方 朝霞将雪地染成了淡粉色 吃过早饭 饲养赶到了牧场的羊圈 准备接手他第一天的工作 来到羊圈门口 他就显和一个 头白色戴长毛毛的女孩 撞了个满怀 女孩一双清澈的大眼睛 格外漂亮 两条辫子又粗又长 你就是秦思央同志吧 我听说了你今天会来 女孩声音清脆 笑容干净又亲切 思央看得直接傻了眼 思乐 这张脸 竟然和他另一个世界里 换血液并去世的堂妹 长得一模一样 思乐比他小四岁 姐妹俩从小一起长大 感情甚是深厚 在思乐心里 思央一直就是他的榜样 姐 你说我以后 能当上特战队员吗 思乐里全身插满了管子 可却还是希望像姐姐一样优秀 好好吃饭 加油对抗病魔 等你好了 也能进客战队 你打算给我走后门吗 思乐几出苦笑 等你好了 怎么都好说 思央的眼睛有些发酸 给我读小说吧 读我最喜欢的那一本 也就是那时候 身为特种兵的思央 才会接触到小说这种东西 在他看来小说太幼稚 可思乐却喜欢到向往的程度 如果可以 我好想去那个世界 这是思乐临走之前 说的最后一句话 思乐 你真的来了吗 思央同志 你怎么了 香草见他出神 抬手在他眼前挥了挥 思央意识到失态 忙收回神道 我是秦思央 是来放羊的 我叫香草 我是管马号的 之前负责放羊的人回去结婚了 所以羊卷就由香草暂时代管 两个女孩开始有一句 没一句的聊了起来 香草热心的 向思央介绍起羊群的情况 比如有几只母羊要生了 还有几只刚出生的小羊羔 需要格外照顾等 然后又耐心的传授 他赶羊的方法 思央听得很认真 两人也越聊越投机 很快到了赶羊出圈的时间 今天是思央第一次放羊 香草为了帮他尽快掌握放羊的技巧 决定亲自带他去山坡上 思央 其实放羊很简单 看到前面那头大公羊了吗 那是投羊 你只要管好它就成了 香草一边赶羊 一边说 思央点了点头 两人在一个山坡上停了下来 他看向了下面不远处的河流 那里应该就是边境线了 过了那条河 就是S国 香草见他 在往边境线上看 立刻认真地提醒他 你放羊的时候千万注意 可不能让羊从北边的山坡下去 是怕羊群越过边境线吗 香草皱着眉 不知是想到了什么 明显有些生气 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要是羊过了边境线 就会成为别人的了 第二个原因是 边境线上很危险 你别看表面好像没人指手 其实都埋伏着呢 你要是就这么忽然跑过去 闹不好是要吃枪子的 放心吧 我知道了 死羊效应 在特种部队服役多年 他怎么会不知道 边境不容侵犯的道理 香草见他听得认真 又继续说 你看到河中那座月牙岛了吗 那就是争议岛 我们祖辈都在岛上打鱼 可霸道的S国 非要说岛是他们的 这几年 他们打伤了我们很多同胞 两国关系也闹得很僵 死羊听后眉头紧皱 他在书中读过 有关这个岛的内容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明年年初 这里就会爆发一场 激烈的战争冲突 香草捧着脸发愁 不知道会不会真的打仗 万一真的打起来 这些羊还有马们 都要跟着遭羊了 四羊听了香草的咕弄 只觉他傻得可爱 真要是打仗了 不也是该担心自己和家人吗 他却想着这些羊马 只能说他是个善良的傻丫头吧 时间很快到了中午 香草展开手里的帕子和油纸 取出一块粘饼子 递给了四羊 给你的 我亲手做的可好吃了 四羊看着他一双大眼睛里 满满都是真诚 温满的笑容 透出几分娇憨 谢谢 他伸手接过粘饼子咬了一口 软糯香甜 这东西是用糯米和红豆一起做的 最后还要用油煎 现在是什么年代 边浆是什么条件 做这个饼子的材料 每一样都很珍贵 甚至奢侈 四羊见香草 只是静静看着他吃 自己却没有要吃的意思 他就明白了 这是专门给他做的 到底是多善良的人 才会在这饭都吃不饱的年代 拿出家里最好的东西 去招待一个陌生人 你多吃点 这饼子可定饿了 我这还有呢 香草毫不吝啬道 其实我也带吃的来了 要不我们换着吃 四羊故作神秘的挑了挑眉 然后转身 从布包里摸出了一包鸡蛋糕 还有一个大鸭腿 香草眼睛一亮 他没料到四羊吃的这么好 他的年饼子反倒显得磕沉了 我这些是从家里带来的 可能是吃腻了 没有你的年饼子好吃 你可要帮我吃完 两个女孩交换了食物 香草一边吃着松软的鸡蛋糕 一边告诉四羊 该把羊群赶去哪些地方才能吃饱 眼看四羊已经熟练掌握了放羊的技巧 他就要先回去照顾他的马了 香草离开后 四羊从空间工具箱 取出超轻望远镜 一边监管他的羊群 一边观察下方的边境线 就在镜头移动的一瞬间 两个熟悉的身影 就出现在了他的视线中 放大镜头一看 那不是乔正刚和陈自强吗 这两个白痴去边境干什么 第008章 越放越多的羊 快点 马上就到了 树林里 跑在前头的乔正刚 朝陈自强招了招手 咱真能捡到好东西吗 陈自强边跑边问 那是当然 这里早前是战区 捡点弹壳 哑弹什么的 不稀奇 运气好的话 没准还能捡到重要的坦克零件 到时候 我们就立大功了 两人越说越兴奋 不知不觉就到了河边 河里好像结冰了 陈自强在雪地里 抠出块石头 就往下面的河床上扔 只听咚咚两声 石头在冰面跳了两下 滚到了远处 还真结冰了 是男人就跟我上岛去看看 乔正刚愈愈欲试 就沿着斜坡滑了下去 那可是争议倒 不能上的吧 陈自强有点心虚 就是这样才更要上 上去就是为国争光 你要是当耸包就别去了 我他妈自己去 乔正刚说着 头也没回的 往越崖岛方向去了 你大爷的 等等我啊 两个无知刺头 正一前一后的 跑向结冰的河床 就呼听后方 传来一声利贺 不许动 你们是什么人 两人被吓一击 回头就见两杆枪正 对着他们呢 是边境巡逻队 陈自强举起双手 无奈干笑 同志 是误会 我们是建设兵团 三师十八团 九营六连的战备队员 你们连长是谁 巡逻员怒声赤吻 乔正刚对巡逻员 愤怒的态度不以为意 他似笑非笑道 我们连长他姓氏 你们是使剑人带的兵 啥 死剑人 乔正刚和陈自强 先是憋着笑香示意眼后 随即不约而同的大笑起来 难怪连长不报全名 原来是这么回事 真是笑死人了 都给我严肃点 谁让你们跑来边境线的 山坡上 思央用望远镜 看到他们二人被抓后 这才安心了 这俩货 该不是肚子里的粪水 多到冒进脑子里了吧 险些让人给打成筛子了 还嬉皮笑脸 这就是没经历过 社会独打的蠢蛋 思央可不想 因为这两个人 破坏了自己的下午时光 他趁着四下无人 从空间取出了他的手机 准备唤醒他的 AI智能管家 虽然这里没有网络信号 但他的空间 却自带一个神奇的信号基站 可以为绑定空间的主人 提供网络服务 随着他飞快敲入一段段指令 不出15分钟 就连接上了空间信号 随即 一个利用3D全息投影技术 创造出来的虚拟人物 就出现在了他面前 这是一个可爱软萌的少女形象 思央给他取名安妮 主人 下午好 安妮检测到新的时间位置数据 是否需要更新 更新 思央一边下达语音指令 一边拉过全息屏 编写新的程序 在未来人工智能无处不在 就比如放羊这种事 完全不需要人亲自干涉 交给人工智能就行了 思央曾因兴趣 自学过计算机信息安全专业 要编写一套放羊程序 毫无压力 30分钟不到 一套程序就编写完成了 安妮自动载入程序后 就启动了放股功能 安妮 你的任务是将羊群 集中在我设定的区域内 一旦发现有跑散的羊 要立即驱赶回来 好的主人 安妮明白了 开启人类不可见模式 思央可不想有人 看见在空中闪现的安妮 好的 人类不可见 隐身模式开启 安妮温柔的话音刚落 就原地消失了 思央安排好羊群 就准备进空间种田去 空间内的气候 现在是春季 正好种春小麦 她决定先开啃五亩田 她从仓库 将全自动耕田机弄了出来 设置好工作程序后 就将麦种倒入播种口 就不用再管了 早些时候 她开啃过一块地 大约有一亩左右 她决定用来种蔬菜 她目前的仓库里 肉类和主食都不缺 就是缺蔬菜 辣椒种三笼 西红柿种两笼 茄子两笼 黄瓜两笼 长豆角一笼 丝瓜和南瓜 就种在地边上 空间里的土地 都是肥沃的黑土地 基本不用额外施肥 就能长得很好 加上空间内的时间 比外面快三倍 好比原本需要三个月 才能收获的作物 这里只需要一个月就能采收 蔬菜亲自动手栽种后 更有成就感了 看着自己忙碌了 小半天的成果 饲养满意极了 趁着时间还不算太晚 她赶紧进去小屋洗个澡 顺便保养一下皮肤 原主的外形条件 其实是绝对的美人胚子 腿长腰细 胸围还很可观 五官更是线条清晰 很有高级感 可是 受到之前的生活环境影响 让她的皮肤辣黄又粗糙 甚至还有些小痘痘 现在开始保养 还有机会就回来 等她从空间出来 才不过过了三个小时 她看了眼在山坡上 安然吃草的羊群 这才安心去准备晚饭了 她决定就在这山坡上 开个小灶 吃饱再回去 找到块平坦的石头后 她从空间取出了 瓦斯灶和小铁锅 给自己做了份麻辣小龙虾 又煮了碗水饺 最后还想吃点甜的 就干脆再煮了份奶茶 山头的夕阳红的像火 她举起奶茶 静向那一轮红日 这才是人生啊 吃饱喝足后 时间已经不早了 收拾好餐具后 该赶着她的羊儿们回去了 拿出手机 让安妮解除隐身状态后 将山坡下的羊群赶了过来 很快就见头羊 率领羊群往这边来了 正当她拿起鞭子 准备下去时 却察觉到有些不对劲 她的羊有这么多吗 怎么羊群 好像壮大了一倍的样子 斯洋立刻唤醒了 休眠状态下的安妮 安妮自带记忆功能 三个月内所经历的事 都会以录像形式保存下来 她调出自己进入空间后 那段时间的影像 以倍数查看起来 在安妮的第一视角中 斯洋离开后 她就开始一丝不苟的去牧羊了 前面一个小时一切正常 就在诱过了40分钟后 意外的情况出现了 安妮的侦察系统扫描到 设定的放牧区外 出现了一群羊 按照程序设定 羊必须待在斯洋规定的范围内 所以安妮快速反应 以人类不可见的状态 跨越了边境线 硬生生从S国牧民的眼皮子底下 将一群S国的羊赶了过来 可怜那些个隐藏在雪地中的边境卫士 差点没被这群疯羊踩死 弄清真相后 斯洋一时间哭笑不得 这多出来的61头羊要怎么解释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最好的办法 自然是直接放进空间 因为也难保 今后不会出现丢羊的情况 到时候 就可以从空间拿出来补上 就这么办 斯洋正准备将多出来的羊 收进空间时 却呼听一道热情的声音 在山澳边响起 斯洋 该回去了 一回头 就见香草正一边朝他招手 一边朝这边跑了过来 这丫头显然是怕他搞不定 所以专门来接他的 这下 羊群的是瞒不住了 第009章 继一宫 六连连部 史连长正信誓旦旦的向押送乔正刚 和陈子强回来的巡逻队长 再三担保 老徐 你放一万个心 那两个小子 就是一时好奇 才跑去了边境县的 绝对没有叛国的意图 这件事可大可小 必须上报团部 徐队长态度强硬 别啊老徐 这么点事 就别惊动团部了 史连长立刻上前将人拉住 你也知道的 团部要是知道了 事情处理起来 就很复杂了 我那里有两瓶好酒 你定个时间 我陪你喝两钟 史连长死皮白赖的 拉着巡逻队长 软磨硬泡了半上 总算把乔正刚 两人捅下的篓子兜住了 陪着孝将人送走后 他瞬间拉下脸 去把那两个 惹是生非的玩意儿 给我带来 乔正刚和陈子强进来后 看着史连长那张黑脸 不由自主 就联想到了 他死见人的名号 所以不仅没觉着害怕 反而格外想笑 乔正刚更是没憋住 直接笑出了声 笑 还笑 谁让你们跑去 边境线上闲逛呢 你们知不知道 自己差点闯大祸了 两人不以为意 您不是也说还差点吗 这不就得了 干嘛飞去到都没完呢 你说什么 合着你们还不服事吗 史连长期的鼻孔冒烟 乔正刚理直气壮的回枪 本来就是 我们又没过边境线 再说了 那都没个警示牌 我们哪知道不能去啊 史连长听后 也算是明白了 这俩货 根本就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错误 他当即决定 把二人关去禁闭式反省 然后组织一场批斗会 让全联知青 来批评教育他们 乔正刚当即表示不服 他不认为 在自己祖国的边境 六个湾有什么错 史连长一气之下怒骂道 你的战备队队长 是不是不想当了 我随时能给你撤下来 乔正刚这才信心闭嘴 二人刚被带出去 在门口就碰上了 前来汇报羊群事件的司秧 司秧是被薛指导员带来的 乔正刚本想撕他几句 却还是忍住了 这偷没的来找连长干什么 陈自强好奇的嘀咕 乔正刚冷讽 还能干什么 八成把羊放丢了呗 我看都不用我们动手 他就能把自己挖死 办公室里 史连长刚把火炉上的水壶提起来 倒了一钟开水 就见薛指导员领着司秧进来了 连长 秦司秧同志 有重要的情况 要向你汇报 史连长一听 脑瓜子嗡嗡想 他这是摊上了一群火祖宗啊 怎么问题一查接一查的 不用问 他也能猜到出了啥事 他也不急着开口 而是回到椅子上坐好后 才看向了司秧 说吧 丢了多少只啊 司秧上前两步 进了个标准的军礼 报告连长 羊圈应到绵羊八十二只 十到一百四十三只 嗯 史连长吹了吹滚烫的热茶 猛然反应过来 他当即起身 皱眉困惑地看向司秧问 你说啥 你这咋还多出那些来了 多了几只新生的羊羔很正常 可这一次 多了大几十只 就不能理解了 司秧也是无奈 本来是打算私吞了的 但谁让叫人撞见 这一下也指的实话实说了 是我放羊的时候 对面S国的安格拉山羊 跟着跑来了 史连长谋色威宁 你是说多出来的羊 是从S国过进来的 司秧立马开始表演 是啊 我也不知道 那些羊干嘛 非要跟着我的羊跑 我当时都猛了 史连长听后 复杂的神情凝固了好一会儿 却陡然又露出个大快人心的表情 哈哈 好啊 往年都是咱的羊往那头跑 终于也有他们干瞪眼的时候了 他兴奋地说着 立刻让司秧带他去羊圈亲眼看看 几人来到羊圈外 就看到一大群安格拉山羊 都快把羊圈挤满了 史连长转身 第一次细细打量起司 秧来请司秧同志 第一天放羊 就帮连部收获了一笔意外财产 寄你功劳一件 司秧干笑 谢谢连长 他这明明是打算犒劳自己的 被迫上交而已 算了 你们高兴就好 连长 这么多羊要还回去吗 旁边有人问 史连长瞪他一眼 还个屁 国内群混账膏子 这几年在咱们的地盘上作威作福 偷的东西还少吗 咱收他一群羊咋了 谁让他们的羊自动投敌的 那总得上报团部吧 史连长搭拉的眼皮下 闪过一抹机灵 上报肯定要上报 但是少抱一头 咱给连里的战友们尝尝先 司秧再次回到连长办公室 把收获羊群的经过 详细讲了一遍 由专员做了书面记录后 回到宿舍已经天都黑了 由于还没恢复宫殿 加上夜里更加寒冷 宿舍里除了白田和高梦晴外 其他几名舍友都已经上炕睡下了 司秧虽然在空间洗了头发洗了澡 但还是再仔细洗了个脸 又给全身抹了层保湿膏 最后贴上免洗的全吸收面膜 才上炕了 睡抗容易皮肤干燥 她现在这么年轻 当然要做好护肤 司秧的床位在最里侧靠墙 另一边挨着她的是张小鹅 司秧 你抹的什么啊 好香 光线昏暗 张小鹅看不见她脸上的面膜 却能闻见她身上独特的香味 没什么 就是自己做的香膏 你还会做香膏啊 明天给我抹点吧 我在那养猪场里 都快臭死了 好 明天给你云点 司秧应了声 困得真不开眼了 这时刚回来的高梦晴 正好听到两人对话 当即就呲了 他们一句 小资主义 来兵团就是接受改造的 还在想着资本家小姐那套作风 司秧闭着眼睛 懒得看她有本事 你把自己的雪花膏和珍珠霜都扔了吧 你 高梦晴被噎了 一夜无梦 出早操的哨声响起时 司秧脸上的面膜 已经全部被吸收了 又是新的一天 出完操天也大量了 史连长在晨会上 当着全联战友的面 表扬了司秧后 同时宣布 要组织一场批斗会 希望所有同志 积极批评乔正刚和陈自强 自由散漫 无视兵团纪律的行为 这时 才有人发现 乔正刚和陈自强 没在队伍里 不远处的禁闭室里 二人正动得瑟瑟发抖 禁闭室里没有暖炉 更没有火炕 就是两张木板床 外加一床薄被子 两人动得一晚上都没能睡着 这会儿 两人贴在窗边 亲眼看着司秧在全联的掌声中 享受着荣誉的褒奖 他们却还要接受全联批评 乔正刚当即就怒了 他一拳砸在桌子上 那臭女人 是走的什么狗屎运 陈自强无奈 我说你为啥非跟个女人过不去 他怎么招你了 乔正刚怒不可 他招惹了珍珍 就是招惹了我 我答应了珍珍不会让他好过 是男人就要说到做到 那你想怎么做 等着吧 我会收拾他的 第010章 不配有男人 人和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人知连耻名是非 狗却只对赏识者摇尾巴 那乔正刚和陈自强同志 跟狗有什么区别呢 在乔正刚和陈自强的批斗会现场 私央正捧着自己熬夜赶出来的批斗狗 对二人展开了毫不留情的批斗 狗虽然头脑简单 但忠诚可靠 不会违规乱纪 即使犯了错 也会低头接受批评教育 难道我们这两位革命战友的觉悟 连狗都不如吗 乔正刚听着私央骂他不如狗 气得拳头都快捏碎了 他忍无可忍到快要发作时 使连长上台了 秦思央同志的批评是非常深刻的 虽然话不动听 但却是发自内心的 希望他们两个能改正错误 大伙都应该以秦思央同志为榜样 这样的批评 才是鞭策战友积极改进的负责表现 思央笑了 笑得意味不明 使连长 我真的会献 他就是纯粹想借机骂他们而已 完全没别的意思 乔正刚和陈自强 各自埋头低声骂娘 咬碎了牙 却也只能往肚子里咽 两人被参会的战友 轮番批评教育过后 暗自憋着一肚子火的他们 开始自我批评 总算撑到大会尾声 使连长再次严肃登台 高声宣布了一件大事 我们刚接到上级文件 国家为了加强战备 巩固边疆稳定 决定在我们建设兵团内 组建两个武装团 连长 这是真的吗 使连长还没说完 下面的知青们 就已经抑制不住的兴奋起来了 白纸黑字的盖章文件 还有甲 两个武装团 分别是一个炮兵团 一个步兵团 一旦有战事发生 会直接转为现役部队 你们现在准备好 接受考验了吗 使连长铿锵的语气 充满力量 太好了 我们有希望参军了 是做真正的军人 连长 要进武装团 有什么要求 快说快说啊 使连长看着全连人 那热血沸腾的模样 清了清嗓子道 关于武装团的具体要求 我也不是很清楚 最迟下个月初 上面就会从正规的 野战军部队 派人下来负责舰团 乔正刚本来正想着 要如何报复私央 现在却暂时没那心思了 他一定要进战备武装团 私央谋中 闪过一丝隐晦的黯然 野战军部队 希望最好不要耽误 他放羊才好 由于目前兵团攻势紧张 最近半个月的早操安排 都是搬运攻势物资 男知青们扛水泥 搬沙土等 女知青们负责分装 以及清理场地 早操时间结束后 食堂里的早饭 已经准备好了 累得腰酸背腾的冰团战士们 陆陆续续进食堂吃饭 私央用自己的铝制饭盒 打了一盒大茶子粥 还有一个水煮蛋 外加一份烟白菜 昨晚肉吃太多 他今天想解解你 找了个靠边的位置坐下后 张小鹅也过来了 私央 你昨天中午和晚上 都没回食堂吃饭 再怎么省 一天就吃一顿饭也不行啊 张小鹅说完 就把自己的馒头 分了一半给私央 私央本不想接 可已经泡在粥里了 细粮这么珍贵 你还是自己省着点吃吧 我昨天带了东西的 不会饿着自己 你的胃口 我又不是不知道 就那点粮票 哪够你吃啊 张小鹅认识秦私央快两年了 从一开始的好奇 到如今的同情 都是发自内心 虽然秦私央一直强调 自己才是秦家的亲女儿 可她知道 那不过是她的意想 因为如果她是真千金 秦家怎么可能只字不提 如今还把她流放到 这苦寒边疆来受苦 所以显然秦私央 是因为爱慕虚荣在说谎 张小鹅虽然并不喜欢这样的人 但秦私央毕竟又帮过自己 在她曾经遭受 秦珍珍那个秦大小姐霸凌的时候 是秦私央帮了她 所以她一直记得这份情 我能坐这里吗 两个女孩正各自扒饭的时候 一道奇长的身影 遮住了他们身旁的光线 两人齐抬头 就看到了一张温柔亲切的笑脸 是薛指导员 这里没别人 指导员请坐吧 私央道 刺嘴的动作 然后又指了指私央的唇角 私央当即反应过来 立刻抬手擦嘴 一粒茶子米落入了手中 她顺手给扔嘴里了 她这如此不顾形象的举动 另一旁的张小鹅大跌眼镜 忙瞪了她一眼 你也擦擦吧 私央调侃道 我脸上又没翻脸 张小鹅莫名尴尬 擦口水 你 哈哈 秦私央同志 真是少见的有趣 薛斌笑起来的样子 真可用朗月入怀 清风俘虏来形容了 张小鹅都看傻了 私央却没心没肺来了剧 指导员 你以后还是少出门吧 像你这么温柔 万一被冲动的女同志杰色 你恐怕没有抵挡之力啊 私央话音刚落 就瞥见了一桌之隔的高梦琴 正在用极度的眼神弯她 私央当即回敬了她一个渐渐的笑容 你的男神就是对着我笑了 你怎么着吧 薛斌看着私央丰富的表情 只觉得她是真的很特别 秦私央同志 我坐这里 是要跟你谈谈那羊群的事 从S国过来的羊群 需要单独隔离一段时间 确保不是S国故意放过来 使坏的过后 才能和其他羊一起放羊 私央虽然知道 那群羊不可能有病 但还是听从了安排 这样一来 她今天不光要放羊 还要给隔离的羊割草 好在她空间里别的不多 但草可不少 私央 我发现薛指导员 看你的眼神格外温柔 她不会喜欢你吧 刚从食堂出来 张小鹅的八卦神经 就抑制不住的骚动起来 私央的唇角 僵硬的抽了抽她 看谁都是那样的好吗 咱就别自作多情了 按照剧情发展 这书里面的男配们 基本都是围着女主白田打转的 她这个早死的炮灰女配 不配有男人 她现在就想放羊 私央去羊圈赶羊的时候 贴心的香草又来帮忙了 两人一起将羊群赶上了山坡后 香草对私央说 我明天早上不能来帮你了 你一个人可以吗 原来 明天他们马队 要给在三十几里外 建设机械厂的战友送物资 你放心吧 我可以的 私央笑英 对了 有件重要的事 我要告诉你 香草陡然紧张起来 什么事 私央问 昨天晚上 我们边境线的巡逻队 抓住了一群想非法出境的人 但其中有两个跑掉了 听说他们很有可能是特务分子 你上山放羊时 一定要注意安全 有这种事 D011章 被立功冲昏头 私央刚在食堂吃完早饭 就见有人 在将几时带粮食 和一些生活物资 往两辆马车上班 牧羊女 看什么看 还不去放你的羊 指高气阳的高梦晴路过他身侧时 还不忘嘲讽一句 私央看了眼 他故意跨起步枪 在他面前显摆的样子 不禁冷笑出声 你笑什么 高梦晴分明从他的表情中 看到了明显的鄙视 我笑有些人枪都不会拿 还在瞎嘚瑟 就算给他捆头猪在树上 他都打不死 不知道在得意什么 愚蠢 秦私央 你什么意思 你凭什么这样说 我不会拿枪 难道你会拿吗 有机会的话 你会知道的 私央想起自己曾经 当枪王的日子 不由冷笑一声 转身离开了 高梦晴不屑哼 装枪做事 这次负责运送物资的 除了马号的兄妹俩 还有战备分队的白田 高梦晴 以及刚被从禁闭室 放出来的乔正刚和陈自强 眼看就要变天 他们必须要赶在大雪封路之前 将物资送达 早去早回 路上谨慎点 使连长亲自交代道 是 连长保证完成任务 六个人赶着两辆马车出发了 路上 陈自强的目光 一直在前面的白田和高梦晴脸上 来回群寻 你觉得这白田和高梦晴 谁更漂亮 陈自强压低声音 问乔正刚 你能不能把心思 放在伟大的革命事业上 现在是想女人的时候吗 乔正刚一反常态 你可拉倒吧 我知道你心里只有那个秦珍珍 那个女人长得也不算多好看 个性还像妥使 甚至都没有秦思央招人疼 不知道你看上她哪了 你他妈给我闭嘴 秦思央那个不知廉耻的贱人 也配跟珍珍比 乔正刚一气之下 大马出声 怎么 为了个女人要翻脸 轰 陈自强刚一开口 就被突然跳下马车冲过来的香草撞开了 喂 你是不是个男人 居然在背后辱骂女同志 思央他怎么得罪你了 你妈那么难听 乔正刚看他气势汹汹的样子 不由正了一瞬 他没料到 这个放马的野丫头居然认识秦思央 香草见他不说话 又愤愤警告道 我告诉你 你今天在这里辱骂革命战友的事 我会告诉连长的 还大成是来的知青呢 跟我们囤里那缺得长蛇腹一样一样的 死丫头 你说 谁是缺得长蛇腹呢 我不说话 你还蹬鼻子上脸了是吧 乔正刚怒了 怎么 想动手打我妹吗 一个身形魁梧的北方汉子 一把将香草拉到了身后 哥 他欺负我 香草扭头就告状 我看他敢 铁牛握起拳头 眼中怒意涌动 乔正刚把头顶的帽子一接 往雪地上重重一扔 想打架 怕你不成 眼看两个男人就要打起来 剑拔弩张之际 白田和高梦晴赶忙过去阻止 你们别这样 我们还在执行任务呢 白田急得拦到了二人中间 滚开 收射这两个一身马愤臭的兄妹 一样能完成任务 你说谁臭 谁臭也没你嘴臭 香草跳起来回枪 香草 这件事因你而起 你快劝劝你哥呀 白田急忙朝香草喊道 香草一听 怒意更甚 啥叫因为我 要不是这个人嘴臭 能有这些事吗 他可没骂错 那个秦思央本来就是个贱人 一直沉默的高梦晴突然开口了 你会替他说话 是因为你不了解他 你要是知道 他都做了些什么恶心事 就会知道 他是活该挨骂了 寒冷的空气有一瞬的冷静 香草回响和思央相处的点点 不相信他会是个坏女孩 但看这些人义愤填膺的模样 又不像是在说谎 他不禁好奇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他们都讨厌思央 与他同样好奇的还有白田 他也想知道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 非要针对秦思央 一场险些爆发的内战 因为一方的主动退让而平息了 马车继续在雪道上谨慎前行 高梦晴开始讲起了 秦思央那恶毒又龌龊的不堪过往 白田和香草听后 都各自沉默了两久 半晌后 白田率先开了口 没想到他居然是这样的人 看来是我又看错人了 他说完 转身就向高梦晴道起了歉 对不起梦晴同志 我上次不应该去找 连长到你们的状 以后我会和你统一战线的 高梦晴听后 满意地勾了勾唇 转眸又期待地看向了香草 我不相信 思央会是你说的那种人 除非他亲口承认 香草拉开袖子 看着思央昨天送给他的那条红绳铃铛 固执地选择了信任思央 这一行为 无疑招来了其他几人的鄙视 高梦晴更是讽刺他 天真犯蠢 早晚是大亏 一路上 兄妹二人愈发和锦明知青 格格不入 好不容易坚持到了目的地 卸完物资返程时 风雪变大了 马车上吹着雪风的几人 都冻得牙齿发颤 而身为地道北方人的香草兄妹 却似乎早已适应了这样的环境 仍旧面不改色 就当马车在风雪中穿梭时 高梦晴和乔振刚同时发现了 下方杨树林里 跑过去了两个可疑的人影 难道是那两个 想非法出镜的漏网之鱼 原本还觉着快冻僵的几人 顿时激动起来 要是能逮住犯人 那他们可就立下大功了 到时候进武装团 就是板上钉钉的了 四人非常有默契 当即决定去追人 他们都有枪 即使遭遇上了也不怕 可他们刚跳下马车 香草就高声阻止道 你们不能去 那林子可大了 很容易迷路 要是遇上野狼怎么办 我妹妹说的对 你们应该尽快回连部 把发现可疑人员的消息报告上去 而不是冒险去追 这很危险 铁牛当即下车去劝他们 报告上去 你当我们像你一样傻呀 等我们报告完 犯人早跑远了 再说了 立功的机会难得 我们可不想让给别人 乔正刚说完 检查了一下步枪上膛的情况 头也不回地向林子方向追去了 只要跟着雪地上的脚印 一定能追上 后面的三个人也没犹豫 马上跟了上去 显然 他们都已经被立功冲昏了头 哥 怎么办 香草感觉很不安 香草 你先回连队 把情况报告给连长 我去追他们 这林子我说 一定能把他们平安地带出来 第零一二章 私秧的救援 突然变天 私秧赶在风雪进一步加大之前 将羊群赶回了羊圈 处理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后 他叫出安妮 开始追踪香草目前的位置 很快 根据安妮提供的位置信息 显示香草 目前在东南方约十里处 显示屏上的红点 一直在原地小范围移动 并未前进 他们果然是出事了 私秧将羊圈门关好 转身奔向马舍 牵了一匹棕色的大马出来 踩凳上马冲入了漫天飞雪中 驾 昨天 当香草告诉他 有可疑人员出逃时 他就劝过香草 拒绝这次孕粮任务 因为私秧依稀记得 按照书中的剧情发展 香草是会在今天遭遇不测的 他会惨死在大雪纷飞中 就连尸骨都会被狼群分尸 可香草却执意要陪他哥哥一起去 私秧就把一条 由他加装了定位功能的红绳铃铛 送给了香草 目的就是为了尽他的能力 避免这场悲剧 六连连部办公室里 使连长捧着糖瓷杯 站在窗前 看着大雪月积月后的房顶 双眉紧皱 不知道那几个傻袍子 现在到哪了 算算时间 应该已经在返程的路上才对 收音机里天气预报说的是 明天才开始变天 乃至说变就变了 连长 不安的静谜 被一道急切的声音打破 门被推开 一个尖头落满雪花的男之青荒 急进了个军里 连长 我刚才在外头遇见放羊的秦思央同志了 他让我转告您 说运两小队出事了 使连长抱着杯子的手一抖 眼神顿时变得胶着起来 出啥事了 他们人呢 说是在十里外的杨树林 使连长一听 暂时也顾不上真假 赶忙吊几人手出去找人 杨树林外的马道 早已经被大雪覆盖 香草原本是赶着马车回连不报信的 可跑了没一里路 车咕噜就卡进石头缝里了 大风刮断的树枝又进了马 他重虫跌下了车 郑庆幸只是轻微崴了脚石 下边树林里就钻出四头野狼来 看着步步逼近的狼 香草吓坏了 他想跑 可是又想起哥哥的话 狼很聪明 也很谨慎 当他们从猎物的眼睛里捕捉到恐惧时 就会发起进攻 他硬着头皮在原地与群狼僵持了二十分钟 虽然他们没有直接扑上来 可他已经动得快没知觉了 而此时 狼也失去了继续等待的耐心 终究还是朝他围攻而去 锋利的狼爪从他面前挥过 他艰难地往后挪去 后面却又一头恶狼扑了上来 哥 救命 搜 在窒息的恐惧中 隐约有什么东西 从他头顶飞了过去 下一瞬 身前和背后的两头恶狼 竟相继倒在了雪地上 鲜红的血液染红了一大片积血 香草瘫倒在地 魂都险些飞出去 要不是他嗅到一股浓烈的血腥 还会以为是在做梦 香草 你有没有事 丝羊穿过雪木 出现在了他面前 丝羊 小心有狼 香草来不及问他 为何会出现 就见剩下的两头狼逼近了 丝羊亮出手中 由高碳合金制成的军弓短刀 不等两头狼冲过来 就主动迎了上去 两头狼从同一方向高高跳起 那气势是要将它撕碎般 丝羊却一个跪地划铲 从其中一头狼身下穿过的同时 用锋利的匕首 将其从腹部开膛破肚了 仅剩下的一头狼已经红了眼 调转方向就又扑了上来 丝羊目光如刃 侧身跃起 直接用肩膀将其猛地撞开 趁着那狼跌落的一瞬 他反扑上去 一刀封喉 坐在雪地上目睹了全城的香草 早已经吓傻了 他怎么也想不到 平时说话都轻声细语的丝羊 居然会有如此勇猛的一面 那可是四头野狼啊 他是怎么做到像杀技一样简单的 尽管心里难以置信 但现在却不是在意这件事的时候 他的哥哥铁牛和那几个知青 现在还在树林里 丝羊 你快带我回去找连长 要他们快去救我哥 香草哭着恳求 丝羊将插在狼身上的飞刀收起 又在雪地上将雪擦抹干净后 这才来到了香草身边 放心吧 我来的时候就已经通知莲布了 那几个拿枪的被狼给刁了 香草这才哽咽着 将事发经过告诉了丝羊 那杨树林可大了 里头有陷阱 还有狼和虎 就算是不下大雪都有危险 何况是这种天气 丝羊听后 脸上无喜无悲 只探到 良言难劝该死鬼 他们自己要找死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可是 这就他们才进去的 我爹死得早 我娘身体不好 可是最痛我的亲人 香草说完抱着膝盖 嚎啕大哭起来 丝羊扭头看了一眼 旁边银庄素果的林子 一直蔓延到山那边的尽头 这几个人 都是自不量力的蠢货 算算时间 史连长应该快派人赶到了 香草 你在这里稍等一会儿 连里的战友应该就快到了 我去帮你找哥哥 丝羊说完 就在陷入石缝的车窟路前面 垫了块石头 再抽了马一鞭子 马车轻轻松松便脱困了 他在利索的将四头狼的尸体 依次搬到了一起 这冰天雪地的狼皮可是好东西 等会儿香草走了 就收尽空间 斯羊 你别去 我虽然想救哥哥 但是也不想你去冒险 香草拒绝了他的好意 斯羊淡淡一笑 可现在只有我有办法找到他们 可是 香草莫名紧张起来 不过有件事我要你保密 如果有人问起我的事 你就说 是我们约定好了 要我来这里接你的 我杀狼的事 绝口不提 为什么啊 你这么厉害 肯定会受到表彰的 斯羊笑了笑 因为我希望 可以一直跟你一起放羊 香草似懂非懂 却回应了斯羊一个暖暖的浅笑 他也很珍惜和斯羊的友谊 斯羊离开没几分钟 史连长就亲自带人赶来了 当得知乔正刚他们去林子里 追两名危险分子后 他差点没原地爆炸 我怎么摊上这么几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蠢蛋玩意儿了 史连长一边安排 还熟悉这林子的人进去找人 一边派两名男之亲 把香草送回了连部牧场 斯羊进去树林后 立刻叫醒了安妮 安妮 启动红外热感应成像功能 探测范围50平方公里以内 好的 红外热感成像功能启动成功 开始范围探测 随即 弹出的屏幕中 已经将探测范围内的树林模拟图生成 随着探测光波往四面扩散 不出三分钟 屏幕中就出现了几个红色的人形光团 主人 检测范围内共发现了七个目标 七个人 斯羊谋色一尘 立刻在屏幕中分别找到了七个人的位置 其中有四个人在一起 还有一个人 在快速朝四个人所在的方位靠拢 而另外两个人所在的位置 距离斯羊最近 难道是那两名漏网之鱼 安妮先锁定这两个目标 开启精准导航 第零腰三章 要牺牲谁 乔振刚一行四人 跟着树林里的脚印 一路追踪到了林子深处后 暴风雪越来越大 能见度变低 加上大雪覆盖 导致雪地上的脚印几乎消失了 当他们开始后悔想回头时 却已经迷路了 几人慌乱中一通乱窜 带头的乔振刚 不慎掉进了猎户的陷阱中 线坑有近三米 坑壁太湿滑 乔振刚徒手根本爬不上来 几人想找来树枝拉他上来 可没有带工具 很难找到合适的 只能站在陷阱上方甘着急 陈自强动得直哆嗦 冷死了 我们搞不好 要冻死在这里 然后被狼吃掉 闭上你的乌鸦嘴 要死你自己死去 别带上我们 高梦晴虽然害怕 却不愿承认 你放心 真要死的话 老子一定带上你 陈自强你有病吧 高梦晴大怒 对 老子有病怎点 你能治啊 不能就闭嘴吧 陈自强通过最近与高梦晴的接触发现 这个女人除了皮相好点 个性真是屎都不如 所以 早前那不多的好感 如今荡然无存 陈自强 你怎么跟我说话的 习惯被人仰望的高梦晴 还没受过这种气 呸 蝙蝠身上插鸡毛 你算什么鸟 少拿你资本家小姐 那套出来压人 没人惯着你 你妈谁资本家小姐 你再跟我嚷嚷 我可没有不打女人的见毛病 你们别吵了 都是我不好 我刚才应该拦着大家的 这样就不会身陷险境了 白田自责到眼面大哭 陈自强健壮 立刻上去安慰 你别哭啊 我来想办法 一定不会让你有事的 白田仰乞脸 却还在低声啜泣 我相信 只要我们不放弃 一定能想到办法的 你说什么都对 陈自强看着他含泪的双眼 心生出无限勇气 转身就去不远处掰树枝了 也就在他好不容易拉断一节树枝时 却呼听后方传来一声震耳的枪响 呼啸的风雪 在那一声枪响中 显得微不足道了 怎么回事 一回头 就见高梦晴手中的枪落在了雪地上 他整个人也像丢了魂似的 瘫软在地 为什么开枪 出什么事了 陈自强忙跑过去问 我杀人了 高梦晴颤抖的手指向自己开枪的方向 陈自强和白田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 就隐约看见一个人倒在了雪地上 陈自强立刻抓起旁边的步枪 几人的神经都跟着绷紧了 却又有骨子期待和兴奋 不受控制的往头顶翻涌 就在他们以为抓住了特务时 却听到倒地的男人大喊一声 别开枪 是我 那隐忍着痛苦的声音 似乎有些耳熟 几人面面相去一番 这才反应过来 那人正是香草的大哥 铁牛 铁牛一路好不容易找到他们 没想到刚要现身 就让自己人给打了一枪 但不幸中的万幸是 高梦晴因为手被冻僵 加上枪法奇差的缘故 子弹只是从他大腿外侧擦了过去 你没事吧 陈自强上去将铁牛拉了起来 腿被擦伤了 没多大事 这时 白田和高梦晴也赶了过去 高梦晴见铁牛还能站起来 张口就指责道 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 为什么一声不吭地钻出来 都差点把人吓死了 知不知道 铁牛 我说你开枪误伤占有 不是应该道歉吗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陈自强气的表情都扭曲了 高梦晴一脸比仪 我凭什么给他道歉 是他自己冒出来的 我还没让他给我道歉呢 陈自强听了 他这强词夺理的一番歪理 险些没忍住要动手 白田立刻上前拽住了陈自强的胳膊 我代替梦晴同志 向铁牛同志道歉 梦晴同志 他也不是有意的 好在没有铸成大错 就算了吧 还是先救出乔振刚同志要紧啊 眼看天色不早了 他们必须在天黑前离开林子 铁牛暂时也不便过分计较 铁牛用自己的马鞭 将被困陷坑的乔振刚拉了上来 然后就带领他们 从他一路留下的记号往回走 可一行人刚走了不到一里远 就被一群野狼盯上了 冬季食物匮乏 这群野狼已经饿极了眼 见到猎物 就不顾一切往上扑了 他们速度之快 让冬江的几人根本没机会开枪 乔振刚大喊一声快跑 铁牛还想提醒那边是断崖 可几人早已撞开他跑过去了 狼群健壮紧追不舍 铁牛没了退路 只能跟着他们跑 可他腿上有伤 行动速度大大受限 伤口渗出的血顺着腿 躺进了鞋子里 他没走一步 就会留下一个斜脚印 狼群嗅着这股血腥 愈加兴奋 乔振刚几人原本打算上述躲避 可冬江加上过度紧张的缘故 根本爬不上去 他举起枪朝狼射击 接连几枪下去 子弹都与跳跃闪躲的狼擦身而过 果然 平时打死靶和实战是两回事 一通乱射之下 不仅没有击退狼群 反而激怒了他们 陈自强捡起被刮断的树枝 奋力抵挡着狼群前进 哦哦 怎么办 我们真的要死了吗 白天下的直哭 找人去引开他们 其余的人就能趁机逃跑 乔正刚的声音比兵还要冷 几人在沉重的气氛中 沉默了一会儿 要牺牲谁呢 高梦晴苟然高声喊道 让这个放马的去 他受了伤还在流血 狼都是他引来的 你他妈是不是人 他是被哪个不长眼的蠢货打伤的 亏你说得出口 你怎么不去死呢 陈自强怒骂 高梦晴嫌逆他一眼 我要是受伤了 不用你说 绝不会连累别人的 铁牛攥紧拳头 心里的愤怒 却堵在了喉咙上 他知道 狼群会优先攻击受伤的猎物 他这样的伤者 狼口逃生的希望本就渺茫 或许他是对的 铁牛 你表个态吧 与其大家一起死 你还不如给我们一线生计 高梦晴开始催命 可这样做是不是太残忍了 对铁牛同志不公平啊 白天哭得更大声了 铁牛同志 你别犯傻 你的命也是命 陈自强还没放弃抵抗 铁牛深吸口气 似有事然我来引开他们 你们跑吧 乔正刚听后 眼神中陡然升起一抹兴奋 既然他愿意牺牲自己拯救大家 我们就不能浪费机会 那你倒是快去啊 非要我们陪你死在这里才满意吗 高梦晴一副心安理得的样子 丝毫不觉有何不妥 反而觉得 这是他应该做的 白天害怕的眼神中透着不忍 可他却还是沉默了 或许在他看来 一个人的牺牲 如果能为更多人换取生存的机会 那就是值得的 唯有陈自强上前 表示了强烈反对铁牛 你没必要为了我们这么做 我们一起跑 还有机会的 铁牛抓过陈自强手中的枪 转身就一拳一拐地 跑向了断崖方向 狼群健壮果然追了上去 快快跑 乔震刚和高梦晴抓住机会 转身就跑 白天犹豫了一下 还是跟了上去 陈自强看着先后离开的三人 心里就像压了块巨石 格外的压抑 砰砰 断崖边响起两声枪声 紧随而来的是恶狼的哀嚎 第零一四章 命悬一线 冰雪覆盖的树林里 雪地上杂乱的脚印中 净染着斑斑血迹 两个陷入昏迷的男人 被牢牢捆绑在了一起 斯扬皱着眉 咬牙缝合手臂上 那深入剑骨的刀伤 这两个人 应该是受过特别训练的间谍 伸手皆是雍中脚脚 斯扬以一敌二 虽然最终占了上风 但自己也射亏 原主这具身体 虽不至于娇弱笨拙 甚至称得尚敏捷 但毕竟没有经过 严苛的作战训练 所以在面对强敌时 就会显得力不从心 但索性这身体耐力不错 他这才能险胜致敌 这两人身份特殊 背后可能还牵连着 重要的情报网 所以不能随意处决 必须将他们交给兵团 再由专门的负责人接手 斯扬将手臂上的刀伤包扎好 又注射了破伤风 以及抗感染的药剂 使连长带领的救援队 就朝这个方向过来了 他即刻将医疗箱和短刀 收回空间 丑事机差不多了 就用带着哭腔的语气 大喊起来 救命 有没有人呢 救援队听见声音 即刻赶了过来 使连长看见斯扬后 还没开口 惊魂未定的斯扬 就朝他跑了过去 连长 吓吓吓吓吓吓死我了 使连长见他是真吓坏了 斥责的话也没说出口 反而是以长辈的身份 拍了拍他帽子上的雪花 迷路了吧 没事了 你们这帮小仔子 没一个省心的 斯扬芒抹了把不存在的眼泪 然后转头指向 身后被绑住的两个男人 连长 我刚才在灵子里 抓到了两个可疑的人 让我给绑上了 使连长皱着眉 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 果然就看见两个昏迷中的男人 走近戏看觉着面生 他传递给身后副队长一道眼神 示意他们上去搜身 很快 他们就在两人的口袋内 搜出了短刀 以及写着可疑外文的纸张 连长 是不是那两条漏网之鱼 有人兴奋地提醒到 史连长员本应沉沉的谋色 陡然闪过一抹亮光 很有可能 快带走 史连长安排专人负责押送两名可疑分子后 他才察觉到哪里不对劲 请司阳同志 你是怎么抓住他们的 这些人可都是亡命之徒 手段很纳着呢 死养傻笑 我运气好 发现他们的时候 他们已经快冻晕了 我就用棒子往他们身上一顿招呼 这才给绑住了 史连长文言 对他的话 倒也并无半分怀疑 脸上旋即就入出大喜之色 要是查明身份后 确定是特务 连队就上报团部 给你举办表彰大会 这不光是个人的功劳 更是全连的荣耀啊 连长 表彰大会 还是先等等吧 咱们还要找其他人呢 对对对 赶紧找人 史连长的心情再次沉重 就怕到时表彰大会开不成 却要开场追到大会 到时候 他身为连长的卸人大会 也就没跑了 他正要带队 继续深入搜救时 却被私央叫住 连长 我感觉 他们可能在那边 私央指向 与救援队出发方向相反的方位 史连长皱着眉 你咋知道 你这鼻子比狗还淋不成 您就相信我吧 我的运气好呀 私央目光坚定 史连长犹豫了 他们虽然牵了狗 但目前的恶劣环境 他们未必能嗅到有用的信息 很可能就是 带他们碰运气 既然是凭运气 还有谁能跟这个丫头别 那你带路 史连长鬼使神拆班 就信了私央 跟我来 私央有那几个人 所在的位置坐标 直接就领着他们 走直线过去了 一队人在雪地 跋涉了约良里远 当救援队在林中 找到从廊口逃生的几人时 史连长惊呆了 他用不可思议的眼神 盯着私央细细打量 这丫头的运气 也太好了吧 但现在不是在意 这件事的时候 乔正刚一行四人 都已经因为寒冷晕倒了 万幸的是 救援及时 并无大碍 史连长立刻安排人为 他们做好保暖工作 然后准备送他们回去 还有一个人呢 私央发现 铁牛没跟他们在一起 马浩里那小子呢 史连长脸色骤变 当他慌张的目光扫过私央时 却见他转过身抬手 在空气中胡乱比划 私央的全息智能屏 设置了仅自己可见 他在屏幕上找人 对看不见屏幕的人 那就是在玩而已 救援队在附近 找到了一串隐约可见的脚印 史连长即刻带一部分人 顺着脚印方向去找人 另外留下两个人 看虎昏迷的四人 私央收起屏幕时 脸色却阴沉下来 屏幕上已经找不到铁牛了 这么短的时间 他不可能离开这片区域 那就只有另一个可能 他出事了 他即刻跟上史连长的队伍 很快就冲到了他们前面 越往前 雪地上的脚印就越浅 直到完全消失了 就在众人陷入迷茫中时 一边往前跑 所有人赶紧跟上 跑了约三里远 他们来到了一处断崖边 所有人的心都沉了下去 史连长来到断崖边缘 依稀能看见 陡峭的崖底怪事耸立 这断崖大约有三十米 掉下去运气不好 会当场死亡 眼看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史连长拿出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的气势来 拿绳子来 他转身朝后方的人高喊一声 可就在这时 脚下的积血却垮塌了 他一个重心不稳 还没绑绳子 就这么滚了下去 连长 后面的人纷纷慌了 可崖边的积血还在往下掉 没人敢贸然上前 好不容易一切恢复平静 十几个人急忙上前查看 史连长不愧是 从前战场上下来的老兵 从容不迫地抓住了 一块凸起的岩壁 这才没掉下去 快 救连长 史连长咬牙死死支撑的身体 就在他等待救援的时候 往下看了一眼 这一看就发现了下面的铁牛 我看见铁牛了 快下去救人 史连长一分神 手臂的静松了一瞬 就这么直直掉了下去 轰 他正好掉在了铁牛旁边的积血上 救援人员依次利用绳索降了下去 思央手臂重伤 只能暂且在上面等着 很快 他们就将铁牛拉了上来 哎 这个样子 肯定就不活了 救援队副队长 遗憾地摇了摇头 思央立刻上前查看 铁牛面无血色 嘴唇因为湿血泛着子干 生命气息微弱 可谓命悬一现 他身上的棉袄被血染红 冻成了硬邦邦的一块 肉眼初步判断 是湿血过多 引起的严重休克 他身上应该有严重的外伤 当然也不排除还有内伤 他现在随时可能一口气上不来 就直接死亡 怎么样 还能活泼 使连长摔下牙后 当场断了一条腿 但现在 他根本顾不上自己 赶紧让人抬着他来看铁牛 最迟今天夜里 副队长是连里卫生室的医生 断人生死 自然不会出错 使连长突然一拳砸在了担架上 眼神中有惋惜 也有脑木 这他妈叫啥事 斯扬脸去复杂的谋色 站了出来脸掌 先给铁牛保暖 再马上抬他回去 我试试 或许能救他 第零一五章 打击暴富 斯扬表示 他也许能救铁牛 使连长星下一惊 更多的却是怀疑 但目前的情况 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 因为这天气恶劣 要是送去市里的医院 肯定在半路就得咽气 铁牛被第一时间 抬回了连部卫生室 斯扬将所有人都治了出去 关好门后 他第一时间 从空间取出了给养设备 再让安妮利用X射线 对铁牛进行了全身扫描 并分析了他的血型 最后结果显示 他胸腔内有血块 肋骨有三处断裂伤 斯扬又从医疗箱 取出了一管1000CL的血浆 以及输血设备 开始为他输血 这血浆内加入了 能刺激骨髓加速造血的特殊物质 只要铁牛能挺过输血的这段时间 基本就能捡回一条命 至于他身上的内伤 就在他稍微稳定下来后 去市里医院通过手术治疗就行了 卫生室外 众人急得团团转 香草早已哭肿了双眼 张小鹅不断安慰他 一定会没事的 可旁边人听了这话 却都没人当真 他们都是见了铁牛那张脸的 和死人没有区别 就是到了市医院 也未必能挺住 何况是在这小小卫生室 都这么久了 到底行不行啊 史莲长坐在椅子上 眼睛只勾勾盯着卫生室的门 连长 史莲长眉头紧皱 不打紧 断根骨头而已 明天去医院街上就是 身后一群年轻之亲 听了他这话 不禁紧了紧喉咙 这不愧是退伍老兵的魄力 断的是自己的骨头啊 那轻描淡写的感觉 好像疼的是别人 再等五分钟 不行就破门进去看看 史莲长快坐不住了 我看没必要 别说五分钟 就是五十分钟也无济于事 他一个放羊的 要是都有起死回生术 那我们当医生的 就该去养牛放马了 说话的是六连卫生室的冯医生 刚才思央 将他和其他人一起推出来时 他心里就对他莫名不满了 然 就当他话音刚落 却见卫生室的门打开了 思央将卷起的袖子放了下来 十几双眼睛 齐刷刷盯着他 人 人咋样了 史莲长紧张地平住了呼吸 思央语气平淡 他缓过来了 今晚注意保暖 明天赶早去市里做手术就行了 这 这是真的 史莲长激动的样子 像急了十几年前 他老婆给他生儿子时的模样 而冯医生的脸色却迥然不同 那是尴尬到了无地自处 香草抓着思央的手 寒泪的双眼紧紧注视着他 感谢的话一到喉咙里就哽咽了 进去看看他吧 思央拍了拍他的肩膀 轻声道 香草抹掉眼泪点点头 第一时间冲进去看铁牛了 史莲长陡然回头看了 掩耳根子通红的冯医生后 认真道 小冯同志 现在铁牛受了伤 马号缺人手 你平时没事了 就去马号帮帮忙 冯医生有洁癖 平时白大褂都洗得雪白 现在居然真让他去管马 这不是做见他这个职业吗 可是话是自己说出去的 突然好想抽自己两嘴巴 秦思央同志 想不到你居然还有治病救人的本事 这次铁牛捡回一条命 全靠你了 史莲长郑重其事地看向思央 赞许的眼神中有深深的感激 思央淡然一笑 就是运气好而已 以前在矿区 刚好有人教过 我抢救像铁牛这样的商员 那是什么原因 不能让我们在里面看呢 史莲长不理解 是因为伤者过于虚弱 如果人都挤在里面 容易造成细菌感染 人多了 还会抢夺伤者的新鲜空气 让他更加危急 史莲长听后浅浅点头 恍然明白 医院手术室 为啥不让闲杂人进去了 思央看了眼史莲长的断腿 建议他明天一早 和铁牛一并去医院接受治疗 史莲长神色凝重 点了点头 让他先去吃点东西 这次闹出这么大的事来 就算铁牛的命保住了 可团部也不可能瞒得住了 上次乔振刚他们捅的娄子 他替他们多了底 这次 闹不好 他自己都得折进去 那四个二虎八鸡的玩意儿 醒了没 思央一听史莲长 问起那几个罪魁祸首 马上凑了过去 莲长 你信不信我 我有办法让他们尽快苏醒 史莲长抬眼 隐约看见了他眼神中的不怀好意 那你 试试 思央嘴角上扬 进了个标准的军理室 冯医生正在把热水带往 乔振刚挤人的被子里塞 思央不紧不慢地走了过去 让我来 他说完 抬手就是两巴掌 扇在了乔振刚脸上 见他还没动静 再次加大力度抽了上去 好在他伤的是左手 不然还真影响他发挥 啪啪作响的耳光 掩盖住了噼啪炸响的炉火 冯医生错愕的表情将在脸上 好半场才吐出四个字 你干什么 救人啊 思央的巴掌 已经打到了陈自强脸上 你这哪里是在救人 根本就是在对病人造成二次伤害 冯医生怒不可遏 可就在这时 接连挨了思央七八个耳光的乔振刚 居然真的出现了苏醒的迹象 他们原本泛白的脸 在抽打之下 已经明显泛红 这 这也行 冯医生当即傻了眼 呆呆看着思央抽 他们的脸 思央一次将四个人扇了个遍 打到手心都火辣辣发烫才算完 事实证明 这简单粗暴的抽耳光 还真比热水带管用 只是这高梦琴的脸皮还真是厚 其他三个人眼看都快醒了 唯独他还没动静 于是 他弯腰捡起抗边的一只鞋 鞋底对着高梦琴的脸 就是啪啪一顿招呼 冯医生惊掉下巴 张着嘴 却半伤吐不出一个字 这怎么越看越像打击暴腹呢 终于 思央刚收手 抗两头的四个人都醒了 当他们的意识完全回归 发现 已经成功获救时 除了陈自强的表情不太自在外 另外三人全都沉浸在了 劫后余生的狂喜中 只是当他们看见彼此红肿的脸颊时 却都难受得皱起了眉 怎么脸上火辣辣的发疼 该不是冻伤了吧 可是 白田看着高梦琴的脸 表情诧异 梦琴同志 你脸上怎么有谐音 高梦琴出了出红肿的脸颊 这乃是什么冻伤 分明是让人给打了 几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了思央 他手中还领着没来得及扔掉的鞋 秦思央 你居然敢打我们 高梦琴气得面目争鸣 白田也终于彻底相信 思央果然是个恶毒的坏种 思央冷冷扫了几个智障眼 将手中的鞋子扔了回去 拍了拍手上的灰 这也是为了救你们 感谢的话就不用说了 你也是因为脸皮太厚 我才借用了工具 特殊照顾了一下 思央说完 还蛮唇 露出了一个挑衅的微笑 秦思央 你竟然敢臭我们耳光 我非教训你不可 高梦琴怒叫一声 掀开被子就要下炕 一旁的乔振刚 也跟着要来帮忙收拾私殃 就在气氛紧张之际 房门被一把推开 史连长在薛纸导员的搀扶下 黑着脸进来了 我看你们就是欠抽 抽你们算轻的 应该直接拉出去枪毙 第零一六章 来了位新连长 乔振刚一声反骨 听了史连长的狠话 不光没反省 反而怒从心起 连长我们做错什么 凭什么要被枪毙 你跟谁瞪眼呢 你们做了什么 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乔振刚终于明白过来 那放马的死了 死死死 你才死了 史连长显被气死 既然他没死 又是他主动去引开狼群的 我们又犯了什么罪 乔振刚理直气壮 你们居然为了狗活 让他去吸引野狼 史连长怒意滔天 忍无可忍 就要上前抄家伙 可他刚一卖脚 腿部就被一阵剧痛袭击 脚下一软的同时 腿骨隐约传来断裂声 要不是薛指导员反应及时 他就该倒在地上了 原本只是开裂的骨头 这下彻底断了 尽管史连长没喊痛 但还是冒出一头冷汗 连长 你受伤了 还是快去找医生吧 别急着训我们了 乔振刚那看似关切的表情 却暗自透着幸灾乐祸 四央站在一旁 眼神中出现了许久不见的杀意 这史连长居然对这几个智障如此包容 想必他们各自家中都提前打点过的 你们 这次闯的祸 也帮不了你们了 等着团部处分吧 高梦晴一听要受处分 瞬间情绪失控处分 我们做错什么了 难道想积极立功也有错 那个养马的 自己想当英雄 我们又没逼他 你 四央连起谋中杀意 语气听似漫不经心铁牛的腿上 有一处子弹造成了擦伤 你们能解释一下吗 那是因为高梦晴正欲辩解 却陡然想到了什么 转眸就狠狠瞪着四央骂道 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凭什么跟你解释 那就跟我们解释去吧 一道冷力的声音从门边传来 三个穿着绿色军大衣 头戴棉帽的男人进来了 乔正刚等人 这次闯下的祸 已经惊动了团部 这三人正是从团政治部 连夜赶来的调查员 屋子里的空气 因为三人的到来 陷入了沉寂中 白田委屈的哭声 率先打破了沉默 我不知道会这样 我不想的 四人被带去讯问室 分开接受调查 而铁牛和史连长 则由团部派车 连夜出发 赶往市区医院接受治疗 太好了 暴风雪终于停了 女知青宿舍里 张晓娥站在窗前 哈着气 不停地搓手 思央将洗脸毛巾 晾回洗脸架上 停了吗 才刚开始吧 高梦晴和白田 一夜都没有回宿舍 思央却没睡着 由于香草去医院 照顾铁牛了 马号急缺人手 张晓娥就从养猪场 调了过来 配合冯医生 一起暂管马匹 经过三天的详细调查取证 基本还原了孕梁小队 当日在杨树林的事发经过 而最终结论 也在铁牛苏醒后 得到了证实 高梦晴开枪误伤了自己人 又唆使受害者 去引开狼群 行为恶劣 道德败坏 他被踢出了战备值班分队 调去养猪场喂猪 同时接受一个月的政治思想教育 思扬后来才知道 高梦晴本来是要从兵团直接开除 可他家里脱关系 硬是将他留下了 乔正刚身为队长 没有起到约束队员的作用 反而不计后果 而白田也因为 在面对突发事件时 能力不足 组织力差 被撤掉了女兵排排场一职 陈自强则因为曾试图阻止过铁牛 所以只用接受益州思想道德教育 同时 四人还要接受全团批斗 以及自我批评检讨 而思央抓住的两个男人 最终身份已被证实 是专门窃取我国军事情报 迈到S国的间谍 他因为抓住了两名间谍 加上救了铁牛 被全团表彰 在表彰大会上 团长亲自给思央 向思央学习 台下掌声雷动时 灰溜溜的四傻 正在咬牙切齿的咒骂他 这个贱女人 是走了什么狗屎院 居然让他带住那两个特务了 乔震刚咬碎了后槽牙 高梦晴攥紧双拳 让他得意两天 爬得越高 摔得越惨 白田盯着台上备受瞩目的思央 眼中泛起冷意 这个坏女人一定会有报应的 陈自强默默听着几人的诅咒 心里却生起一种奇怪的感觉 他怎么觉得思央并没那么讨厌 相反的 回想起之前这些人理直气壮的 要求铁牛做出牺牲时的那副嘴脸 他就觉得反感 我回去写检讨了 你们慢慢商量 陈自强冷淡的说了声 转身离开了 思央在一群女知青的簇拥下 回到了宿舍 张小鹅把脸埋在她那大红花上嗅了嗅 眼睛都跟着亮了起来 真羡慕啊 这可是团长亲自给你戴上的 我要是哪天也能得意回这大红花就好了 思央也没想这样高调的接受表彰 但事情已经传了出去 他也拒绝不了 但好在没有影响他继续放羊 只是看到那几双怨毒的眼神后 他就有预感 他们很可能又想搞事情了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也为了有个干净的圈子 他必须设法将这几根刺车抵拔干净 平静的日子持续了一周 思央一边防备一边等待时机 就在第八天的时候 连里突然来了重磅消息 史连长因为腿伤原因 不会再继续担任六连连长 而新连长则会在三日后上任 此消息一出 所有人都开始猜测 那位新连长的身份 尤其是女知青们 更是幻想着 新连长能是位年轻英俊的单身青年 这样一来 就算兵团再艰苦 他们也有坚持下去的动力了 这天中午 思央正在山坡上 给一只母羊接生 就见张小娥急不匆匆地跑来了 思央 咱们的新连长来了 人已经到连部了 来就来了呗 你激动什么 思央表情淡漠 张小娥脸上去升起两团坨红 你去看看吧 我们的新连长 又高又帅 天人之姿啊 扑痴 思央陡然失笑 天人之姿 你是爱搞笑的吗 哎呀 我说的是真的 那个人真的很帅很帅 我长这么大 就没见过像这样赏心悦目的脸 思央看着他那五官乱飞的样子 皱了皱眉 颜值这么高 莫非是男主 那你知道 我们新连长叫什么吗 好像叫 裴婷雨 第零一七章 我也不是吃素的 思央听到这个名字 不由呼吸一致 裴婷雨虽然不是原书中男主 却是作者笔下 外形描写笔墨最多的一个人物 堆砌了成篇华丽夸张的词枣 就为了形容这个男人的英俊 他是书中的颜值担当 可以碾压男主的那种 他是阎王 却也是阎王 没错 外形上他无可挑剔 可个性却令人不敢攻卫 狂放不羁 又残酷无情 连魂不吝 都是他的形容词 他就像海妖 能用动人的歌声吸引你 再把你拖入水中溺毙 总之 那就是个外形迷人 却十分危险的人物 这个人义正义邪 更大程度向的反派 可他在书中的结局 却是为国捐躯了 严格说来 是为了就那傻白甜女主 中了敌人的圈套 最后被炸得粉身碎骨 思央还记得当初 给斯勒读到 裴婷雨惨死的这段剧情时 他哭得心电监护仪都报警了 有哪个女孩会不喜欢这种 帅到无法无天 又坏到郑重挤怀的男人呢 说起来 圆主按照剧情发展 也是暗恋过裴婷雨的 可他太卑微 加上一直被秦珍珍的势力 污蔑针对 所以他只敢偷偷喜欢她 后来裴婷雨死了 他心里最后的支撑也倒了 就在四年冬季 他放弃了挣扎 死在了雪山里 也是裴婷雨当初训国的地方 唉斯洋叹了口气 自己和他算是两个短命炮灰 斯洋 你怎么了 要不要跟我一起 去看看新连长呀 张小娥还沉浸在兴奋中 斯洋唇角抽了抽 我劝你还是乖乖跟冯医生去管好马号 别惦记那位新连长了 他是好看 可不好惹 张小娥挪怒嘴 我自然不会奢望 能跟他有什么感情纠葛了 只是本能的想要欣赏美好事物而已 斯洋笑而不语 日后多的是机会让你们欣赏 只是到时候看到那张脸 你们可别哭才好 不过 这样一个活颜旺的到来 对他来说 或许并不全是坏事 也许不用他动手 某些人就有吃不完的苦头了 你确定不去吗 张小娥迫切追问 斯洋一边给阵痛的母羊揉肚子 一边回应 不去 我这里走不开 张小娥无奈 只好自己跑了 快到傍晚的时候 斯洋接生的母羊 终于顺利生下了一只健康的小羊羔 母羊拖着疲惫的身体 温柔地舔饰着幼崽 斯洋在一旁点了一个火堆 将母子俩带过去取暖 他将汤锅架到火堆上 取来干净的鸡血 炖了一锅一模草母鸡汤 鸡汤熬好后 香气飘遍了整个山坡 几里外的冯医生都怀疑 是不是自己中午没吃饱 所以饿出了幻觉 这山傲里 哪来的一亩草炖鸡啊 斯洋先给自己盛了一碗汤 把整只软烂的鸡捞起来后 将剩下的汤都倒给了产后的母羊 他吃了一个鸡腿 加上一碗鸡汤 吃饱喝足 后面色都红润了起来 小羊刀的毛完全烘干后 他赶着羊群回去了 赶羊的路上 就碰见了赶着马车的张小鹅 他将刚才剩下的大半只鸡递给他 并让他吃完再回去 张小鹅捧着香喷喷的鸡 两眼直放光 刚才我还听冯医生说 闻见了一亩草炖鸡的味道 我还笑话他来着 原来是你啊 那冯医生呢 斯洋转移话题 刚才 有人来找他拿药 他提前回味声势了 张小鹅胡伦回答 吃鸡的事 你可别跟胖人说 不然下次没你的了 斯洋郑重提醒 放心吧 我有那么傻吗 反正谈不上多聪明 你怎么这么说我 张小鹅气笑了 两人将牧场的事做完 一起回了宿舍 现在是吃晚饭的时间 宿舍里其他舍友 都应该去食堂吃饭了 所以空无一人 令人惊喜的是 连部终于恢复了宫殿 他们晚上再也不用点马灯 看着明亮不少的宿舍 仿佛心情都跟着敞亮不少 这难道是新连长上任的待遇吗 我今天出了一身汗 要去洗个澡 斯洋你去吗 张小鹅兴致勃勃地问 去吧 我不想洗 张小鹅一边收拾换洗的衣裳 一边跟斯洋抱怨 从知青宿舍到澡堂的那段路 飞气气的 斯洋看现在时间还早 加上她也没别的事 就答应陪她去澡堂 两人边走边聊天 一到女澡堂门口时 顿时傻了眼 好家伙 真是空前的热闹 看着情况 怕是全联的女知青都来了吧 今天怎么这么多人 张小鹅面露沮丧 斯洋哼笑一声 看来那裴婷雨的魅力是真大 这些女知青 都想给她留下好印象吧 可惜 那个男人 秦斯洋 我没看错吧 你也来洗澡 讽刺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斯洋不回头 也知道是高孟琴 怎么 我不能来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建议你还是用澡房的水好好照照吧 做人要有自知之明 我会照的 倒是你 建议顺便刷刷牙 因为口臭都快盖住身上的猪粪味了 斯洋说完 有意掩了眼鼻子 高孟琴眼中末地腾起一团怒火 秦斯洋 我就是来告诉你 你走狗使运的日子到头了 从现在起 你的霉运开始了 怎么 你养猪掉粪坑 还顺带开天眼了 觉醒了算命能力 我可提醒你 宣扬四舅 是要被批斗的 哼 我懒得跟你斗嘴 总之你的报应来了 高孟琴恶狠狠甩下一句 转身进了澡房 斯洋谋中漫不经心的笑意收敛 高孟琴的话是什么意思 张小鹅安慰了她几句 就进去排队洗澡了 斯洋则先回了宿舍 她洗了把脸 贴上面膜 就打开了从秦家带过来的收音机 听起了新闻 等舍友们相继回来时 她的面膜正好也敷好了 经过连续一个月的保养 她的皮肤问题 已经肉眼可见的改善了大半 刚准备上抗睡觉 张小鹅就回来了 张小鹅偷偷瞥了一眼宿舍的其他人 见高孟琴和白田还没回来 也顾不上亮衣裳 就跑向了斯洋那边 斯洋 不好了 我刚才在外面听到一个消息 斯洋心谋半咪 语气平淡什么消息 只要宇宙不爆炸 她就不可能害怕 原来那位新连长 居然是白田的表哥 白田现在和高孟琴走得那么近 她肯定会帮高孟琴针对你 怎么办呀 斯洋醋眉翻身做起 难怪高孟琴 刚才敢明目张胆地挑衅她了 不用怀疑 白田肯定已经在帮着高孟琴 让裴婷雨来虐她了 这会儿 白田正带着高孟琴 坐在连长办公室呢 说不定就是在商量 要怎么折磨你 折磨 斯洋谋色微宁 眼底沉淀一抹冷意 我也不是吃素的 他们最好别逼我 第零一八章 初见裴婷雨 甜甜 裴连长对你可真好 还得你带了这么多好吃的 那是当然 婷雨哥哥从小就最疼我 真好 我要是有这样基因俊 又厉害的哥哥就好了 没关系 我哥就是你哥 有他在 我不会让那些坏女人欺负你的 高孟琴和白田一进宿舍后 就有意无意地在斯洋面前示威 两人刚说完 就收获了一波羡慕的眼神 白田同志 我们新连长是你哥呀 除了斯洋和张小额外 宿舍内其余几人 都立马朝白田围上去 大献殷勤 斯洋暗暗自嘲 这白田拿的是团宠剧本 而他却是妥妥的虐文剧本 不过现在的剧情走向 似乎已经逐渐偏离原文了 因为原文中 原主一直被虐得毫无还手之力 所以根本没有裴婷雨什么事 他们就是两条没有交集的平行线 这回这群智障反被他碾压 所以就要让裴婷雨出手了 这样一来 后面的剧情就会跟着改变了 直到完全与原文无关 无所谓了 只要不用早死 其他都不是问题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吧 谁也别想阻止他 安静放羊 睡觉 一日出早操的哨声准时响起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斯洋觉得 今天的哨子吹得格外响亮 宿舍的灯亮了 他用最快的速度穿一下炕 并叫醒了张小额 再看看旁边几人 他们都用被子蒙着头 在炕上不情愿的蠕动着 昨晚他们讨论裴婷雨的八卦 一直聊到凌晨能起得来才怪 斯洋和往常一样 穿衣 洗漱 梳头 抹护肤霜 十分钟内一气呵成 冒着刺骨的冷风来到集合点时 远远的 他就看见树下的阴影中 站着一道奇长的身影 挺拔去陌生 那正是裴婷雨 刚才的口哨应该就是他吹的 集合的最后时间到了 仍不断有人陆续从宿舍出来 裴婷雨见眉促起 大步朝着队列走来了 都给我跑起来 别跟那八十岁国角老太太似的 裴婷雨充满雌性的声音 有一半严厉 一半慵懒 甚至还有几分淡淡的轻蔑 随着他越来越近 斯洋发现他比自己预估的还要高一些 目测有一米八六以上 天位大亮 他暂时还无法看清他的脸 不过却也能依稀看见那流畅的轮廓线条 裴婷雨那压迫力十足的身影 停在了队列正前方 斯洋站在第一排又起第一的位置 两人相隔两米左右 他能闻到他身上那淡淡的烟草香 好似几丝清凉的微甜 伴着陈香木的悠长 给人一种舒朗的神秘感 各排排长出列 裴婷雨低沉的声音 明显充斥着不满清点各排人数 将目前还没到的人报上来 几名排长开始各自清点人数 这一统计才发现 有近乎三分之一的人还没到 从前使连掌管理六连的时候 对于早操缺勤的行为 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所以导致后来越来越多的人迟到 甚至直接不出操 裴婷雨的眉头越皱越紧 她副手在对裂前夺了两个来回 然后停在了私央面前 你 初恋 私央一正 这就要开始虐她了 她钻紧手心 上前一步 倒要看看 她想怎么替她表妹找回厂子 裴婷雨指向进出操练场的路口 去那边等着 等会儿有一个算一个 来了的都给我拦下 私央微微愣神 她这是叫她去堵住那些迟到的人 就这样 原以为她要出招了 结果是她想多了 私央刚跑到操练场边 白田和高梦晴等人 就不慌不及的来了 高梦晴一看 私央被单独拎出来罚战 就露出了得意的吃笑 活该 让你敢打我们耳光 别理她了 我们走 白田厌恶地看了私央一眼 拉着高梦晴就要走 站住 私央忽然伸手拦住了他们 你干什么 高梦晴怒吓 私央温声道 连长有令 出操迟到者 一律留在这里 等候她处理 高梦晴屁腻的眼神弯了私央一眼 我看你有病吧 田田可是我们裴连长的亲表妹 你觉得裴连长会处罚她吗 私央只冷笑一声 不做任何回应 虽然她不确定 裴婷宇是否舍得教育她表妹 但那不关她的事 她只负责拦人 你们站在这里干什么 乔震刚一边打着哈欠 一边走了过来 陈自强跟在后面 边走边整理狗皮帽子 因为这里有条狗拦路呗 高梦晴讥讽讽到 乔震刚往上一凑 就看清是私央将他们堵住了 剑员 你是不是没睡醒 好狗不挡道 赶紧滚 乔震刚怒骂 你一只瞎了眼的舔狗 在这里乱费什么 比见你那秦真真 才是贱人帮第一人 你滚不滚 不滚 老子揍你信不信 乔震刚扬言 便举起了拳头 私央冷笑勾纯 你那么能耐 上裴连长跟前叫消选 是他要我拦住你们的 你以为我会怕他 乔震刚不屑地咧起嘴 怕他二字咬得格外响亮 他一掌掀开私央 就急于去找裴婷宇 证明他的能耐了 他之前连退伍老兵 使连长都不怕 又岂会把一个 比他们大不了几岁的 小连长放在眼里 原本被拦住的 二十几个人 一看乔震刚都走了 也纷纷想跟着 绝地的口子涌进去 可就在这时 却听操练场中 传来一声赤吻 叫睡好了 裴婷宇大步朝乔震刚 走了过去 乔震刚笑得漫不惊心 我说裴连长 你差不多就得了 何必 轰 裴婷宇突然抬起一脚 就直接把乔震刚 踹倒在地 这重重一脚 让他五脏六腑 都跟着震马了 操练场上顿时安静下来 恐怖的低气压 令人不敢呼吸 看到这一幕的 所有人都傻眼了 包括私秧在内 而白田和高梦勤 等一众迟来的知青 更是直接定在了原地 那边 倒地后的乔震刚 心头竖然腾起一股怒气 为保颜面忍痛爬了起来 你凭什么动手 轰 裴婷宇二话不说 又是一脚 将他踹得向后 跌出去一鸣院 这下 乔震刚捂着胸口 话都讲不出来了 只有痛苦的表情 汗在脸上 就这点能耐 谁给你的脸 冲我叫嚣 裴婷宇垂眸嫌弃的眼神 撇过乔震刚后 落到了一群迟到的人身上 来 下一个 可此时 一群知青早已吓得几成一团 谁还赶上去找打 思扬暗暗勾了勾唇 不禁在心中 为这位新连长 摇旗呐喊 这裴婷宇可以的呀 为你狂刷666了 继续继续 再来两脚 第零19章 他六亲不认 裴婷宇毫无预兆的杀鸡警猴过后 整个操练场都在恐惧中沦陷了 原本在跑操队伍中无精打采的人 此刻都纷纷像是上了发条 根本停不下来 而那二十几名早操迟到的知青 则另外站成了三排 等候接受处罚 田田 裴连长怎么这么凶 他以前就这样吗 高梦琴压低声音问白田 白田略有不满地挪着嘴 在他的记忆中 裴婷宇虽然偶尔会开些小玩笑 甚至讲些婚笑话 却一直都是个绅士体贴的大哥哥 他也是第一次见他踹人的样子 我不信他会惩罚我 别说了 过来了 高梦琴碰了碰白田的手 是一塌裴婷宇来了 此刻天已大亮 四央终于能看清裴婷宇那张脸了 他眉病刀才 心目如炬 五官线条流畅清晰 真是张完美的剑膜脸 若不是他的脸是健康的麦牙色 那就真可称得上狼艳独角 事无其二了 而此刻在他身上展露无遗的 是一股军人才有的坚毅与灵力 四央的目光在达到目的后 迅速从裴婷宇脸上收了回去 你可以归队了 裴婷宇淡淡瞥了眼四央 示意他可以走了 是 连长 四央进了个军礼 转身很自然的 跟上了跑操的队伍 后面的白田和高梦琴 看到裴婷宇居居然就这样 把四央放走了 顿时气得咬牙早吃 昨晚他们找到裴婷宇后 就把秦四央庆祝难说的罪行 在他面前控诉了一遍 裴婷宇把脚料在火炉上 一边听着他们滔滔不绝的指控 一边密谋抽烟 直到他指尖的香烟快要燃尽 他们才抱着一堆好吃的军用罐头离开 而当时裴婷宇也答应了白田 会狠狠给秦四央一次教训 让他摆正位置 接受再教育 可现在看来 他压根就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四央一边跑步 一边有意无意的瞧热闹 他也没料到 这裴婷宇就这样放过他了 不知道是他觉着以后来日方长 亦或是有什么旁的原因 不过 他现在更想知道 他会不会对白田法外开恩 裴婷宇阔步来到白田所在的队列前面 停在了白田正前方 白田满是稀奇的大眼睛里 立马亮起了一团光 他眼巴巴看向裴婷宇哥哥 我 昨晚的肉罐头吃了吗 裴婷宇深邃的眼色中 一出一丝浅淡的温柔 白田原本还绷紧的神经 请客放松下来吃了呀 可好吃了呢 裴婷宇眸色一沉 脸上的温柔骤然无踪 那你今天不用吃早饭 三百个深蹲即刻开始 什么 白田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裴婷宇不再看他 而是抬手看了看表 神情有几分不耐 男之亲三百个俯卧撑 女之亲三百个深蹲 什么时候完成 什么时候解散 裴婷宇说完 见一群人还处着不动 历生喝道 还不动起来 都不想吃饭了是吗 所有人被他这一嗓子 吓得一个机灵 赶紧拉开身具 各自领发 唯有白田挪着嘴 含泪呆站着不动 怎么 等着我教你怎么做 还是觉得三百个太少 想搞特殊化 那你就十公里负重跑 裴婷宇说完 叫来副指导员 负责监督他们 然后吹响了早操结束的哨子 白田无地自容 万般委屈 望着他离开的背影 哭得梨花待雨 白田同志 快些动起来吧 可有十公里呢 准时出操的兵团知青们 解散了 私央再去食堂的路上 扭头看向边哭边跑步的白田 十公里 还要负重十公斤 好吧 这种训练强度 对一个娇滴滴的城里小姐来说 够他喝一壶的了 真没想到这个裴婷宇 居然是个六亲不认的变态 不过这变态他喜欢 食堂南侧的窗子 正对着操练场 私央和张小娥 各自打了早饭 坐到了窗下的位置 他们若无其事地 瞥了眼在操练场上 痛苦乌业的一群人 好几个女知青都哭了 汗水掺着眼泪 从面颊上滑落 专门为吸引 裴婷于所装的荣泉花了 这些迟到的女知青中 除了个别仗着自己 和连长有关系 认为可以无视兵团 规章制度外 其他都是在宿舍里 描眉抹唇 耽误了出操的时间 三百个深蹲 对平时没有参加过 训练的女知青来说 无疑是场极限挑战 高孟琴勉强做了五十个 双腿就抖成了筛子 后背也直不起来了 他看向越跑越慢的白田 原本他还寄希望于 让白田跟裴婷于说说 把他从养猪场 调回值班分队 现在这情况 根本不可能 这个裴婷于 简直是个六亲不认的恶魔 高孟琴在来支边前 父亲就承诺过 只要他半年之内 拿到兵团先进个人的荣誉 就会让他提前回城 可前几日 他接到了父亲 从驻守的海岛 打来的电报 原来是家里知道他误伤战友 险些闯下大祸的事了 父亲非常生气 不仅严厉斥责了他 还收回了之前的承诺 让他在兵团继续接受教育 直到他满意为止 素来骄傲的高孟琴 要不是暂时失去了家里的支持 又怎会甘心淹没在白田的光芒中 可现在他清醒地发现 家里指望不上 白田也根本靠不住 他想要光荣地摆脱这鬼地方 还是要靠自己 97 98 高孟琴蹲到第98次后 再也站不起来 就在他要跌坐在地时 一只有力的大手 忽然抓住了他的肩 不行了吗 温柔的声音 向风波动琴弦 是薛斌 斯扬 快看英雄就美 饭桌上 张小鹅扬了扬下巴 兴奋地盯着操练场 斯扬一边啃着杂粮窝头 一边用眼角的余光撇 像高孟琴那边 倒不是他不爱看热闹 主要是此刻食堂里 有另一双眼睛 正在观察他 军人的直觉是很敏锐的 尤其是斯扬这种精英 队里出来的人 不夸张帝说 背后就像是有双眼睛 他回头去看那双眼睛的主人 就正好和裴婷宇对视上了 是他 他看他干什么 是想着 要替白田 怎么虐他吗 看来他不能松懈太早 这个裴婷宇 会一视同仁的处罚白田 并不意味着 就会放过他 短暂的两秒后 两人各自若无其事地 收回了视线 裴婷宇复杂的目光 再次停留在斯扬的背后 秦斯扬吗 他这张脸 怎么好像在哪见过 滚滚掉落 薛斌眉头青醋 这大庭广众 他也不便与一个女之亲 过多接触 我去跟连长说说 看看今天的惩罚 能不能适当减轻 薛斌说完 转身朝食堂走了 来到食堂 薛斌一眼就找到了 浊然不群的裴婷宇 他过去拉开 他对面的凳子 坐了下去 从前薛斌在六连 颜值算是最高的 但现在和裴婷宇同框后 瞬间便暗淡无光 成了很普通的存在 连长 他们都是些不懂事的小孩子 你看这罚的也差不多了 是不是就让他们来吃饭了 裴婷宇文言 淡淡勾起一次唇角 放下筷子后 看向薛斌的眼神中 露出意味不明的皮笑 谁说不是呢 所以才要趁着还小 狠狠收拾 薛斌面露担忧 但是不让吃饭 又过量体罚 会不会太过了 裴婷宇没有急着回答 而是从大衣外侧的口袋 掏出包香烟 敲出一根后前 在骨节分明的指尖 却未点燃 他脸了脸狭长蕴剑的毛子 风锐清俊的面旁 露出玩味的笑意 我总算知道 屎连长的腿 为什么会断了 断得不冤啊 看看你们 把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贯成什么德行了 兵团是带兵的 不是带娃的 你去告诉他们 想吃饭 凭本事 薛斌被裴婷宇噎得一时失语 几次还想再说什么 却都又咽了回去 裴婷宇起身点上烟 消然而去 这一幕 被一旁的私殃看了得真切 不得不承认 这裴婷宇的个性 他是真的很欣赏 薛斌头碰南墙 扫眉搭眼出去时 高梦晴眼中那团期望的光 又一点点暗淡下去 最后 除了十几个人咬牙坚持完以外 已晕倒六人收场 白田也在晕倒的那几人中 最后被人抬回了宿舍 暂时休息 高梦晴倒是含泪咬牙 死撑到了最后 只是三百个深蹲坐完 他连正常走路都不行了 本以为受完罚 就可以回宿舍休息 乃至裴婷宇又安排他们去 煤厂搬运干食 忍无可忍的高梦晴 再次找到薛斌 想要反抗裴婷宇的暴行 之前被裴婷宇两脚 踹掉了自尊的乔正刚 也直接跑去了团部 他要去找团部首长告状 控诉裴婷宇虐待之亲 可是很不巧 团正部办公室 一个人也没有 他在门外喝着北风 蹲了半天 最后只得灰头土脸 信心离开 而他不知道的是 他前脚刚走 他要找的人 就一个接一个地冒了出来 其团长无奈地叹了口气 这群刺头 就只有裴婷宇那头野狼 才治得住 私央仍旧去放羊 张小娥也和冯医生 在打理马号 昨天才出生的羊膏 抗寒能力不行 私央便抱着他 往山坡上走 羊妈妈担心孩子 被抱走 一直在他后面紧紧跟随 到了放牧的山头 私央从空间取出 从琴珍珍柜子里 拿出来的棉袄 撕掉袖子后 套在了羊膏身上 有了棉袄保温 私央放心多了 小妖 快去找妈妈吧 这是她给羊膏取的名字 她又白又软 像天上的白云 白云悠悠 飘然自在 这是她的西季 看着羊妈妈 兴奋地领着小妖 回到了羊群中 今天阳光不错 她就把石头上的鸡血扶去 再从空间取出防潮垫铺上 随后抓出一叠瓜子 切了一个苹果摆上后 悠悠哉哉躺了上去 她一边嗑瓜子 一边算日子 香草陪铁牛去市里住院 已经过去十天了 香草前两日 拖司务长给她烧信 他们就这两日便回来了 而那批隔离的羊 也快行买释放 私养打算跟陪连长说说 香草回马号后 让张小娥来和她一起放羊 反正就算张小娥不来 连里也会安排其他人 与其根个不熟悉的人做搭档 不如找个知根知底的 省心 又舒心不适 只是她摸不透 陪婷宇目前对她的态度 她也不了解那个人 万一她还记着她山白田的仇 想给她穿小鞋呢 就怕到时候张小娥不给派 反而给弄一个智障四人组的成员 过来恶心她 所以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她不能去开这个口 这放羊 可真是份美差 私养正专心思考着 一道劣险低沉 又带着几分玩味的声音 从她身后传来 她扔瓜子科的手 僵在了半路 目光一点一点往后移 不出所料 是裴婷宇 裴婷宇唇脚勾着几分疏离的浅笑 一步步走到了 正摆着美人沃姿的私养身旁 私养慌忙坐直了身子 朝着她尴尬 而不失礼貌地干笑一声 脸长 客瓜子吗 这人怎么回事 脸里迫失一堆不去管 偏偏跑来盯她这个放羊的 看来来者不善 裴婷宇的目光 扫过她身旁的果盘 又落回到了她脸上 女孩额旦脸心人眼 眼尾下方有颗小小的朱砂痣 为这张上显稚嫩的脸庞 添了一抹独特的轻猛 杨树林里那两个间谍 是你抓住的 她的语气不及不徐 平淡柔和中 甚至带着几分欣赏 私养神色一顿 她怎么问起这个 细气推敲 最大的可能是 那两个间谍被审讯后 详细供述了她 暴虐他们的过程 不过她当时早有防备 她在将人打到失去意识之前 其实是戴了面具的 就是为了防止他们 将她招供出来 让人猜疑她的身份 耽误她安静放羊 那两个间谍 供出了揍他们的神秘女人 裴婷宇虽然怀疑 却还不确定 那就是她 因为间谍们的伤势 不会允许他们活太久 根本来不及当面 指认她的身形 所以他们应该早死了 当然了 私养故意露出得意的笑容 详细说说 裴婷宇陡然坐到了 她身边的石头上 温软的语气 好像再哄一个小孩 私养眸子一转 做出惊魂未定的模样 连长 那天真是太可怕了 你都不知道有多吓人 要不是我聪明 就该被那两个人杀死了 讲重点 裴婷宇的谋色暗了暗 重点就是 我运气好 把那两个冻僵的坏蛋 一顿棍棒招呼 然后绑了呗 可他们身上最致命的是刀伤 裴婷宇的语气 舒然冷冽 私养原本还会声会色的表情 陡然僵硬一瞬 是刀吗 我 我都忘了 他说完再傻笑两声 那样子像急了一个 想抢人功劳的蠢蛋 你去林子里时 有没有碰到任何可疑的人 比如一个手臂有伤的女人 裴婷宇说着 忽然一把抓起她的右臂 将她从石头上拽了起来 她的脸上没什么表情 手镜却是不小 疼得私央一阵发麻 私央故作娇弱尖叫一声 脸掌 你抓疼我了 她说完 就可怜巴巴的欲要挣脱她的手 裴婷宇慢慢松了力 锐利的目光 瞥了眼她的手臂 见无异常后 又换了张冷漠的脸 好好放你的牙 私央含笑 面向她离开的背影 保证完成任务 直到裴婷宇彻底消失在山坡上 她脸上的傻笑 才骤然收敛 果然是怀疑她了 一个将两名受过特殊训练的间谍 打至半死的神秘人物 的确很可疑不是吗 显然 裴婷宇的身份不一般 她来六连的目的 应该并不单纯 第021章 裴婷宇的背景 私养早前去救香草时 本来就留下了诸多经不起推敲的疑点 只是当时史连长等人 一心急着救人 就全然忽略了 好在她有治疗外伤最好的药 现在手臂上的伤 已经愈合了七成 不然 刚才被她这样一抓 直接就暴露她 便是那个身份可疑的女人了 不过 通过她刚才的刻意引导 裴婷宇应该已经相信 两名间谍不是被她中伤的了 她甚至装作 连那两名间谍身上 是刀伤 还是棍伤都不清楚 她只是为了贪功 虚荣地将抓住间谍的功劳 强揽到自己身上而已 没错 裴婷宇此刻的确是这样定论的 她推断秦司秧在碰到间谍之前 他们就已经被一个神秘的女人 打成重伤了 她不过就是 捡了个大便宜 傍晚时候 司秧赶着羊群回了牧场 就去找张小鹅 一起回宿舍 刚到马号 就见冯医生正面对面 帮张小鹅吹眼睛里的沙子 两人距离很近 男人目光专注 女孩面色涂红 画面莫名暧昧 司秧收回迈出的步子 站在了草垛后面 看来还是别冒然拉张小鹅 陪她放羊了 万一生生拆了人家一对鸳鸯 就醉过了 司秧 张小鹅无意中 看见了站在不远处的司秧 慌忙退后一步 和冯医生拉开了距离 你的是做完了吗 我们回去吃饭 司秧若无其事道 哦 好 张小鹅里了屡发丝 羞怯的目光 快速扫过冯医生 那我们先走了 好 待会儿见 冯医生笑容腼腆 两个女孩并肩走在 铺着积雪的小路上 司秧按了按眉心道 香草快要回来了 张小鹅的脑子 好像有些卡顿啊 哦 到时候 他们兄妹肯定还是要回马号的 你和冯医生 司秧有意欲言又止 张小鹅这才反应过来 她盲冲司秧白手解释 我跟冯医生 就是普通的战友关系 不是你想的那样 真的吗 司秧憋笑 当然是真的了 你忘了兵团不允许谈恋爱吗 司秧挑眉坏笑 我自然是没忘 忘记的好像是某位同志吧 我 我怎么了 张小鹅肉眼可见的心虚 司秧走上前一步 懒懒回应 你没怎么 就是不打自招了而已 张小鹅停下脚步 回想着自己刚才说过的话 耳根陡然烧得滚烫 司秧只是说 香草兄妹要回马号 她和冯医生自然要离开 并没说他们之间有什么 她这突兀的一解释 可不就是不打自招吗 张小鹅赶忙追上去好泱泱 你可不要胡乱说啊 我跟她真的没什么呢 两人回到宿舍 各自拿好饭盒 准备去食堂 白天被裴婷语抓了次包 所以司秧下午 就没在外面开小灶 而且 总不去食堂吃晚饭也不行 他们正要出去的时候 正好碰上了 从美厂回来的高梦勤几人 他们相互搀扶着进来了 这间宿舍里的八个人中 除了司秧和张小鹅外 剩下六个全授法了 因为他们都想 仗着和白天交好 裴连长自不会为难他们 乃曾想 裴婷语根本就是六亲不认的 这一下真是吃大亏了 此刻 几个人那副惨样 就跟刚从黑莓窑逃出来似的 满头满脸都是煤灰 发便歪斜凌乱 甚至衣裳都刮破了 高梦勤或许是后背太痛 在和司秧擦身而过时 拖着腰比他矮了一截 高梦勤弯了司秧一眼 却没有说话 狼狈地扶着柜子 一步步往抗边挪去 司秧看着他生不如死的样子 心里格外畅快 走走走 赶紧去食堂 今天我要多吃两碗饭 司秧刚关上门 宿舍里就开始叫苦连连 呜呜 我的手全是水泡 我想回家 我的腿动不了了 腰也快断了 高梦勤看向白田的床位 白田没在宿舍睡觉 也没去没场 看来裴连长 还是对他手下留情了 他勉强脱掉最外层的棉袄 直接倒在了炕上 全然顾不得脸上那些煤灰了 一定要坚持下去 他攥着颤抖的手 看着屋顶的眼神有些无力 早上的时候 他去找了薛斌 问他难道裴廷宇这样折磨他们 就没人管吗 薛斌的回答令他错愕 这段时间你们最好安分些 只要严格遵守兵团纪律 裴廷宇就不会发难的 可他的体罚行为 未免太狠了 这符合制度吗 我一定要向团部举报他 薛斌无奈 没用的 团部管不了他 他是师部专门请来的人 那他到底是什么人 团部还不能管他 高梦勤皱眉怀疑 还记得早前史连长跟你们提过 关于兵团要组建武装团的事吗 高梦勤说 聪明不聪明 说笨也不笨 很快就反应过来了 他是野战军的人 对 裴廷宇是从正规的野战军部队 临时调来的 他所在的二十九军 被称为北域猛虎 全军都是王牌精锐 他治兵自然严谨 他是个现役军人 难怪那么凶 高梦勤胡伦低男 乔正刚他们上次险些跑出边境线 加上你们在杨树林闹出的动静 都惊动了师部 他们派来裴廷宇 就是为了管教你们 顺便要为组建武装团 选拔合适的人 高梦勤豁然原来是这样 他看似在体罚我们 其实也是在挑选进入武装团的苗子 薛斌语众心肠 如果你们想进武装团 就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高梦勤正是得知了这其中的原因 这才心甘情愿去了煤厂 因为从没吃过今天这样的苦 几个女之星晚饭都没吃 一沾炕便睡着了 私养选了份白菜猪肉炖粉条 外加两个白面馍馍 就和张小鹅一起坐到靠边的位置 吃了起来 张小鹅一落座 就忍不住笑了 昨天晚上 白天和高梦勤 在你面前尾巴都敲到天上去了 结果今天被整得那样惨 我都替他们尴尬 他们这就叫自作孽不可活 私养说着 夹起一块五花肉 放进了张小鹅的饭盒里 主要还是 咱们裴连长政治觉悟高 立场清晰不护短 张小鹅说到裴婷雨 眼睛都亮了起来 不护短的来了 私养抬了抬下巴 看向食堂大门方向 裴婷雨身姿挺拔 一进来后 整个小食堂都莫明显的逼着起来 原本还算热闹的氛围 也骤然静若寒蝉 私养正欲收回视线 就看见了裴婷雨身后 还跟着明显哭肿了双眼的白天 第022章 乔正刚又挨揍了 裴婷雨拿着两个饭盒 走向了打菜区 白天则像只受了委屈的小猫 缩着肩膀 坐在了一旁的空位上 不多时 裴婷雨打好饭菜 走回了白天所在的位置 他将其中一个饭盒 放到了他面前 再把筷子递给他 快吃 白天气鼓鼓地侧过脸 我不饿 你确定不吃 裴婷雨平淡的语气 有几分冷素 白天一天都没吃饭 这还是今天的第一顿 饭盒里有肉有蛋 香气好像比从前 任何时候都要诱人 他吞咽了下口水 却还是没有要动筷子的意思 显然是 还在为受罚的是闹脾气 就等着人说好话哄嘛 可裴婷雨却丝毫 没有要惯着他的意思 他竟伸手 将他面前的饭盒收回 直接扣上了盖子 不吃饭 就回去写一份检讨 明天早操时交给我 白天一听 陡然占红了脸 我不写 白天 兵团是讲军规法纪的地方 你念过书 该知道另行禁止是什么意思 想闹脾气 使性子就滚回家去 裴婷雨的语气冷淡 越往后便越不耐 而裴婷雨说了这么多 白天却只听到了一个滚字 他那憋了满腹的委屈 再也不受控制的夺况而出 捂着脸就跑了出去 裴婷雨不理他 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敲了敲 乔热闹的目光正往回撤 就和裴婷雨的视线撞上了 食堂里的气压很低 此刻却又多了一份尴尬 他急忙转过脸 用背对着他 快吃 私央催促对面的张小鹅 就在两人埋头加速扒饭时 裴婷雨却来到了私央身后 你们跟白天一个宿舍 是的 连长 两人立刻站了起来 带去给他吧 裴婷雨将饭盒放在了私央旁边的桌子上 知道了 连长 两人一口同声道 裴婷雨没有停留 转身穿过缭绕的烟圈 留下一阵类似沉香木的香气 私央和张小鹅吃饱后 洗好饭盒就回了宿舍 还没进去 就听到里面传出 有人安慰白天的声音 裴连长还是关心你的 只是碍于兵团的纪律 要是他当众包庇你 那他还怎么管理 连对其他人 我们从小吃一锅饭长大 他居然一点情面都不留 以后我再也不理他了 白天仍旧觉着委屈 直到私央进去后 围着白天安慰的几人 这才散开 他们看着私央走近 各自眼神中都擒着敌意 他们总感觉 私央在嘲讽他们狼狈的样子 越是这样想 就越是心有不甘 同住一间宿舍 凭什么就他和张小鹅没受法 私央无视了他们不满的目光 静止过去将饭盒拍在了白天的桌上 这是裴连长让带给你的饭 我不需要你加好心 白天排斥的语气有几分尖锐 私央淡漠的眼神带着不屑 你别自作多情 我只负责完成上头的指示 你爱吃不吃 关我屁事 白天手心的指甲 都快戳进掌心的肉里 这勤私央果然不是个好东西 这一晚 私央和张小鹅睡得很香 可另外几个人就没那么舒服了 腰酸背痛 使他们翻身都困难 更惨的是第二天 在早操哨声响起时 他们的腿疼得难以动弹 好几个娇气的女只 轻边穿衣上边掉泪 可谁都不敢耽误时间 咬牙也要准时爬到操练场 集合时间快结束了 私央跑向队列中 就看见了站在场边的裴婷雨 她在操练场上的时候 是比较冷肃的 脸上基本没什么好脸色 那感觉仿佛看谁都像废物 虽然吧 这队伍里的确智障不少 但是被她这样鄙视 私央还是感觉莫名不爽 磨蹭什么 八十岁的裹脚太太 都比你们挪得快 裴婷雨那好听的声音 喊着难听的话 最后一个跑向队伍的人 屁股上还挨了她一脚 这家伙真是一言不合就踹人 裴婷雨迈开长腿 来到了队列正前方 居高临下的 扫射了一圈队列 立正 她高声下达指令后 开始报数 报数完毕 今天早操全连都到齐了 没有一人迟到 裴婷雨的嘴角 扯起一抹弹幕的浅笑 看来昨天的体罚还是有用的 你们也不是无药可救的蛆虫 只是吃硬不吃软的蠢蛋而已 你凭什么辱骂革命知识青年 你是连长就能指手遮天吗 现在不是旧社会了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会有反抗 就在裴婷雨准备下达新的指令时 一道不服气的怒声骤然响起 所有人都寻声看去 就见乔震刚攥紧拳头 从队列里挤了出来 身后陈自强本想拉住他 却被他一掌甩开 乔震刚这种一身反骨的人 怎可能就因为挨了两脚便服软了 他可是学校拳击赛的冠军 上次会被裴婷雨踹倒 纯粹是因为没有做好准备 今天裴婷雨别想 还能在他身上占到便宜 哟 这不是我们的头号大傻子吗 裴婷雨看着气势汹汹的乔震刚朝他走来 不仅没训斥 反而笑了 你妈谁呢 这群傻蛋怕你 我可不怕 乔震刚抱吼着瞪了眼对猎中的人 这意思很明显就是讽刺他们没用 不敢团结起来反抗裴婷雨的压迫 裴婷雨淡默的眼神扫过乔震刚握了又松的拳头 唇角默然勾起一抹玩味的皮笑 练过 乔震刚扯起骄傲的唇角 清风中学连续两年的拳击冠军 裴婷雨看乔震刚的眼神 就像是野狼在调教自己的小崽子 想跟我练练 怕你不成 乔震刚面对比自己还要高出小半个头的裴婷雨 气势上明显没有优势 但现在已经挺身而出了 也就没了退路 裴婷雨一勾掌 那就来吧 乔震刚将积蓄了两天的怒意 在寝客间爆发出来 抡起拳头就挥向了裴婷雨的下颌 然而不动声色的裴婷雨 一个四两拨千斤般的拨挡就卸了他的力 还反手一个过肩衰 就把他狠狠扔了出去 轰 他重重砸在地上的瞬间 地面仿佛都颤动了一下 看得对裂众人一阵哆嗦 乔震刚不相信自己会输 刚才一定是哪里没发挥好 他咬牙再次站了起来 又一次扑向裴婷雨 裴婷雨淡定地看着他 那样子就跟看傻子似的 乔震刚的拳头猛地轰了过来 可却被裴婷雨一掌包握 下一秒 裴婷雨一记直拳直轰他面门 轰隆 乔震刚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男之亲命令到 把这傻子抬去卫生室 第零二三章 看望香草兄妹 乔震刚被抬走后 裴婷雨重新将目光投向队列中 只是他的目光落在哪 那里的人就会忍不住站立 还有谁不服气吗 裴婷雨收回目光后 温身开了口 队列中静若寒蝉 裴婷雨继续开口 只是声音却多了几分冷意 有件事昨天就应该通知你们 可是你们明显对我极不尊重 我上任的第一天 就用迟到甚至缺情来迎接我 他的目光在司阳脸上短暂停留时 司阳发现 这个人的脾性真是捉摸不透 果真意正意邪 时好时坏 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在想什么 我只奉劝 你们不要自找苦吃 从前在使连长手下不知收敛 如今遇上我 就是你们的报应 全体都有 向左转 哄 裴婷雨的指令还没下达完 队列中就忽然有人倒下了 连长 白田同志他晕了 队列中顿时乱成一团 裴婷雨却神色自若 他不紧不慢地走向晕倒的白田 人群自动为他让开了一条路 白田蜷缩着侧躺在地上 头发遮住了眼睛 裴婷雨紧紧瞥了他一眼 转身就到 颇醒 散乱的队列哗然一片 都在低声嘀咕 裴婷雨太不尽人情时 副指导员就真提了铜水过来了 然而不等他把水浇下去 白田竟突然坐了起来 阿头好疼 我刚才怎么了 裴婷雨的语气淡漠 却透着凌厉的锐气 白田 你多跑十圈 白田一听 那委屈的痛苦面具 骤然汗在了脸上 本以为庄于能被送回去休息 结果居然没蒙骗过去 反而弄巧成桌 裴婷雨下达了长跑指令后 独坐在操练场中央的椅子上 交叠起长腿 王雪堆上一撂 开始闭目养神 长长的队列 围着他转了一圈又一圈 直到天色完全放亮 早操结束的哨声吹响 除了白田外的其他人 都解散去了食堂 裴连长好可怕 亏我还觉得他好看 他这么凶残 以后能找到媳妇吗 小声点 当心让那活颜望听见 再罚你多跑十公里 不要啊 突然好怀念 使连长在的日子 果然幸福都是短暂的 一路上 都是一轮裴婷雨的声音 四扬 你说裴连长是怎么知道 白田他是装晕的 张小鹅挽住四扬的胳膊问 四扬淡淡弯唇 因为他的演技太拙劣了 白田晕倒的姿势 将自己保护得太好 身子还在有意识的蜷缩 有脑子的人都能看出来 那是装的 何况昨夜 四扬刚入睡 就闻到一股饭菜香 他睁眼就看到 白田在把裴婷雨 托他送来的饭盒 放在炉子上加热 他吃得别提多香 吃得下睡得着的人 哪有那么容易晕 不过这白田明明手握团宠剧本 不该这么做才对 看来这装晕的戏码 怕是有人教的 俗话说 跟好人学好人 跟着师婆学假神 这个傻白田 要被高梦琴那火人带歪了 偏自己还不自知 四扬吃过早饭 便去牧场放羊 今天中午是香草兄妹 出院回家的日子 他约了张小鹅 一会儿去探望他们 羊群赶到山坡上后 他让安妮负责放牧 他则趁机进入了空间 按照空间内的时间 距离他上次播种农作物 已经过去两月有余 他决定去园子里看看 能不能采摘到成熟的蔬果 一进空间农场 他就欣喜不已 从乾光秃秃的土地 已经是绿意盎然 小麦苗长是喜人 像一块绿油油的大地毯 旁边的蔬菜地 也给了他大大的惊喜 辣椒和西红柿都成熟了 硕果雷雷 红的 绿的 半红带绿的都有 黄瓜刚过花期不久 但也接了几条堪堪能吃的 长豆角也密密麻麻挂了不少 旁边多出的一块小地 他当初随手撒了一把 不知道是什么蔬菜的种子 现在长出来 才发现是莴笋 因为当初没有云苗 所以长得挺乱的 私养把莴笋全部拔了出来 然后又采摘了两大篮子辣椒 他种的是现椒 辣度适中 适合做辣椒酱 作为一个无辣不欢的西南人 现在囚困在这北方人的身体里 饮食方面总觉得少了些什么 今天就出去给自己做上一罐下饭酱 红透的西红柿也采摘了一筐子 再就是豆角黄瓜等 成熟了的都摘掉 最后经过一番整理 他挑了些品项不太好的 丢出去喂羊 剩下的全部收紧了空间仓库 至于那片小空地也不能空着 就撒上了生菜种子 既然去看望病人也不能空着手去 他又取了两斤牛肉 再加一只鸡 勉强塞进篮子里后 再用不遮上 香草家在六连牧场北边的空地上 木头栅栏围起来的三开间泥草房 加上一间单独的杂物房 就是全部 房前的柴堆码放得很整齐 院子里的血也被清扫过 香草的妈妈信徒 虽然身体不是太好 但却是个讲究的人 兄妹俩不在家的这段时间 他把家里收拾得很干净 四杨不是第一次来这里 早在香草去医院陪铁牛住院的第二天 他就来看过单独在家的图妈妈 还给他送了三斤面粉 图妈妈看到丝央和张小鹅来了 单薄的身子早早就来到了栅栏门边迎接 阿姨 我们来看看铁牛 好好好谢谢你们 真是有心了 快进屋去 外头了 图妈妈看着两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 笑得满脸褶子 香草听到动静 就撒鸭子跑了出来 丝央 小鹅同志 欢迎你们 进屋后 丝央随手就把自己准备好的一篮子吃食 放在了灶台上 香草已经掀着门上的帘子 等他过去了 炕上的铁牛正靠着枕头坐在炕头 看到丝央后 他连忙就要起身 躺着别乱动了 丝央忙道 谢谢你丝央同志 这次要不是你 我这条命就没了 铁牛憨憨的抓了抓头 一边道歉 一边又不太敢看丝央的眼睛 丝央却想趁机训他几句 你还真是少见的傻 别人让你去死 你就去死的吗 你就没有想过 万一你就这样死了 香草和你娘要怎么办 铁牛回想当时的情况 钻紧了被子我 我当时受了伤 想着反正也跑不掉 还不如成全 放屁 你都没试试 怎么知道逃不掉 你记住 命要留给值得的人 丝央怒斥道 我 丝央 别说这些了 我们是来探病的 你怎么还训上了 张小鹅眼看气氛尴尴尬 赶忙提醒 丝央深吸口气 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火气 丝央同志说的对 我以后不会随便放弃 知道就好 不要自我感动 你以为你 为了救他们受了伤 抑或是死了 那些人会为你难过 他们只会觉得 那是你自己活该 秦思央同志这话 未免言之过激了吧 一道唇厚尘缓的声音 陡然在屋外响起 思央转头看向窗外 就见骆驼不羁的裴婷宇 正消然而来 第零二四章 白田道歉 他怎么来了 裴婷宇微微低头进屋后 屋子里很安静 气压有些低 他会按不明的目光 从私养脸上一扫而过 最后落在铁牛身上时 却温和了几分 今天路上还顺利吗 铁牛忙开口回应裴连长 你那么忙 怎么也来了 显然 铁牛不是第一次见裴婷宇了 原来早在铁牛住院时 他就已经以白田家属的身份 去医院看过他 我带白田来看看你 裴婷宇说完 将躲在身后的白田 一把拎了出来 不说话 哑巴了 此刻的裴婷宇 俨然就是个大家长 这是拎着犯了错的妹妹上门 道歉来了 铁牛同志 对不起 那天我们不该抛下你的 可我真的已经阻止过了 我没有办法 白田一开口 眼眶就红了 说完还不忘 重归重举地鞠了个躬 这事都过去了 再说 我也没怪你 铁牛看他道歉的样子 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了 真的吗 我就知道 铁牛同志心胸宽广 不会斤斤计较的 白田破涕为笑 转身就从裴婷宇手中 接过了带来的 一网兜橘子和洞篱 所以 白田同志 以后可得多交心胸宽广的朋友 随时都能拉出来当替死鬼 结局不就是轻则一句对不起 重则三根香的是吗 四央就是看不惯他 这副站在道德制高点 给别人戴高帽 为自己洗白的嘴脸 秦四央同志 你好像对我敌意很大 铁牛同志都原谅我了 你凭什么要出口讽刺 白田怒叫出声 就像只炸了毛的猫 四央的语气颇为伶俐 他原谅你那是因为他傻 我凭什么讽刺 是因为他的命是我就回来的 你能来这里轻飘飘的道歉 这机会是我给的 亭宇哥哥 你说话啊 白田被掖了个无言以搏 只得回头找裴亭宇求助 可裴亭宇却对此置若网闻般 说出的话反而令他更加难堪 他说得很对 是你有错在先 说你几句就该受着 四央听了裴亭宇这话 当即戏血般朝他投去了一道赞许的目光 而巧合的是 这目光恰好被他接住了 两人视线交汇的一瞬 又刚好被白田捕捉到了 你们白田咬着唇 直到口中溢出一丝心田 才知唇被咬破了 裴亭宇的目光始终不看他 只和炕上的铁牛 简单寒暄了几句 便准备离开 连长 吃了饭再回去吧 香草母女 热情地挽留裴亭宇吃饭 裴亭宇笑着婉拒了 声称连不还有事 他那副随和亲切的样子 与平时在操练场上 训他们的模样 截然不同 而香草母女 对裴亭宇有多热情 对白田就有多冷淡 在他们看来 白田就是险些 害死他们家人的凶手之一 所以脸色自然不会好看 白田也不想继续留下来难堪 跟随裴亭宇往外走了 斯扬和张小娥 也到屋檐下目 送这位尊敬的连长离开后 又才重新返回屋内 没了裴亭宇在 屋子里的氛围 瞬间轻松起来 香草一家极力挽留他们吃饭 盛情难却 他们干脆一起进厨房忙帮忙 母女俩见斯扬 又带来了牛肉和鸡过来 连忙谢绝好意 执意要他带回去 香草娘红着眼眶说 斯扬是他们一家的恩人 本该他们背里去道谢 哪有反让恩人提着东西上门的道理 斯扬无奈表态 声称就当是他拿过来加餐 和他们一起吃的 毕竟兵团没有私人厨房 也不便开小灶 母女俩这才肯收下东西 于是香草揉面 张小娥赶皮 斯扬调制馅料 准备包饺子 而香草娘就负责烧锅 牛肉白菜鲜的饺子煮了一大锅 饺子出锅后 香草又做了铁锅炖鱼 白花花的饺子 黄灯灯的鱼 这一顿堪比过年 滴在了小屋 很快被诱人的肉香填满 嗅着味儿来的妈 蹲在窗外的屋檐下 想讨一口吃的 几人围坐在温暖的炕桌边 满足地享受起丰盛的晚餐 饭后 斯扬和张小娥起身 要回牧场了 香草娘追到门外 硬要塞一大包东西给斯扬 轻布袋子满满当当 却看不见里面装了些什么 斯扬自然不会收下 三人一来二去地拉扯了一番 他最终还是成功溜掉了 张小娥倒是装了一盒 没吃完的饺子回来 斯扬看他乐滋滋的样子 就猜到这盒饺子 八成是要进那冯医生的肚子了 这几天在食堂吃早饭时 斯扬总发现 张小娥在偷看冯医生 而冯医生偶尔接触到他的目光后 也会对他回忆微笑 斯扬的洞察力很敏锐 这两个人目前的关系很暧昧 冯医生二十三岁 家住在集城下面的一个县城 距离他们兵团 有五个小时左右的车程 他身形高高瘦瘦 戴着斯文的方框眼镜 五官不算俊朗 倒也端正 兵团不允许知青谈恋爱 斯扬也不知道 他们会不会有结果 如果冯医生是个良人 张小娥要争取自己的幸福 他也是祝福的 凌晨六点 处早操的哨声准时吹响 斯扬条件反射式的穿衣下抗 他正刷着牙 张小娥就捂着肚子跑来了 斯扬我来倒霉了 偏偏这时候是真倒霉啊 快去收拾一下 实在来不及 我会帮你跟裴连长请一会儿假 斯扬道 嗯 张小娥忍着腹痛 往厕所跑去 斯扬洗漱完毕 梳好两条发便 还不见张小娥回来 他正准备去集合 就见同宿舍的舍友陈凤娇 急匆匆地找到了他 请斯扬 张小娥的秋裤脏了 让你帮他送条裤子 再带些卫生纸去 现在距离集合的最后时间 还有三分钟 他没有犹豫 立刻在张小娥柜子里 找出了秋裤 再拿上卫生纸 就跑向了女侧 他刚进去 就听到隔间里 传出张小娥的唾气 意识到不对 他大步过去一看 就见张小娥色缩成一团 头上全是水 一摞整齐干净的卫生纸 也湿透了掉在他脚边 是不是高梦晴他们干的 斯扬怒问 碰咚 女厕所的门 突然被从外面锁上 门外传来高梦晴得意的叫嚣 两个贱人 在里面好好享受吧 我们先集合去了 斯扬 他们是故意的 故意把我们关在这里 好让我们迟到被陪连长惩罚 现在怎么办 张小娥哭得更大声了 斯扬试着拉了拉门 纹丝不动 他扭头看向一旁 距离地面两米多高的小窗 心中有了主意 想坑他 简直做梦 第零二五章 贱人 来接招 早操集合的时间已经过了 斯扬却并不着急 他脱掉鞋子 一个柱跑 就爬上了高处那扇通风窗 张小娥看到这一幕 惊得汗不敢出 直叫他要小心 窗外有一棵光秃秃的树 他利用树干很轻松就下去了 不到三分钟 张小娥就听到女侧门外传来了响动 他兴奋地跑过去等着 以为马上就能出去时 却听到了类似啰嗦的声音 斯扬 是你吗 你开开门啊 门外的斯扬没有理他 在确认将门锁好后 他又趁着连里人都在出操 回了趟宿舍 然后才利用厕所旁的树 原路返回了女侧内 斯扬 你明明都出去了 怎么又回来了 张小娥急得打转 斯扬神色自若道 要是不想被裴婷宇折磨 你就老老实实按我说的做 现在集合时间早过了 就算赶过去 也逃不掉被处罚的命运 反而正中高梦晴的下怀 所以他要反其道行之 半个小时的早操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直到早操结束 斯扬和张小娥都没出现 高梦晴看到裴婷宇阴沉的脸 心里得意极了 白田从解散的队伍中跑了过来 凑到他耳畔低声问道 梦晴 你把他们困在厕所 他们找婷宇哥哥告状怎么办 高梦晴笑了 他告状 他有什么证据 能证明是被关起来的 我已经让人偷偷过去 把门扣取下来了 他们因偷懒缺情的处分来不掉的 那就最好不过 他那么坏 一定要受到惩罚 白田开心极了 俨然将自己当成了 惩恶除暴的女英雄 正好此时 他看到裴婷宇进了办公室 立刻追了上去 连长 白田有意端出了一本正经的姿态 上次裴婷宇郑重提醒过他 有外人在场时 不能称呼他哥哥 所以 他现在也和其他人一样 叫裴婷宇连长 裴婷宇坐到自己的位置上 声音沉缓又慵懒 有事 连长 我们上次不过是不小心迟到了一小话 你就狠狠惩罚了我们 秦思央这次直接早操缺情了 你打算怎么处理他们 不该你管的是少管 没事出去 裴婷宇语气不耐 白田一听 顿时弩嘴不满 上前就撑在他办公桌上 用质问的语气说 上次在香草家里 我发现你跟秦思央没来眼去 你该不会对他有什么非分之想 所以存心想要包庇他吧 裴婷宇幽深的谋色 骤然阴沉 你是不是皮痒 我 连长 听说女策那边出事了 指导员薛斌 火急火燎的跑了过来 白田一听女策两个字 就联想到 定和秦思央有关 高梦琴 不是神不知鬼不觉地 打开门了吗 会出什么事 不知为何 他莫名一阵不安 裴婷宇起身出了办公室 白田默默跟了上去 此时 女策外已经聚集了好些人 隐约还能听见 厕所里有人在哭喊 放我们出去 来人啊 裴婷宇和薛斌过去一看 就见女策门上挂了把锁 门被从外面锁上了 而里面的呼喊声 应该正是早曹缺勤的思央和张小鹅 谁干的 要是呢 指导员薛斌怒声 质问身旁围观的女知青们 可却无人回应 裴婷宇没有说话 过去拉拉拉锁头 随即退后两步 抬脚踹门 砰 一脚下去 门扣已经快要垂脱 砰 又是一脚上去 固定门扣的螺丝 彻底掉落了 女侧门被推开 狼狈的思央和张小鹅 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中 二人全身都被泼湿 头发被抓成乱鸡窝 脸上更是泪水连连 裴婷宇谋色阴沉是谁干的 思央细精上身 当即朝裴婷宇 投去了一道 弱小又无助的眼神 呜 连长 是高梦琴他 带人霸凌我们 还故意 把我们关在里面 好让我们受罚 呜 就是高梦琴 就是他带人欺负我们 张小鹅哭的真切 半分不假 裴婷宇会暗不明的目光 把思央从头到脚缩寻了一番 只低声道 先去把衣裳换掉 思央收起从牡底 一闪而过的笑意 心中问候起了高梦琴 见人 来接招吧 高梦琴刚在食堂靠窗坐下 准备在思央上次 看他们笑话的位置上 来欣赏思央的狼狈 可才坐下没两分钟 就有人来通知他 说 裴连长叫他去办公室 高梦琴没想太多 只想 是不是通知他武装团考核的事 他没心情继续吃饭 起身就去找裴婷宇了 可一进连长办公室 就看到了思央和张小鹅也在 他原本激动的心情 瞬间凉了一大节 转而升起一股不安 连长 你找我 裴婷宇口中吐出一个白色的烟圈 密谋平淡的注视着 已经把心虚写在脸上的高梦琴 解释一下吧 我不知道解释什么 高梦琴演技拙劣 却还要继续装傻 那就是承认了 裴婷宇垂眸 打亮他的眼神中 满是威压 我承认什么 我什么也没做呀 高梦琴越来越慌 眼神更是四处闪躲 你把我们关在厕所里霸凌 然后还把门锁上 好让我们像你们当初那样受到惩罚 你这样的人 真的适合留在兵团吗 四央说完 转眸看着裴婷宇 模样真是无助级了 我什么时候把你们锁在厕所里了 明明是你们 自己想偷懒不出操 高梦琴怒声反驳 我们自己偷懒 你在搞笑吗 你告诉我 我们要怎么在厕所外面 挂一把锁把自己给锁上 四央高声质问 我怎么知道 反正不是我干的 明明就是你 你还不承认 有你这样的女儿 你还岛上助手的爸爸 都快把海水都哭闲了 哈裴婷宇一时没绷住脸 直接笑出了声 就在高梦琴抵死不认时 新上任的女兵排排长 已经从高梦琴的宿舍里 找到证据拿了过来 连长 这两把钥匙 是在高梦琴同志的柜子里找到的 裴婷宇接过钥匙 在拿起桌上的挂锁 插进去轻轻一拧 锁开了 空气陡然凝固 高梦琴彻底猛了 你还有话说 裴婷宇气冷淡 却暗藏锋芒 眼看形势不利 高梦琴怒叫出声 这不可能 我只是把门扣搭上了而已 根本没有挂锁 可他刚喊完 才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 是的 他承认了自己的霸凌行为 而按照兵团规定 凡还在接受政治思想教育期间的兵团战士 继续违反兵团纪律的 一律开除处理 没错 高梦琴这次注定要离开兵团了 这回他爸爸也无能为力 那个帮助高梦琴 引私央去女侧的陈凤娇 不仅被扣掉三个月补贴 还要接受全联批斗 私央要么就不出手 一出手 就必须一击毙中 第026章 原男主现身 裴婷宇致电团部说明了高梦琴的情况 上面决定按照兵团规章 向他从兵团开除 高梦琴从连长办公室离开 回宿舍时哭了一路 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的计划才开始萌芽 却已经就此结束 父母好脸面 就这样回去 他会成为全家的耻辱 孟琴别难过了 我也不知道 事情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那个琴私殃 肯定是手段了 白田一边安慰高梦琴 一边恨恨诅咒私殃 那你能帮我劝劝连长 让我留下吗 高梦琴抓着白田 想抓住了救命稻草 只怕不行了 都已经上报给团部了 现在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都滚开 我讨厌你们 高梦琴推开来安慰他的人 独自开始收拾东西 白田见他这副样子 心中既不忍又愧疚 于是再次找到裴婷宇 说起了高梦琴的冤屈 可裴婷宇只听了两句 就将他轰了出去 白田离开后 裴婷宇叫来女兵排排长 问起了女侧内的一些详细情况 当听到里面有一扇窗时 他让女兵排长 利用扶梯上去详细检查一番 看看是否有人上去过 结果不出他所料 窗框上发现了一根 卡在缝隙中的头发 裴婷宇细细端向着 躺在办公桌的一根长发 心中暗潮翻涌 窗户距离地面几乎三米高 没有助力工具 他是怎么上去的 秦司秧 看来他之前的推断没有错 他在伪装 裴婷宇看向桌上的电话 迟一片刻还是拨了出去 几经转线 电话那头低沉的声音 有些传你最好找我有事 裴婷宇嘴角挂起一抹淡淡的玩味 查到个可疑的女人 你可能会有兴趣 电话那头的男人气息终于平稳下来 嗓音却添了丝成熟的沙哑 可疑人员你找公安局 找我干什么 我怀疑他可能是特务人员 那你找证宝局 需要我给号码吗 但这个女人 你应该认识 裴婷宇玩味笑道 认识那又怎么样 该抓的就抓 一切按照规矩吧 那你可别后悔啊 裴婷宇语气邪痞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瞬 声音骤然冷肃到底是谁 他跟你同性 在卖关子我就挂了 男人的语气终于有些韵怒 性情 金世仁 你自己琢磨吧 裴婷宇说完不等对方反应 率先挂断了电话 司阳和张小娥 正在清洗换下来的衣服 就见到了扛着木梯 从身后路过的二排排长 哟 二排长扛着梯子 该不是想去干啥坏事吧 有男之轻健壮 就打去起来 屁 大白天能干啥坏事 是连长让他们女兵 排去爬女侧 窗户用的 我就是个苦命的劳力 司阳无意中听到这话 搓衣服的手陡然一顿 当即意识到 裴婷宇在查他 这个家伙的心眼可真多 他已经尽力 没在墙面和雪地上 留下任何脚印了 可是窗户上面或许有落灰 这难免就会留下一些痕迹 一旦被怀疑 弄不好会被当成特务间谍 到时候等待他的 可就不是什么好下场了 不能坐以待毙了 阿T 冷风吹过 司阳打了个喷嚏 两人很快晾好衣服 回宿舍的暖炉旁轰手去了 收音机里正在播放新闻 我国自主研发的 第一颗人造卫星 目前仍停留在实验阶段 根据总工程师陈红国介绍 卫星发射势在必行 绝不会辜负全国人民的殷切希望 唉 这话都说了好几年了 现在还是毫无进展 隔壁S国就是仗着有自己的卫星 总想欺负我们 张小鹅有些颓败 司阳若有所思 口中低语 国若被欺凌 国强敌自闭 张小鹅气得钻拳头 S国封锁了对我们的技术援助 等着看我们的笑话呢 太坏了 司阳心头有根弦 仿佛被拉扯了一下 虽说他这辈子只想安稳闲视的过日子 但没有一个稳定强盛的国家 他又何来安稳 先不论远的 再有三个月 就在这边境线上 就将爆发一场战事 他不能什么都不做 按照剧情发展 两年后 第一颗人造卫星就会成功发射 目前之所以停滞不前 是因为 还有一个关键的难点没有功课 好像是轨道运行计算出了问题 司阳手上有科技超前的人工智能 安妮相当于一台超级电脑 只需要她结合轨道运行公式 编写一套计算程序 就能毫不费力地得到最精准的数据 眼下 她倒是有个既能爆笑国家 又能证明自己身份清白的好办法了 张小鹅把手轰暖后去了马号 司阳也该去羊圈赶羊了 她把羊都安顿好 便取出直笔写了一封信 卫星轨道数据是绝密 不能就这样全部寄出去 但为了幸福力 她寄出了其中两页 早前从秦家带出来了不少邮票 现在正好派上用场 在将信封交给邮差时 她下了很大的决心 因为她很清楚 这封信肯定会给她平静的生活 掀起一些风浪 但是如果不这么做 她可能要面临更大的麻烦 不论如何 她必须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裴婷宇刚从团部开会回来 就有专员找到她 并告知她 私央寄了封信出去 拦截下来了吗 裴婷宇盲问 邮差不配合 但给我看了信封上的收件地址 哪里 我国科学院的卫星设计院 三天后的早晨 高梦勤走了 白田哭着赶去送她 乔正刚则托她给秦珍珍带了一封信 高梦勤木讷地坐在颠簸的马车上 任由他人向她挥手告别 她始终面无表情 直到看见薛斌 她如一潭死水的心 才隐隐泛起涟漪 薛斌微笑的眼神有些许疏离 淡淡朝她挥了挥手 便离开了 突然 她毫不甘心 就这样走了 回去会沦为笑柄 留下才能报复秦司殃 得想想法子 一定还有办法的 马车渐渐远去 直到消失在白田的视线中 她才抹掉眼泪往回走 鸡血被车咕噜碾压出了两道深深的沟壑 血水融化后的路面有些泥泞 她小心翼翼往回走 还不忘 骂几句私殃 秦司殃 你太阴险了 就算现在梦勤走了 我一个人也会跟你斗争到底 就在她骂骂咧咧时 后方传来隐情的轰鸣声 她刚回头去看 就见一辆军用皮卡快速驶来 为了防止被泥水溅到身上 她慌急往路边躲 可刚一迈腿 汽车就以惊形至身侧 她吓得直直栽进了路边的雪堆里 哎呀 到底会不会开车啊 白田看着自己裹满泥浆的鞋子 气得恼叫 也就在这时 车子居然停下了 车门打开的同时 一个身着毛领军大衣 风光纪月般的挺拔男人下来了 没事吧 第零二七章 秦真真来了兵团 白田看着秦灵骁 那张风神俊朗的脸 陡然失了神 秦灵骁和裴婷宇身形接近 两人五官都生得极好 只是气质截然不同 裴婷宇拓落不羁 邪痞狂眷 秦灵骁却冷峻深邃 风锐疏离 她看向定定望着自己发呆的女孩 她白白静静 一双大眼睛亮晶晶的 清澈中隐约透着点 愚蠢 哥 可以走了吗 车内传出清亮的女声 秦灵骁见白田迟迟不做回应 没再多问 转身便上车了 直到汽车再次发动 白田才猛然意识到自己失态 她回过神时 心脏都快要跳出来 脸上更是烧得滚烫 那个男人是谁 虽然只有三个字 但是那低沉中 带着几分温柔的声音真好听 长得也好好看 裴婷宇站在屋檐下抽着烟 就见秦灵骁驾驶的车 停靠在了操练场边 她蛮唇玩味一笑 将手中的香烟碾吸秦团长 你速度够快啊 车咕噜没跑掉吧 秦灵骁下了车 大步走向裴婷宇 神情冷肃又急切少拿我寻开心 到底怎么回事 裴婷宇却笑得邪魅两年没见 你这张脸还是这么丑 行了 这次算我欠你一份人情 找机会一定回报你 秦灵骁这才勉强挤出一道僵硬的笑容 进去谈 裴婷宇转身准备进办公室 等我一下 秦灵骁忽然跑回了车子那边 绕去副驾旁拉开了门 只见一个穿着鹅黄长袄 砸着两条长辫的清丽女孩 被她贴心地掺了下来 谢谢大哥 秦灵骁笑容乖巧 秦灵骁会心一笑 眼神中一满温柔的宠蜜 哟 秦团长出远门 还有美女做陪啊 从哪拐来的 裴婷宇挑了挑眉 玩味打趣道 你少胡言乱语 这是我妹妹 裴婷宇暗昧不明的目光 掠过满脸娇羞的秦灵骁后 落回到秦灵骁脸上 你妹妹不少啊 岂是介绍一个给我 我家成天催着我结婚呢 秦灵骁阳装不悦 我劝你少打我妹妹主意 裴婷宇深谋暗脸 竟然怕我别有用心 你还带她来干什么 唉 秦灵骁无奈摆头说起来话长 但还是要老你关照的 两个男人说话间 就见白田回来了 裴婷宇见她来的正是时候 她现在需要跟秦灵骁单独谈谈 就示意白田先带秦珍珍去转转 白田先是看着秦灵骁那张俊美无仇的脸 挣了正神 又扭头看向了对面的女孩 秦珍珍长着一张无辜纯良的脸 莫名让白田对她生出一见如故的好感 收回神后 她忙热情地和秦珍珍打起了招呼同志 你长得真好看 我叫白田 是裴脸长的妹妹 你叫什么呀 秦珍珍笑容温序 脸颊上还染着金抹驼红 你也很漂亮 我是秦珍珍 很高兴认识你 白田听到秦珍珍这个名字 先是一愣 玄机面露惊讶之色 原来你就是秦珍珍 我听过你 秦灵骁见两个女孩相谈甚欢 便转身进了办公室 她将黑色围巾取下 挂在了门边的架子上 然后走到裴婷宇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坐下 裴婷宇则在后面的文件柜里翻找资料 两个男人的神色 都与之前站在外面是截然不同 各自眸色中都升起了一抹冷素 不出片刻 裴婷宇将两页文字资料递给了秦灵骁 秦灵骁接过去 深邃的眼眸扫了几行字后 眸色愈发阴沉 这两份供词里描述的女人是秦思央 裴婷宇靠坐在桌角 点了根香烟 潜在骨节分明的指尖 八九不离时 秦灵骁眼中满是难以置信 她怎么可能有这种雷霆手段 你确定没有弄错 裴婷宇薄唇中吐出一缕白色的烟圈 看来你对你这位深藏不露的妹妹并不了解 你这大哥是个摆设 秦灵骁面对裴婷宇的言语 一时间竟无言反驳 没错 她的确不了解秦思央 甚至可以说是根本不熟 秦思央被接回秦家的这三年 秦思央会给两个妹妹带礼物 秦珍珍会开心收下大方道谢 秦思央则爱搭不理 她知道秦思央不喜欢秦珍珍这个秦家养女 认为是秦珍珍霸占了她的位置 所以她时常会在背后做些伤害秦珍珍 亦或者让秦珍珍难堪的事 而秦珍珍善解人意 温柔大度 次次都不与她计较 就算是血脉至轻又怎样 秦思央的教养和秦珍珍这个 在秦家养了十八年的女儿比起来 差得太多 十八年的兄妹秦 即使没有血缘关系 也早有了深厚的感情 反观秦思央 秦妹妹又如何 没有相处过 接触甚少 好不容易回去一次 还要看着她那张苦大仇深的脸 她是被抱错不假 可又不是被遗弃 为什么总一赴全家都欠了她的样子 所以秦灵霄虽然是秦思央的秦大哥 可她心里却更喜欢秦珍珍那个没有血缘的妹妹 如今要不是因为秦思央身份可疑 可能牵连到秦家 她是不会来兵团找她的 你怀疑她是特务 秦灵霄将两份口供资料地还给了裴廷宇 如果不是 那她是凭什么杀掉这两个间谍人员呢 又为什么要隐藏身手 裴廷宇深不见底的谋色 附上一层冰霜 秦灵霄稍作沉默后 陡然想起些什么 如果真是这样 那一定是她在被接回秦家之前 就接受了特殊组织的训练 又或许 我家里能顺利找到她 都不是巧合 而是一场有预谋的布局 秦灵霄讲到此处 眼中生起一股凌厉的冷意 你打算怎么做 裴廷宇平淡地问 秦灵霄见眉警咒 我想先跟她谈谈 如果真的如我们预料的那样 裴廷宇勾着唇 笑得邪似迷人 你还能大意灭亲吗 秦灵霄脑子里有些乱 虽然我跟她并没多少感情 但毕竟是同胞兄妹 真要是出了事 能保则保吧 希望她还没犯下不可挽回的大错 不然谁也就不了她 山坡上 夕阳西下 早前从S国过来的阳 如今也加入了羊群中 香草帮着司秧 一起将壮大的羊群 从山坡上赶了下来 小油肠的真可爱 毛软乎乎的真舒服 香草抱着由司秧接生的羊羔 边走边揉 好不喜欢 司秧一边关注羊群 一边抬头看路 就在偶然抬眸的一瞬 她看见前路上 站着两道熟悉的身影 其中一个娇小玲珑的是白甜 还有一个轻瘦高挑的是 姐姐 我来看你了 司秧一听 这角柔造作的声音 差点没吐出来 居然是那件人秦珍珍 赶走一个 又来一个 特么真晦气 第零二八章 秦林萧盘问司秧 司秧冷淡地瞥了眼 有一处在前路上的蠢剑二人组 她对秦珍珍的假意是好事而不见 下一秒 她甩起手中的鞭子 就继续赶羊 可小鹿并不宽阔 一大群被鞭子惊到的羊 就这么不顾一切地往前冲了去 站在路边的白甜和秦珍珍 被突然冲撞过去的羊 吓得连连后退 刚才是不是有什么脏东西掉沟里了 司秧路过二人栽倒的地方 故意抬着眼皮看天 我的新毛衣都毁了 姐姐 我好心来看望你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司秧 他们香草正要过去拉起 栽进沟里的两人 却被司秧一把拽开 快走 当心不吉利 香草就这么被他拽着往前拖走了 两人赶着羊刚爬上一个缓坡 司秧就又看见一道凛然挺挂的身影 大步朝这边来了 随着男人越发接近 他不由额眉青醋 这张冷峻疏离的脸 不正是原主他大哥 同时也是原文男主吗 他果然还是来了这里 想必秦珍珍也是他带来的 秦灵霄与原主并不熟 跟司秧自然更陌生 所以当秦灵霄来到他面前停下脚步打量他时 他直接选择了视而不见 拔腿就走 秦司秧 耳畔是秦灵霄冷力的低河 司秧顿住 侧目看他同志 你哪位 秦灵霄你没 你存心装傻是不是 司秧柔了柔性谋 有意凑近了些 再才仰脸看他 思绪稍顿 翘脸这才露出恍然之色 哦是你啊 再见 他言霸转身就走 可肩膀却被一只有力的大手摁住 秦司秧 你想气死我是不是 司秧被迫扭头 望着他生气的脸 心情莫名舒畅 秦灵霄还是第一次近距离细细打量 他这位不受待见的亲妹妹 兄妹俩目光交逝的一瞬 他眼中的惊讶是藏不住的 一年没见 他的变化很大 上次见他 他又黄又黑 搭拉着脑袋 就像指营养不良的小安纯 可今天却好像变成了一朵 含苞玉丽的玉兰花 所谓女大十八变 果真是一点不虚 秦灵霄的外形条件着耳不群 秦司秧身为他的亲妹妹 容貌自然不会差多少 他的五官生的极好 额头饱满白皙 轮廓线条清晰而柔美 眉如远山眼若秋水 尤其是左边眼尾下 那一颗小小的珠砂痣 就像神来之笔的点缀 为他增添了几抹清冷的疏离感 秦灵霄不得不承认 秦司秧的外形 比秦珍珍出条许多 他长得像秦妈妈年轻的时候 也有些像他这个大哥 秦珍珍虽然也算亲厉 但五官线条 没有那么深刻清晰 尤其是鼻子有点小算头鼻的样子 远不及秦司秧这般精雕细琢 秦家人都长得好看 秦珍珍还曾为此 自卑闹过一阵小情绪 问秦母 为何单单 把他生那么丑 后来秦家人得知他的身份真相后 还是小心翼翼 把他捧在手心宠着 或许因为从小锦衣玉食 骄养得当 所以尽管五官生得不算精致 但因为皮肤保养得好 所以看着也能让人眼前一亮 跟我走 我有事要跟你谈谈 秦灵霄是因为发现 这个女孩跟她在容貌上的相似 她心中顿生出诸多羁绊 说话的语气也温和了几分 四央郑郁说什么 就听不远处传来求救生 哥 快救我们 秦珍珍的声音无助极了 秦灵霄闻声 抬眸看了眼在沟里挥舞的双手 眸色骤然阴沉下去 你在这里等着 四央炙若罔闻 赶着羊就走了 秦灵霄将掉进沟里的两人拽出来时 一回头 四央已经走远了 她的脸色陡然难看到了极致 秦珍珍忙碗住她的胳膊 温柔安慰哥 你别怪四央姐姐 她又不是存心的 白天当即不乐意了 她明明是故意把羊赶过来 把我们解下去 你怎么还帮她说话 秦珍珍视然而笑 可她毕竟是我姐姐 我们是一家人 不应该记仇的 你就是太善良了 她才会得寸进尺 白天义愤填音道 秦灵霄若有所思 打断了两人的话 行了 你别四处转悠了 回去连不操练场那边等我 我找秦思央谈谈 秦珍珍见她根本没把注意力放在自己 被秦思央欺负的事上 只觉得事出反常 她好像是送秦思央来的 到底为了什么事呢 四央将羊群赶回羊圈 关好圈门 转身看着天边的晚霞起立似火 她却无心欣赏 秦珍珍和秦灵霄的到来 令她周身不适 心情烦躁 刚想着 要不干脆去香草家躲躲清闲 秦灵霄就已经追了上来 跟我走 她二话不说 拽起四央的胳膊 就往脸部拉去 秦灵霄 你拉拉扯扯干什么 我自己会走 四央脸色难看 本想直接甩开她 但目前还不是崩人设的时候 张晓娥刚从马号出来 就看到 她被一个鹦鹉挺拔的男人拽走了 看那男人与四央有三分相似 陡然想起那正是秦珍珍的大哥 秦珍珍当初说过 就是因为四央和秦家人长得有点像 所以他们才收养了她 看秦灵霄那气势汹汹的样子 难道是要替秦珍珍找四央的麻烦 香草也跟着跑了过来 两个女孩急得不行 却又不知该如何是好 秦灵霄拉着四央 直接塞进了禁地室 这边平时少有人来 还有专人在外面看守 所以适合问话 四央一进门 就见裴婷雨 已经好争以侠的 坐靠在窗边等着了 碰 禁闭式的门被从外面锁上了 不等四央开口 秦灵霄先发问了秦四央 你老实交代 在你没有被接回京市之前 你是不是加入了什么秘密组织 从事地下活动 四央谋色威名 但很快便恢复如常 果然 这是把它当成特务审讯了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四央冷淡道 秦灵霄你没补月秦四央 你不要执迷不悟 我这是在救你 你懂不懂 四央哼笑一声 说的可真好听 明明就是怕我 万一有个特务身份 或连整个情价而已 秦灵霄拍案而起 你承认自己是特务了 屋子里的气压 骤然变低 悠悠已在窗边袖手旁观的 裴婷雨 也跟着脸了脸眸 四央却吃笑出声喝 你们一家是看我没有死在今世 怕我威胁到秦珍珍那个 娇柔小白茶 所以不惜追到这里来 也要给我定个死罪 秦四央 你这是不识好歹 我这么远跑过来找你 是有心救你 你把珍珍扯进来干什么 你自己找死 跟珍珍有什么关系 秦灵霄气得脖子都粗了 四央毫不领清 不用你家好心 你不帮着那件人坑害我就不错了 我不稀罕你拯救 秦灵霄见他油盐不尽 还出言不逊 下意识地就抬起了手掌 四央侧脸欲躲 却见秦灵霄的胳膊 被另一只手截在了空中 裴婷宇看向气红眼的秦灵霄 唇角弯起一抹玩味 我来跟他谈 第零二九章 他只想当咸鱼 于是两个男人交换了位置 裴婷宇拉开椅子 坐到了私央对面 秦灵霄则气得在私央背后来回踱步 裴婷宇认真看着私央 开门见山道 高梦清衣柜里的钥匙 是你放进去的 女侧门外的挂锁 也是你锁上的吧 他的语气低沉又冷速 私央抬眸短暂 接触到他的目光后 又快速避开 他一改往日 在裴婷宇面前的那副蠢样 笑着反问 裴连长其实早就知道了 为什么还要让高梦清含冤离开呢 裴婷宇看着私央脸上那磨浅笑 隐约透着碎碎的苍凉 他亲脸谋涩 心情复杂 他冤不冤他自己清楚 况且这不是重点 那重点是什么 私央莫名觉得累 你如果没有接受过特殊训练 三米高的窗口 没有工具辅助 你是怎么上去的 私央抬眸 坦然对接上裴婷宇那审视的目光 就因为这个 你们在怀疑我另有身份 裴婷宇谋色阴沉 淡漠的语气 有明显的警告意味 听话点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私央勾唇邪媚一笑 笑容样开的一瞬间 像极了绽放的眼玫瑰 裴连长有耐心听我讲故事吗 裴婷宇侯杰一滚 身谋中有某一样的光影掠过 讲 一旁的秦灵骁 秦灵骁也终于停止了烦躁的踱步 暴毙 站定在私央身后 私央沉阴片刻 思绪流转间 打开了原主悲惨的童年记忆 小时候起 我就常常像狗一样 被锁在一间阴冷潮湿的仓房里 那高高的 仓房上面就有一个小小的窗户 仓房里很黑 很冷 门口还拴着一只大黄狗 私央一开口 两个男人的神情 漠然变了色 秦灵骁更是心头一致 私央表情平静 心里却有种伤疤 被硬生生揭开的痛苦 有一次 因为我多吃了半张饼 又被关了进去 起初幻想着 妈妈气消了 就会开门放我出去 可我等啊 等 一连过去了几天 门都没有打开 为了活着 我从门缝 伸手去狗屎盆里抓吃的 勉强恢复了些力气 就开始试着爬窗户出去 但每次都会摔得头破血流 但我很清楚 不出去就一定会死 于是我一遍遍尝试 试了两天后 我成功了 我离开了那个囚困我的地方 并没有回去找 那个叫妈妈的女人 因为我知道 不管我怎么表现 讨好她 换来的都只有打骂 于是我逃跑了 虽然不知道去哪里 但我没有回头 可命运就是那样不公 逃跑的路上 我被赵和花的老乡好抓住了 又一次被打得遍体鳞伤 从此 我只要稍不顺从赵和花的意思 就会被打一顿 再扔进仓房里 但我从没放弃过 爬窗户跑出去 可惜 次子都没跑多远 就被抓回去了 所以 关于翻窗户这种小事 我可是从小锻炼的 颇有心得呢 思扬说着说着 竟笑了起来 但脸上她故作轻松的样子 却满是讽刺 两个男人齐齐看着她 秦林霄虽然不喜欢这个妹妹 但是听了她的遭遇 她的心还是揪得生疼 秦家在找到秦思扬后 秦林霄原本就打算 报公安逮捕赵和花 但赵和花说 孩子是在医院无心报错 并不是有意为之 秦父秦母又考虑到 她毕竟是秦珍珍的生母 而秦家也没打算 把秦珍珍送还回去 所以便没再深究这事 后来秦家人 从秦思扬身上 察觉到一些不对劲 赵和花明显在长期 虐待他们的孩子 秦林霄才决定 找赵和花算账 可是赵和花 却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失踪了 如今听思扬细细 讲起当年的经历 她就恨不能 把那歹毒的女人活剥了 而裴婷宇的心情 却莫名复杂 她慧暗不明的眼神 慵然注视着她 眼尾那颗朱砂痣 就算你这说法勉强说得通 那杨树林里的两个间谍 你是怎么重伤他们的 为什么还要刻意隐瞒 果然 还是要扯到这件事上 这个裴婷宇 还真是难缠 既然气氛已经到这儿了 那就适当露点底也好 起码可以不用为了隐藏身手 而憋憋屈屈 没错 用刀刺伤他们的人是我 但这就能说明 我是特务了吗 斯扬那清冷疏离的语气 完全不像是一个18岁的女孩 眼中浅浅的笑意 道莫名有几分成熟的冷媚 据我所知 你当时并没有在 孕两小队的名单中 你去林子里做什么 斯扬无奈符额 我以前一直被养母虐待 在那阴冷的地方待得太久 身体受了寒气 每到冬天就会全身冰冷 我听说那树林里有人参 冬天吃人参可以大补元气 所以我就想去碰碰运气 可人参没有找到 倒是碰到两个人渣 斯扬这话并不假 原主这身体 的确因为受了寒 落下了一些病根 裴婷于短暂失神 又末地收回眸子 凭那两人的身手 别说你一个女人 就是你哥 也未必能同时对付他们两个 这足以说明你的身手不简单 连长就别夸我了 我可没有那么厉害 俗话说 软的怕硬的 硬的也怕不要命的 我不过就是拿命搏一场而已 再加上 他们当时因为长时间 被困在树林 身体冻得僵硬了 自然就没有那么灵活 我才能侥幸制住他们 裴婷于身谋轻脸 眸底又阴沉了几分 司阳完全坦然一笑 因为我不想被裴连长 选去那个什么武装团 我只想在牧场放羊 做条咸鱼 咸鱼 那是什么意思 两个男人的眉头 都跟着皱了起来 就是又咸又多鱼的人 比如躺着放放羊什么的 我就喜欢过那样的日子 司阳这话可没半分掺甲 当咸鱼就是他的理想人生 连长 你敢说你空降下来 不是为了组建武装团吗 司阳认真的问 裴婷于脑子里突然浮现出 当初亲眼看他 躺着边嗑瓜子 边放羊的场景 他玩味冷笑 你倒是挺狡猾 我只是前面十几年 混得太惨了些 所以往后人生 想让自己悠闲自在点 司阳又恢复了往日天真 轻轻拽了拽裴婷于的袖口 眼巴巴恳求道 连长 你会成全我的吧 裴婷于没有回答他 而是抬眸 去看秦灵霄 就见他的脸色黑如锅底 能进武装团 是对你能力的肯定 也是为国家效忠的机会 你居然只想着威拥堕揽 反正我也不是你秦家的人 我明天就去百家姓里 随便选一个姓 哪个好听用哪个 没爹没娘就是好 够自在 秦司阳 秦灵霄气的拳头都捏碎了 要不是想到司阳悲惨 凄苦的童年遭遇 他是真忍不了一巴掌下去了 裴婷于看着这个平日里 稳重如山 从不洗心余色的男人 今天却被自己妹妹 气得接连失态的样子 差点笑出了声 司阳唇角高高扬起 看着两个男人道 你们要是没有其他证据 能证明我有特务身份的话 放我出去吧 本咸鱼的吃饭时间到了 第03章 秦真真暗暗使唤 司阳被从禁闭室放了出去 裴婷于和秦灵霄 相对沉默了片刻 他说的话 你怎么看 秦灵霄朝裴婷于 投去一道平静的眼神 裴婷于均匀修长的指尖 敲击着桌面 半真半假 比如呢 你见过暴雪天去挖人参呢 至于其他的 就应该问你了 你这个妹妹 曾经经历过什么 是否属实 你都应该比我清楚 如果他说的那些都是真的 一个被残酷岁月 错没出来的女人 掌握一些求生自保的能力 也说得通 裴婷于说完 划开火柴 拱手拢住火光 点燃了一根香烟 烟雾生腾弥漫 一缕缕飘散 他抬眸一息中 又看见了司阳那双眼睛 那双时而单纯 时而凄楚 时而又冰冷 讽刺的眼睛 他知道 他眼睛里有很多故事 秦灵霄在沉默中 久久不能回神 他在回想司阳说的那些话 在回想他回到秦家后 发生了一些事 他知道他受了很多苦 他也想要弥补他 可他却活向之骄傲的刺猬 牙尖嘴利 见谁扎谁 他希望司阳说的是真的 这样起码能勉强 洗脱他特务的身份 可他又不希望 司阳经历的那些伤害 是真的 一时间 复杂的心情有些烦躁 哥 屋外 秦真真温柔清亮的声音 打破了两个男人各自的思绪 秦灵霄没有回应外面的秦真真 而是正而重之的 看着裴婷宇 你带我多注意着他吧 目前也的确没有更多证据指明 他有特殊身份 但也不能完全洗脱嫌疑 燃烧的香烟 在裴婷宇骨节分明的指缝间 明灭交织 他幽远的目光投向了窗外 只有让他进了武装团 我才有机会探清他的实力 司阳回到宿舍 刚进门就见张晓娥和乡草 朝他迎了上来 司阳 你没事吧 听说你被关了禁闭室 都吓死我们了 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难道就是因为那两个女同志 被养几进沟里了吗 两个女孩围着他七嘴八舌 问个不停 司阳笑得没心没肺 直接转身拿上了饭盒 没什么事 走吧 吃饭去 香草回了家 他们约好明天去看铁牛 顺便去他家吃饺子 今晚司阳就和张晓娥 一起去吃食堂 六连本来有一个裴婷宇 这样级别的帅哥 加上薛斌那样的温柔气质男 就已经很让其他连嫉妒了 今天又来了个秦林骁 全连女知青们都快发疯了 尤其是看着裴婷宇和秦林骁 两人同时出现在食堂时 几乎是吸引了所有人惊叹的目光 天哪 同样是吃五股杂粮 他们是怎么做到 长得那样好看的 白田和秦珍珍 也一起陪同两个男人 围坐在了一张桌子上 他们感受着周围那一道道羡慕的眼神 各自心中的虚荣心 都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满足 司阳和张晓娥 坐在最里侧的一角 压根懒的看他们 尤其是看到秦珍珍那张脸 她就有种吃了屎的感觉 恶心 秦珍珍却一眼 就扫见了坐在角落的司阳 她翘无声息收回目光后 又往秦林骁身边挪了挪 哥 姐姐在那边 我们带了烤鸭 可以叫她一起来吃吗 秦林骁欣慰一笑 抬手宠溺地摸了摸秦珍珍的脑袋 珍珍真是个体贴又懂事的好姑娘 我去叫她 秦林骁起身走向了司阳那边 白田立马不满地努气嘴 珍珍 秦思阳那样对你 你怎么还要对她那么好呀 气死我了 白田直跺脚 颇有恨铁不成钢的意思 秦珍珍柔中寒昧的眼神 投向了裴婷雨 可裴婷雨的目光 却须浮半空 没有看她 她的语气一半委屈 一半娇柔不管怎么样 她毕竟是秦家的一份子 我们是一家人 一家人哪有记仇的道理啊 两个女孩正说着 就见秦林骁拽着司阳过来了 坐着 秦林骁当着所有人的面 将司阳摁坐在了凳子上 姐姐 我们从京市带了你最爱吃的烤鸭 你快尝尝吧 秦珍珍说着 就主动给司阳加了一块肥厚的鸭肉 司阳看着躺在自己饭盒里的那块肉 顿时没了胃口 在秦家时 秦珍珍每次考试 只要成绩优异 秦父就会买烤鸭给她吃 原主则因为成绩不理想 所以基本没她的份 可秦珍珍 却总要偷偷为她单独留下一份 秦司阳 快尝尝我给你精心加过料的烤鸭吧 你不是嘴馋吗 秦珍珍在烤鸭里吐上口水 撒上细沙 就硬塞给原主 原主怒急反抗 将烤鸭掀翻在地的动静 惊动了秦家夫妇 夫妇俩一现身 秦珍珍就柔弱倒地 渲然欲气 爸爸 妈妈 我是好心拿烤鸭给姐姐吃 她不领情 还要把扔在地上采过的肉 硬塞给我吃 秦司阳 你的心怎么这么恶毒啊 我们都说好了的 你们两个只要谁的成绩达到要求 就奖励谁吃烤鸭 你自己没本事 还要把怨气撒到珍珍身上吗 原主被狠狠训斥了一顿 秦珍珍则躲在暗处露出得逞的微笑 在秦家三年 他们每个月都会吃烤鸭 可都是奖赏秦珍珍的优秀 这烤鸭对原主来说是羞辱 更是屈辱 私央之道 秦珍珍更明白 所以 他故意借烤鸭的事来暗中激怒他 因为原主从前就是个很容易被激怒的人 可他不知道 自己越生气 就越是着了秦珍珍的道 因为秦珍珍 就是要原主在情绪失控之下 做出一些过激的事 以此来衬托他的懂事 这样才能更好离间原主与家人的感情 可惜啊 他已经不是原主了 私央狗唇哼笑道 你还是自己吃吧 毕竟要一直戴着面具演戏 也挺辛苦的 他说完 直接将肉夹起来 远远地扔回了秦珍珍碗中 姐姐 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秦珍珍委屈极了 眼中泪花蓄满眼眶 欲坠不坠 好一副我见油脸的模样 秦琳霄脸色一沉 秦思央 你能不能懂点事 珍珍好心嫁给你 你闹什么脾气 思央冷吃书生 让你的好妹妹收起好心吧 我可消受不起 好不容易摆脱他那恶毒的亲妈 我可不想 又被他这阴险的女儿给害死 思央此言一出 气氛尴尬极了 姐姐 到底要我怎么做 你才能不能那么恨我呢 秦珍珍又开始表演了 思央面无表情 我想一巴掌把你扇到墙上 抠都抠不下来的那种 可以吗 秦思一旁的白田 忍不住想要替秦珍珍打抱不平 却被裴婷雨射来的 一道死亡凝视 下年八了 白田这段时间 在裴婷雨的教育下 大小姐脾性已经收敛了许多 她匆匆吃过饭 就赶着去上思想政治课了 桌边的裴婷雨 自始至终 都是个置身事外的看客 听着身边唧唧喳喳的一轮 眼神却饶有兴致地盯着思央 听到她牙尖嘴利的呛人 她的唇角几度止不住地上扬 第031章 思央步步紧逼 秦珍珍在思央这里吃了瘪 为了缓解气氛 就又对着秦灵霄表现起来 哥 不管你平时多忙 都要记得按时吃饭呀 自己胃不好 又不是不知道 还非要让人担心 秦珍珍称怪一句 就将自己碗里的那块烤鸭 又夹到了秦灵霄碗中 秦珍你都瘦了 还是自己多吃点吧 哥 我是女孩子 不用吃那么多肉 你是男人 男人要多吃肉的 俩人当众上演了一出兄妹情深 秦珍珍远以为 让思央看到她的亲大哥体贴养妹 一定能气死她 不成想 思央竟看笑了 姐姐 你笑什么啊 秦珍珍不解 思央的目光 在她平静的胸口扫了一眼 肉眼可见的鄙视 毫不遮掩 我笑你从小长在秦家 肉饰补品吃了不少 怎么这身材 还跟快搓一板似的呢 哈 裴婷宇没忍住笑出了声 我 秦珍珍尴尬到无地自容 可为了维持自己乖巧懂事的人设 她却只能默默忍受 秦思央 你怎么能当众羞辱你妹妹 秦灵霄的脸色格外阴沉 思央避开她灵力的眼神 漫不经心地继续道 她可不是我妹妹 而我不过是说实话 她本来就一马平川前后难分 这是遗传了她亲妈赵和花 吃再多肉 也改变不了干别丑陋的事实 慈养毫不留情地打击秦珍珍的自尊 她就不信秦珍珍能一直忍受 只要秦珍珍一发怒 必然会暴露些什么 秦珍珍在周围人投来那些探究的眼神 和耳边时不时响起的嗤笑声中 终于无法继续沉默 姐姐讨厌我羞辱我 我都能忍 为什么要扯到我生母身上 生母她虽然没有养过我 但毕竟给了我生命 姐姐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 嘴下留情 秦珍珍说完就自我感动般 低声啜泣起起来 这可怜娇弱小白花 最能激起男人的保护欲 秦琳霄心疼坏了 盲摸头安抚 思央却谋色咒含她 给了你生命 那你为什么不去找到她 好好回报她的生育之恩 反而来道德绑架我 让我看你的面子 你的脸还真实打 我一个巴掌都拍不下 秦思央 你够了 秦琳霄眼中的怒意更深了 但顾虑是在大庭广众 还是刻意压制了生命 不等思央回枪秦琳霄 秦珍珍却率先跳了出来劝和 哥 不要为了我兄姐姐 姐姐生我的气是应该的 毕竟是因为我 她才吃了那么多苦 既然知道是因为你 怎么还不滚 思央步步紧逼 我 秦珍珍楚楚可怜的眼神中 输得闪过一抹恼怒 她没料到 秦思央会变化这么大 之前在秦家时 秦思央虽然也会回嘴 但从不会这样嘟嘟逼人 一边舍不得杨母给的锦衣玉食 一边又假惺惺的维护生母装孝顺 却又不愿回去吃苦头 真是好一个又当又利 不是这样的 秦珍珍无助的为自己低声辩护 我找过她 可是没有找到 哼 你是没找到她 但她应该早就找到你了吧 思央话音一落 桌边气压骤降 秦珍珍的脸色有一瞬的煞白 秦灵霄不由挣了一秒 秦思央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应该问你的好妹妹啊 问我干什么 秦灵霄虽然对思央有偏见 但她也不是个彻头彻尾的傻子 刚才她明显也捕捉到秦珍珍脸上那一抹慌张了 她扭头认真而冷力地注视着秦珍珍问 珍珍 她说的是真的 你跟赵和花有过联系 秦珍珍立马摇头 眼中满含委屈 不是的 我没有见过她 我也不认识她 是姐姐她恨我 才故意这样说的 思央直视着秦珍珍的眼睛 平静其口 从我十三岁那年起 赵和花原本窘迫的日子 突然就宽育了许多 她声称 在京市找到了个阔亲戚 以后会一直帮村塔 那个阔亲戚 应该就是她故意养在秦家的亲女儿吧 不是的 我听不懂姐姐在说什么 姐姐恨我想赶我走 我走就是了 为什么非要冤枉我 秦珍珍哭着说完 起身就跑向了食堂门口 珍珍 秦灵霄立刻追了上去 思央觉着好笑 心里却又莫名 有些失望 这招就是秦珍珍惯用的招数 只要事情对自己不利 立刻以退为进 曲线计划转移矛盾 让秦思央成为那个恶毒 善毒 刁钻的恶人 而她永远都是受尽委屈 乖巧懂事的小可怜 秦灵霄追上秦珍珍后 好生安慰了她一阵 她才勉强止住啜气 哥 你要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见过我生母 姐姐她冤枉我了 秦灵霄拍了拍她的肩 语气温柔 哥相信你 她说完 从口袋里取出了一个精致的小木盒 递给了秦珍珍 这里头是一只野山餐 你拿去给思央 就说是你给她补身体的 思央这些年 在你生母那里 是受了很多苦的 她心里 有气你就多体谅一些 哥希望你们姐妹俩 能好好相处 秦珍珍接过人参用力 拽在掌心 她分明从秦灵霄眼中 看到了她对思央的心疼 看来她表面上说 对秦思央感情不深 但事实上 却根本不是这样 那股许久没有出现过的危机感 又一次席卷了她的内心 食堂桌边 现在就剩下思央和裴婷雨了 思央正要跟她打个招呼就走 却听裴婷雨玩味笑道 你家还真热闹 秦家不是我家 谢谢 思央讨厌眼瞎心忙的秦家人 就连带着和秦家人走得近的裴婷雨 都没了好感 裴婷雨看似漫不经心 实则动若神明 我跟秦灵霄从前是战友 这两年没什么联系了 这次是因为你的事联系了她 我跟她不算太熟 裴婷雨此言一出 两人都不由心头威致 她跟她解释 这个干什么 就连裴婷雨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要跟她说这些 但思央听后 对裴婷雨的好感度 还是回归了几分 我吃完了 连长再见 嗯 从食堂回去的路上 张小娥一直追着她 问个不停 因为思央刚才和秦珍珍的对话 她隐约听到了几句 却没听清 说什么生母养母的 她都糊涂了 可思央没心情理睬她 她问了什么 她也没听清 思央来兵团之前 就留下了足以让秦珍珍吃苦头的证据 甚至可以摧毁她在秦家的形象 但如今看秦灵霄对秦珍珍 仍是一如既往的宠爱 显然秦珍珍已经靠自己的手段 把秦珍珍那两口子哄好了 是她低估了秦珍珍 也高估了那些证据的影响 思央正想着 要将秦珍珍一脚踩进泥泥 永不能让她翻身的办法时 肩膀突然被人推了一掌 乔正刚愤怒的低吼传来秦思央 你竟敢羞辱真真 思央定定看了眼怒不可遏的乔正刚 正想对她披头盖脸一顿输出 但却陡然改变了主意 她不怒反笑 怎么这就心疼了 乔正刚 虽然你这个人既自大又无能 但不得不说还挺痴情的 可惜了 秦珍珍她未必能配得上你这份深情 第零三二章 剧情改变了 思央知道乔正刚的软肋就是秦珍珍 虽然秦珍珍这个人身材一般 模样谈不上多漂亮 但看着还算清纯 乔正刚或许就是喜欢她这清纯小白花形象 再加上秦珍珍心机深沉 懂得如何蛊惑人心 尤其那揣和缝银的本事 可是得了赵和花的真传 乔正刚在学校虽然成绩优异 但却是个感情白痴 秦珍珍掠实手段 就能把她拴得死死的 可乔正刚不知道的是 在秦珍珍眼里 她只是颗粒用完就能被抛开的棋子而已 在学校时 她会取义迎合乔正刚 不过就是因为她成绩好 她需要她帮忙作弊 今时不同往日了 乔正刚对她来说 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 刚才和秦珍珍同桌吃饭时 四央就发现 秦珍珍的眼睛 总是有意无意的看着裴婷语 女人的第六感告诉她 秦珍珍的新目标已经出现了 而乔正刚这个可怜又愚蠢的备胎 却还在给秦珍珍做舔狗 所以四央没有直接和乔正刚硬碰硬 她只有意无意的提醒了她几句 让她先和秦珍珍确定关系 有了男朋友的名分后 再来替她出头不迟 乔正刚或许是听出了点猫腻 又或是两个多月没见秦珍珍 实在想得紧 也没和四央过多纠缠 丢下一句警告就跑了 乔正刚去找秦珍珍了 一打听才知道 她在连长办公室 碍于秦灵霄也在 她只能先在外面等着 等她出来再单独找她 办公室里 秦灵霄已经安抚好了秦珍珍 她将她安置在暖炉旁坐好 关于撒娇赌气这方面 秦珍珍从来都知道 适可而止 秦珍珍早前在家里摔断了腿 但调养得好 现在才两个多月就基本恢复了 原本家里是决定等满三个月 再送她来兵团锻炼的 但这不是正好我要过来一趟 所以就提前把她也带来了 秦灵霄说完 就把秦珍珍的个人资料交给了裴婷宇 裴婷宇没有接 就由她放在了桌面上 秦灵霄继续郑重道 我这个妹妹就拜托给你了 你可不能打她主意 秦珍珍刷得红了脸 含羞待切地看了眼裴婷宇后 娇称道 哥你说什么呢 人家裴连长才不是那样的人 裴婷宇性胆的薄唇 莫地勾起一抹放荡不羁的玩味 那另一个呢 另一个 秦灵霄皱着眉 一时没有明白她话中的意思 倒是一转眼又才想起私秧来 对了 秦私秧你也要帮我盯住了 她那不服管教的个性 长得又张扬 我怕她吃大亏 秦灵霄说着 眼中生起深深的无奈 你他妈这是拿我当你家长公使欢了 秦灵霄拍上她的肩 郑重承诺 放心 到时候你想要什么 只管开口 亏待不了你 裴婷宇笑了 笑得邪魅迷人 这可是你说的 我说的 秦灵霄还有任务在身 连夜要赶去阳城军部开会 她离开时 白田站在操练场边 看着她启动车子 想说点什么 却迟迟开不了口 直到目送她远去 她才发觉自己眼眶酸胀的景 秦真真拽着白田的胳膊 就要她带她去宿舍 走 我哥怕我在兵团太辛苦 专门给我买了只大人参 我们看看去 今天晚上有母羊要分娩 张小娥陪着私秧去了羊圈 给母羊接声 出去爆肝草时 就听到暗处的草垛边 传来嘻嘻嘻嘻嘻的声响 她竖起耳朵靠近了些 男人故意压低的声音很熟悉 是乔振刚 太好了 真真 我之前还让高梦晴带信给你 没想到 居然就自己来了 不难听出乔振刚很兴奋 是我爸妈受了秦私秧那个贱人的挑唆 非要把我送来的 秦真真随时随地都要拉踩私秧泻粉 没关系的 有我在 谁也别想欺负你 我会照顾你的 你不知道这两个多月 我想你想得快发疯 乔振刚说话间的气息越发粗重 搂过秦真真 就把脸埋进了她的脖梗里咔咬 秦真真忙推开她 眼中的慌乱 掺杂着嫌恶 别这样郑刚 让人看见怎么办 乔振刚眼中玉色渐深 别怕 这里晚上没有人 可是 嗯 秦真真一说话 就被乔振刚的吻封住了唇 私秧嫌弃得嘖嘖两声 赶紧就要掏出摄影工具 保留证据 私秧 你在看什么 张小娥的突然出现 打了她一个猝不及防 听到动静的乔振刚和秦真真 也趁机溜了 私秧只得将准备取证的工具 默默收回 抱上一捆干草 赶回了羊圈 给羊膏做好保暖后 两个女孩提上马灯赶回宿舍 夜里兵团有巡逻队 所以只要不去太偏僻的地方 安全还是有保障的 但这漆黑的夜里 除了嗖嗖的雪风 远处还有狼叫 鼠尸有些甚人 快走 好吓人张小娥拽着私秧的胳膊 总感觉远处的黑暗中 随时会有怪物冲过来 私秧被她拉着跑 手里的灯都快晃熄了 两人途经最漆黑的一段路时 私秧就看见 黑暗中有一点明灭交织的火星在移动 远远的看上去 就像天幕上坠落下的一颗星 是有人站在那里抽烟 危险的气氛 他从黑暗中走出来 截然独立的身姿挺拔如松 私秧警惕的神经骤然松懈 他跳眉笑砍道 裴连长是要给我们放假吗 裴婷宇修长的食指点了点烟灰 想多了 何就知道 私秧心中暗暗吐槽 这个家伙六亲不认 何况是他们这些非亲非故的呢 他这么晚还在这里 搞不好就是为了监视他 看来以后要更加谨慎了 那我们回宿舍了 嗯 裴婷宇幽微不明的眸子 静静看着私秧 我发现高梦秦原本的铺位上 睡着的竟然是秦珍珍 秦灵霄吃过晚饭就离开了 居然没有带走他 按照原本的剧情发展 明明是男主秦灵霄会留在兵团 和女主白田上演各种你讨我追 你插翅南非的爱恨纠缠 而秦珍珍是没有到兵团的 看来因为私秧的原因 导致全部剧情都发生了改变 哼 这还真是走了一个剑的 又来了一个更剑的 无缝连接啊 他这圈子想要打扫干净 可真不容易 第二天出早操时 秦珍珍和其他至亲一样 准时集合参训 半点没有城里姑娘的娇气 裴婷宇甚至还破例点名表扬了她 思杨却笑了 秦珍珍是个什么样的人 只有她最清楚 她之所以咬牙坚持不含苦不较累 就是为了在裴婷宇面前表现 获得她的好感而已 白田对秦珍珍讲过 裴婷宇最反感娇滴滴的女人 所以她才隐藏了本性 早操结束后 裴婷宇没有即刻解散队伍 而是宣布了一个重大消息 兵团正式开始组建武装团 有意愿进武装团的知青 可以先自行报名 等待筛选 筛选通过之后会有严格的选拔 最终成功入团的 将开始参加正规军训 第033章 私央聚入武装团 建立武装团的消息 令兵团知青们热血沸腾 几乎所有符合初步筛选标准的知青们 都主动报了名 乔振刚 陈自强 白田 甚至秦珍珍都填了申请表 乔振刚之前被裴婷宇揍了一顿后 本来打算告诉家里人 他要跟裴婷宇硬杠到底 可高梦琴告诉了他 裴婷宇是现役军官 来兵团就是为了组建武装团 他这才冷静下来 没有再和裴婷宇叫板 只要这次能进武装团 他就一定要立功 到时候风风光光去秦珍珍过门 别人再也不会说 他就是个只会靠爹的废物了 连布报名处已经大排长龙 因为进了武装团 不仅有机会参加战斗 每月的补贴也相对较高 所以很多人挤破脑袋都想进去 但私央却是个例外 他像往常一样 吃过早饭就准备去牧场 私央 你怎么不去报名啊 你的身高符合要求啊 张小娥追上去喊住了他 私央淡然回应 我还是喜欢放羊 那我也不报名了 反正也不可能选得上我 不远处的屋檐下 裴婷宇那阴笋般的毛子 紧紧锁定了私央的背影 不报名就躲得掉吗 私央一如往常那般 和香草一起放羊 他生了一堆火 买了几个土豆和红薯 放在火堆里口 香草有些不安的问起 他情灵消的 是那个凶巴巴的男同志 是你哥哥对不对 私央心不在焉的扒拉着火堆 你怎么知道 香草笑眼弯弯 因为我也有哥哥呀 我能看出来你们是兄妹 算了吧 这样的哥哥不如没有 私央一脸冷淡 你哥哥不疼你吗 私央苦笑也于疼 打疼 骂疼也算疼的话 那的确挺疼的 你那么厉害 又这么漂亮 他为什么不喜欢你 香草莫名有些生气 私央笑容 是然因为他瞎 啊 香草愣了一会儿 才反应过来 玄机表示认同 我看也是 别提那个瞎子了 土豆烤好了 私央将秦林霄抛到脑后 把烤好的土豆 从火堆里扒拉出来 然后取出提前准备好的 万能烧烤料 趁着土豆还烫手 他借机烧锅煮奶茶 两个女孩 一边吃着香辣粉糯的烤土豆 一边喝着热腾腾的奶茶 吃饱喝足后 再轮流睡个午觉 这日子 简直不要太滋润 进武装团 七 他又不傻 谁也别想 让他重回老路 他这辈子 就是要闲鱼到死 晚上 女知青宿舍里 一群人都围着秦珍珍和白田 追问秦林霄的身份 秦珍珍笑得温婉大方 眼底深处 却暗藏得意 秦坎长是我大哥 我还有个二哥呢 长得也很帅 二哥和我妈妈一样 在科学研究院工作 他们还是造火箭的呢 天哪 你们一家也太厉害了吧 是啊 爸爸是书姐 大哥是军官 妈妈和二哥又是科学家 你们一家是什么基因啊 你两个哥哥有对象了吗 其实对我来说 哪怕家里是乡野种地的贫农 只要一家人健康和睦 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秦珍珍语气谦和 眼中却隐隐透着得意 珍珍 秦思央怎么也跟你哥一起吃饭 你们都姓秦 难道是亲戚吗 秦思央她是 秦珍珍刚要开口 就被一旁打抱不平的白田抢了话 秦思央就是个白眼狼 珍珍爸妈看她和秦家人 长得有几分相像 才好心收养了她 可她一回来 就想要纠占雀巢 处处挤对珍珍 一心想把珍珍赶出秦家 好做秦家唯一的女儿 秦思央怎么这样 难怪看着就不像好人 简直太坏了 高梦卿同志就是被她害了的 这种人怎么不去死啊 秦珍珍听着周围 全是声讨思央的声音 心里别提多开心 可还是立刻装出了一副 宽宏大量的样子 你们别这样说她 思央好歹是我远房表姐 她从小在矿区长大 生活得很苦 想要有个家 渴望有疼爱她的家人 我都可以理解的 珍珍 你真善良 其实思央她 除了喜欢编谎话 颠倒黑白之外 也不是个坏人 她说什么 你们别信就是 但也不要去为难她 秦珍珍说完 就开始挨个给社友们发见面礼 比如发家 胸针 杨扭扣 东西虽小 笼络人心的效果却气好 宿舍的人都簇拥着她百般奉承 发完礼物 她又把秦灵霄 让她交给私央的那只野山餐拿了出来 她先是有意在 众人眼皮底下晃了一圈 惹得所有人嘖嘖撑其时 就给全切成了片 然后煮成了餐茶 我哥担心 我的腿伤还没好彻底 所以专门让我补身体的 你们也尝尝这人参茶吧 这么珍贵的东西 我们就算了吧 社友们都收了礼物 这餐茶 实在不好意思再喝了 秦珍珍却大方极了 不用跟我客气的 不过是一只人参而已 我家多了去 就在气氛融洽至极时 思央和张小娥回来了 原本热闹的氛围顿时冷清 秦珍珍见思央回来了 立刻转身就从炕上拿起一件白毛衫 双手捧到了她面前 姐姐 这是妈妈亲自给你买的 你试试看合不合身 思央看着她递过来的毛衣 眼角的余光 却瞥见了其他人鄙的表情 不用想就知道 秦珍珍肯定又趁着她眉在的功夫 在宿舍里先入为主 颠倒黑白了 姐姐 你不喜欢妈妈买的毛衣吗 虽然你不是妈妈亲生的 但她一直拿你当亲女儿的呀 秦珍珍说着 脸上陡然生起浓浓的委屈 思央听后 不禁慵然冷笑秦珍珍 别人的东西拿得太久了 你就幻想是自己的了 这是一种病 得去治啊 我 秦珍珍脸上委屈更甚 双目更是勤满水雾 宿舍里开始有人为秦珍珍打抱不平了 秦思央 你就是个品德败坏的极端利己主义者 秦家 对你有恩 你这算什么 恩将仇报 思央谋色冷宁 四脆了毒 一般的射向那些人 你们这几个睁眼瞎的智障也一样 有病就去找医生 要是跟我找不痛快 那就都别痛快了 思央话音一落 手中不知什么时候多了把匕首 抬手一挥 就把秦珍珍手中的毛衣 对半划开了 秦珍珍下的脸色发白 其他人也跟着正主了 思央仰起下颌 居高临下的眼神 紧锁秦珍珍那双虚伪的眼睛 秦珍珍 好好珍惜你这个偷来的秦家小姐的身份吧 把我惹急了你就知道 什么叫一无所有了 秦珍珍心里不由咯噔一下 此刻的思央 竟无形之中 释放出了一股 令人生畏的压迫力 从前的秦思央 只会在被冤枉后 气急败坏 这还是第一次 如此冷静又凌厉 对了 你那个恶毒生母赵和花 一直跟你有联系吧 你为了不让他破坏你目前的生活 一定跟他做了某种交易才对 不然那个女人 不会放任你独自快活的 我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秦珍珍极力否认 可眼中的慌乱 却掩盖不住 你就继续演吧 现在来了兵团 赵和花吸不了秦家的血 养不起外面的野男人了 自然会现身来找你的 到时候 我会替你郑重给大家介绍一下 你那位了不起的生母 第034章 流言满天飞 秦思央的话 是什么意思 什么生母啊 他说什么 你们都信啊 珍珍不是都说过了吗 秦思央最会编造谎言 我们千万别被她的话骗了 就是 秦思央要是秦家的亲女儿 又怎么会跟秦灵肖不熟 她根本就是故弄玄虚的 宿舍里都在对思央的身份议论纷纷 有秦珍珍陷入为主的引导 自然不会有人相信 秦思央才是那个秦家的真千金了 他们只会更加同情秦珍珍 从而孤立思央 可那又怎么样呢 思央根本就不在乎 那个秦家真千金的身份 他就静静看着这个虚荣歹毒的坏种 越爬越高 然后再一脚 将他狠狠踹下云端 秦珍珍就像是秦家捧在手里的玻璃杯 只要秦家一松手 他注定会碎成渣 思央一边刷牙 一边在心里酝酿计划 思央 你别难过 就算你不是秦家的亲女儿 我们也永远都是好朋友 张小鹅土掉出口水 笑着给他一个安慰的微笑 思央笑得无奈 就连这个身边最亲近的朋友 都不相信他是真千金 何况是外面那些人呢 好在他不是原主 不需要仰仗秦家亲女儿的身份过活 但想到原主 他死的时候一定很绝望吧 那是亲哥哥明明就在身边 明知他因为被误会成 恩将仇报的假千金 而受尽排挤 可却从未出面 替他解释过一句 他的沉默 放任了旁人 郁佳变本加厉的欺凌 直到最后 发现他的尸体 他才幡然悔悟 生出愧疚 我只是想让你服个软而已 没想要你死啊 你为什么要犯将 这是秦灵霄 原主不愿以若是人这一点 真的和思阳很像 现在和秦珍珍同抗而眠 思阳睡得不好 早操时间打着哈谦下了抗 昏昏沉沉去集合 正盘算着放羊的时候 再补个叫 却忽听裴婷雨叫到了他的名字 秦思阳 道 他浑浑噩噩应声 恭喜你通过武装团第一轮的筛选 明天起 就和其他人一起参加第二轮的体能选吧 啊 思阳一双信眼瞪得溜圆 瞌睡也醒了 什么鬼 他连申请表都没填好吗 什么叫通过筛选啊 思阳抬眸望着裴婷雨连掌 你是不是弄错了 我没申请进武装团啊 裴婷雨冷峻的面旁 骤然流露出一抹不羁的玩味 你可以不申请 我也可以破格指招 思阳定定看着他 咬牙低骂道 呀的 我真是谢谢你祖宗十八代了 不用谢 好好表现 别让我失望 裴婷雨笑得好欠奏 思阳称谋瞪他 这家伙是兔子耳朵吗 这也能听到 秦珍珍默默看着两人 一来二去的眼神交流 怎么感觉他们的关系 好像不一般呢 破格指招吗 秦思阳一个放羊的 凭什么享受特殊待遇 只有一种可能 秦思阳和裴婷雨之间 有不可告人的关系 秦珍珍的目光 时不时就游离到了裴婷雨脸上 果然发现 他总在关注着秦思阳 他们一定是勾搭在一起了 所以秦思阳才会这么嚣张 原来是找了个男人撑腰啊 秦珍珍暗暗咬紧了后槽牙 一直以来 秦思阳都只配捡他施舍的东西 从前是这样 以后也只能是这样 哪怕是男人 也不能例外 早草解散后没多久 关于裴婷雨给秦思阳开后门的消息 就传得沸沸扬扬了 多数人的想法都和秦珍珍一致 那就是裴婷雨和秦思阳处对象了 所以才明目张胆给他特权 这流言传进思阳耳朵里时 他正在山腰的野餐店上喝茶 香草和他讲完自己听到的风言风语后 他只感觉 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 思阳 你真的在和裴婷长出对象吗 香草弱弱的问 扑嗨嗨 一口热茶喷了一地 香草 你怎么也跟他们一样 听到风就是雨啊 我怎么可能和裴婷雨出对象 香草干大地笑了笑 其实我觉得 你和裴婷长还挺般配的 你和他都是很厉害的人啊 香草 你是不是喜欢裴婷长呀 思阳拖着 腮扰有兴致的问 我 我没有呀 香草慌不迭地埋下头 脸颊一阵滚烫 别骗我了 上次在你家时 你看裴连长的眼神都在发光 刚才来问我和他的关系时 那受伤的小模样 早就把你出卖了 我 我只是感激裴连长 一直挂记我哥而已 没有别的心思 香草鼓起勇气仰起头 脸颊涂红一片 思阳放下茶杯 往垫子上一躺 看着天上漂浮的云团悠悠道 喜欢就喜欢呗 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 香草坐到思阳身边 抱着膝盖一脸颓然 可是裴连长那样的人 怎么可能看得上我 喜欢他的女孩 不知道有多少 他不可能会看我一眼的 思阳转头 看着在感情面前 卑微忐忑的女孩 认真道 那你就为了他 让自己变得优秀起来吧 这样也许某一天 就有表白的勇气了 香草连连白手 不行的 我没想要跟他表白 他不可能喜欢我的 你就没打算争取一下 香草再次埋下头 争取什么呀 我都不确定 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他 思阳玩耳笑道 那你就好好想想吧 不过像他那样的长相 香草没听明白 哎我明天要被那狗男人 拉去体训了 杨隽你先盯着点吧 我会尽快让他放弃我的 狗男人 就是你喜欢的那个狗男人 不讲武德的王八蛋 香草 这次体能训练的目的 是为了进行第二轮的人员淘汰 只有复合综合要求的人 才会被留下 继续下一轮演训 想进武装团 就需要通过层层选拔 直到通过最后一轮 体能训练场在团部 早操结束后 复合进入第二轮选拔的人 就被分批用车 拉到了团部 轮到思央这一组时 已经是中午了 他转头在四周瞧了一大圈 都没看见裴婷宇的踪影 难道他没来 那就别怪他明目张胆的 滑水摸鱼了 秦思央 你别以为你 偷偷干了那些龌龊事 就能如愿以偿的进武装团 有本事让裴连长 直接将你带进团 免去淘汰训练啊 说话的正是乔正刚 他一边阴阳怪气的讽刺思央 一边还不忘时不时的 看向秦珍珍 像条讨要奖励的哈巴狗 思央面不改色 说起我说是 我想起那晚 不知道是谁在阳郡外的草舵边 姐姐 你要加油啊 他们都说你不行 但我是相信你的 秦珍珍因为心虚 立刻打断了思央的话 几人刚说了没两句 就听一道哨声响起 紧接着 裴婷宇不知 从哪牵了条大狼狗 在训练场边现身了 基础体能考核训练 三千米徒手跑 在十二分钟内完成 及成绩合格 思央在心里盘算着 这三千米徒手跑 也就是新兵连的强度 跟着队伍摸个鱼 只要跑出女志亲们的平均水平 不让裴婷宇看出来就行了 嘿嘿 请思央 不想被狗咬 你最好给我跑快点 裴婷宇不知什么时候 牵着狗出现在了思央身旁 思央忙不迭地往后退了一步 这个狗男人牵狗来是为了 为了逼他显出原形吗 裴婷宇 你给姐姐等着 第零三五章 跟裴婷宇结婚 哇 三千米徒手跑刚一开始 裴婷宇手中牵着的军犬 就向离弦的剑直奔思央而去 思央剑是本能的拔腿狂奔 军犬气势逼人 始终匀速跟在他身后半米远 思央边跑边回头骂狗臭狗 你倒是也换个人追一追啊 可那狗偏就独宠他一人 对旁人视而不见 原本被狗吓到的其他人 一开始也跑得飞快 可看清狗只追思央后 便纷纷看起了笑话 哈哈 那狗怎么就逮着他一个人追 坏事做多了呗 狗都看不惯了 思央边跑边看向旁边 那个笑容邪魅不羁的狗男人 裴婷宇 你才是真的狗啊 等着瞧吧 姐姐我牙字必报 他原以为裴婷宇只是嘴上说说 没想到他竟真敢放狗追他 逼得他硬是跑出了 长跑冠军的速度 一路绝成将其他人 足足甩开了近乎一圈的差距 毫无悬念 他最终以全场最快的速度 第一个完成了 三千米徒手跑这个项目 紧随在他后面的第二名是乔振刚 或许是一心想在秦真真面前表现 所以格外卖力吧 后面跟上来的陈自强 也只落后他三秒 而秦真真和白田 也堪堪卡着及格线 达到了要求 仅仅一个三千米长跑 就刷掉了三分之一的人 接下来的项目 还有四百米障碍 一百米冲刺等 思央直接找到裴婷宇 拒绝了接下来的考核 裴连长 我们无冤无仇 你就非要坑我是吧 裴婷宇脸上挂着耐人寻味的性质 风锐清俊的眉眼 煞是好看 坑你 难道不是吗 你就因为怀疑我是特务 所以不惜搭上自己的名声 也要给我找麻烦 你明知自己身份可疑 就更应该拿出诚意 来为自己洗脱 接下来的项目好好表现 要是没通过 就连夜给你单独安排一个 十公里寄星军 我亲自监督 裴婷宇尘缓忧然的语气 却带着明显的威胁 说完便扬长而去 私央独自站在冷风中 瞪着他的背影暗骂出声 狗男人 这是你逼我的 他刚一转身 就看见了秦珍珍那张虚伪造作的脸 姐姐 那传言该不是真的吧 你跟裴连长 你们 私央挑眉冷吃你羡慕啊 秦珍珍被噎了一下 倒是没料到 私央居然承认了 旋即便又露出震恶之色 捂着脸满眼不可置信 可心里却气得发狂 是啊 他岂止羡慕 简直是极度 裴婷羽那样的男人 外形条件无可挑剔 又是吃公粮的现役军官 哪有女人不想嫁的 可是姐姐 兵团不是有规定 三年内不允许谈恋爱吗 私央漫不经心地转了转手腕 谁说 我跟他谈恋爱了 我们直接结婚 秦珍珍刷地白了脸 可我国的法定结婚年龄 是女孩要满二十岁 你才十八啊 是吗 那就再等两年直接领证 你以后可得离他远点 毕竟他可是你未来姐夫 私央说完就要走 可却又被迎面走来的白田拦下了 请私央 你刚才的话是认真的 你要嫁给我哥 我没时间跟你们纠缠 你还是问你哥去吧 我可不想要你这么傻的表姑子 私央果断撞开白田 就走了 那狗男人 等着被这两个女人馋死 烦死 气死吧 裴婷羽既然总嫌来无事 对他特殊照顾 他也不是个小气的 就让他过得充实些吧 果然 在私央去参加考核训练的时候 白田就跑去找到了裴婷羽 裴婷羽哥哥 你真的要娶那个坏女人做老婆吗 白田质问的语气 既生气又委屈 裴婷羽皱着眉一头雾水 哪个坏女人 就是勤私央啊 你们还要结婚是不是 听谁说的 裴婷羽神色不悦 是他亲口承认的 他说 你们过两年就会去领证 这是真的吗 裴婷羽谋色微致他说的 可不是吗 他心肠那么坏 你喜欢他什么啊 白田义愤填膺 出去 裴婷羽陡然冷了脸 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要你亲口告诉我 白田步步逼问 他不喜欢私央 不可能答应 最亲最敬重的哥哥 和他成为一家人 真也好 假也好 都不是你该管的事 裴婷羽拉长了脸 凤眸中生起愈怒之色 起身离开了团部办公室 白田愣住了 他这是 承认了 以裴婷羽的个性 如果是假的他 一定会一口否认 可这次他没有 完了 秦私央要变成他未来嫂嫂了 怎么办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努力 私央终于完成了 所有体能考核项目 没有让裴婷羽失望的是 他所有项目拼定 均为优秀 毕竟这冰天雪地去 吉星军可不是好玩的 那狗男人 又是个说到做到的 那他所幸就如他所愿 毕竟后面还有两次考核 他就算放狗 也阻止不了他摆烂 白田和秦珍珍 从团部回去六连后 就慌忙找了个 安静的地方商量对策 珍珍 无论如何 你都要帮我阻止秦私央 再继续纠我哥 绝不能让他们结婚 想了想 抓着秦珍珍的胳膊 一脸恳切 珍珍 其实我看得出来 你对我哥有好感 我帮你 让你当我嫂嫂好不好 啊 你说 什么 秦珍珍睁大了眼睛 又难以置信 掩盖住了内心的狂喜 你这种既善良又温柔的女孩 才是最适合我哥的人选 再说了 我还有个小请求 想让你帮我 白田说着说着 便红了脸 什么请求啊 秦珍珍算是抓住了重点 其实我 我喜欢你大哥 从见他的第一眼就喜欢上了 心脏就扑通狂跳 秦珍珍称某而正你喜欢我哥 是啊 以后我帮你追我哥 你帮我追你哥 我们现在是最好的战友 将来还能互为姑嫂 这不是美谈意见吗 白田已经开始幻想 自己得偿所愿 嫁进秦家后的美满生活了 秦珍珍心里心潮涌动 但却丝毫不入声色 陪连长他 既然喜欢我姐姐 我们能怎么样 还是算了吧 珍珍你放心 有我帮你 保证能把我哥 从秦思央那里抢过来 两个女人正聊得春心荡漾 阴沉着脸的乔振刚 就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显然他听到了二人的对话 秦珍珍在看到他的那一瞬 心绪的立刻拉上白田走了 躲在暗处的思央 将这一幕尽收眼底 这不都不用他出手 这几人就已经把戏台子搭起来了 他只等搬凳子看好戏 第零三六章 秦灵骁回到兵团 入夜 思央刚入睡 就听有脚步声从身边经过 他装作没听见 让秦珍珍安心出去优惠了 这次 秦珍珍和乔振刚见面的地点 是在牧场东边的小树林 两人刚一碰面 不等秦珍珍说话 乔振刚上来一把扑倒他 嗯 在地上惩罚式的狂吻起来 秦珍珍明显有些慌 因为他能感觉到 今天的乔振刚很生气 他疯了般撕扯他的衣服 压低声音在他耳边质问 你是不是忘记你给我的承诺了 振刚 你冷静点 我没忘 你相信我 秦珍珍揪住自己的衣领 本能地排斥他的触碰 怎么 你这是想为哪个眼男人守身了 乔振刚突然停下撕扯的动作 挥起拳头 猛地砸在了他耳畔的血堆上 秦珍珍下的双眼紧闭 再一睁开 却是满眼目意 他呼得做起一把 推开乔振刚 乔振刚 你别发疯了 你以为 我是真的喜欢上那个裴婷雨了吗 我只不过是想利用裴婷雨 收拾秦丝殃吧 我们上次在羊圈亲热时 被他撞见了 要是他抖了出去 我们都完了 乔振刚呼吸一致 你不喜欢裴婷雨 我怎么可能喜欢他 说起来都要怪你 我早让你收拾秦丝殃了 你却放任他越来越嚣张 现在还要我亲自动手不说 你还来怀疑我对你的感情 秦珍珍越说越生气 最后干脆别过脸 都不去看乔振刚了 乔振刚心里顿身愧疚 忙抓着他的双肩安慰 珍珍放心 只要你没变心 秦丝殃我去收拾他 我绝不会允许他威胁到你 秦珍珍眼底的英智被黑暗遮掩 语气幽冷你打算怎么做 乔振刚定定看着身后漆黑的树林 心中的阴暗面在扭曲中放大 下周的野训就是最好的机会 四扬通过了第二轮的体能筛选 即将进入第三轮野训考核 裴婷雨来自野战军 最擅长的就是野地作战 下周 他将带领从全兵团中筛选出来的兵团战士 进入特定的野区 展开为期三天的野外生存训练 最终能坚持下来的人 就算是一条腿已经迈进武装团了 秦灵霄回军区开完会后 主动申请了暂时下到兵团 协助裴婷雨组建武装团 正好此时兵团内部整顿也需要得力的人手 所以上级批准了 届时他和裴婷雨会分别暂时接任两个团的团长一职 等到武装团彻底走上正轨 他们会被重新调回军区 四扬又在连部小会堂看到秦灵霄时 倒也丝毫不意外 他就知道 男主怎么可能才和女主见一面 就这样个奔东西了 就算剧情变了 主角毕竟是主角 主线应该不会变化太大才对 所以秦灵霄和白田应该还是会相爱 然后你逃我追 你插翅难飞 各种狂虫小娇气 这不白田跟着秦珍珍一起站在秦灵霄对面 秦灵霄温柔宠溺的眼神都快将他们溺毙了 这些天我没在 你没惹事吧 秦灵霄摸了摸秦珍珍的头 哥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可能会给你惹事 我可是拼尽全力闯过了进武装团的第二关 秦灵霄面露欣慰 我就知道 真真一定可以的 接下来也要加油 争取靠自己的能力进哥哥的兵团 嗯嗯 哥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要给爸爸妈妈争光 秦珍珍笑得纯凉无害 满脸天真 呦 好想吐 思央看不下去了 赶紧远离这些令他作呕的人 可他在穿过秦灵霄背后时 却又被他给拽住了胳膊 秦思央 你的体能考核通过了吗 秦灵霄在面对思央时 脸上的温柔不在 眼神也分外冷缩 托秦团长的福 我侥幸混了个第一名 再见 思央脸上的假笑在僵硬后破碎 然后一把甩开他走了 秦灵霄收回僵在空中的手 看着思央离开的背影 心里除了生气 还有一丝受伤 有个不服管教 浑身是刺的妹妹 他头疼的紧 秦珍珍抓住秦灵霄的胳膊晃了晃哥 姐姐是被裴连长放的狗 追成第一名的 现在全连都在传 姐姐和裴连长有不正当的关系 你要帮帮他 秦灵霄脸色阴沉 却没有说什么 而是先让他回宿舍 他则去找裴婷宇问问情况 裴婷宇在脸部有自己的单人宿舍 秦灵霄找他时 他刚洗完头 见秦灵霄摆着张臭脸进来了 他扯下毛巾架上的白色洗脸巾 潦草的擦了擦滴着水的头发 有什么事 不能等明天到办公室说 你跟我妹妹怎么回事 我说了 让你别打我妹妹的主意 秦灵霄大有一副心诗问罪的意思 裴婷宇完未勾唇 万一是他打我的主意呢 你什么意思 秦灵霄皱眉不悦 裴婷宇没有理他 而是大不留心般进去 拎出了一个绿布袋子 拿回去 这些都是你那妹妹硬塞过来的 要不是看你的脸面 我早就连他一起扔出去了 裴婷宇说完 脸色明显冷了下去 秦灵霄震了一瞬 打开袋子一看 里面有裴婷宇从前爱喝的茶叶 还有海城的特产 以及他现在爱抽的烟等 秦灵霄暗暗压制着心头精仪 这些都是秦思央送给你的 裴婷宇倒水的手顿住 我几时说是秦思央了 不是他 难道 是你那位好妹妹秦珍珍送来的 你帮我转告他 他不是我的菜 最近几天 秦珍珍天天都按照白天的指点 对裴婷宇展开了头起所好的头位 真真 秦灵霄莫名感觉被扇了一耳光 脸上火辣辣的 丢人 不对 他来不是管这个的 我问的是 你跟秦思央的留言 是怎么回事 我不过几天不在 怎么就扯到要结婚去了 裴婷宇一听 浅戳一口杯中热茶 性胆的薄唇 扯起了一抹耐人寻味的笑意 秦灵霄见他这副样子 默然一阵心慌你他妈来真的 裴婷宇笑得邪魅不羁 不紧不慢地开了口 你这么紧张干什么 我为什么对秦思央特殊照顾 别人不明白原因 难道你也不知道 秦灵霄常吸一口气 渐渐回归理智 秦思央被特别对待 自然是因为 他尚未完全洗脱可疑身份 他拍了拍裴婷宇揭示的间 语气饱含歉意 对不住 是我太冲动了 你要是有妹妹 就能体会我现在的心情了 裴婷宇玩味一笑 先别急着抱歉 或许某天你 真能有幸做我大舅哥 也说不定的 第037章 去他娘的礼制 秦灵霄只当裴婷宇的话 只是玩笑 递给他一道白眼就走了 但秦珍珍送给裴婷宇的那些东西 他并没带走 就当释还他的人情 第二天 秦灵霄还是第一时间 找秦珍珍问了他的想法 珍珍 你现在长大了 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 在秦灵霄眼中的秦珍珍 就是个善良单纯的乖乖女 他想尽到哥哥的责任保护好她 不希望他过早 接触那些男女情爱 秦珍珍听到秦灵霄的话 陡然羞红了脸歌 怎么突然问这个 我现在还小 没想过这些 没有就好 你现在这个年纪 要懂得避嫌 更要知道男女有别 以后不要私自给陪连长送东西 他会误会的 哥 我 我给陪连长送东西 是为了姐姐 我看他上次都放狗追姐姐了 我怕他会伤害姐姐 你不用说了 哥都明白 要是私阳能明白 你的苦心和你好好相处就好了 秦灵霄转头看着 故意躲着他的私阳 心里不是滋味 珍珍 你一会儿把这两盒牛肉罐头 给私阳带去 就说是连里发的补贴 秦灵霄知道 要是说是他给的 私阳肯定不会接受 我知道了 秦灵霄捕捉到秦灵霄看私阳时 那略带心疼的眼神后 眼底飞快掠过一抹音质 一股油然而起的危机 感令他不安 秦私阳休想分走他的东西 哪怕是哥哥一个 关心的眼神也不行 私阳知道 秦灵霄会经常来六连食堂 陪秦灵霄一起吃饭 所以 他现在都是打了饭在宿舍里 吃 通过一段时间的发酵 他自制的辣椒酱 终于能吃了 为了口感更丰富 他还加了生姜和蒜蓉 拧开盖子的瞬间 整间宿舍都一满了香气 私阳给我尝一尝 张小鹅自觉地把饭盒推了过来 私阳正要给他咬一勺 却陡然又想到了什么 他故作神秘地凑到张小鹅耳畔低声问 你跟冯医生发展到哪一步了 张小鹅的耳根子瞬间就红了 胡乱用筷子戳着饭盒里的高粮膜 你说什么呢 没有哪一波呀 私阳缩回脖子 正色道 不说算了 我只是提醒你 这辣椒酱只适合没有对象的人吃 哼 我看你就是小倩 张小鹅洋装不满 私阳欲笑不笑 随你啊 只要不怕接吻时 嘴里有味儿 你就吃吧 张小鹅一正 伸出来的筷子 心虚似的又缩了回去 这个太辣了 我吃不了 私阳看破不说破 单身狗最大的快乐就是不忌口 他快了一勺半云在白饭里 尝了一口果真香辣开胃 令人食欲打开 张小鹅吃完饭出去洗饭盒时 秦珍珍就回来了 宿舍里没有旁的人 秦珍珍终于可以短暂卸下他的面具 真可怜啊 居然沦落到吃辣椒拌饭的地步了 哥哥刚才还给我两罐牛肉呢 可惜了 哥说你这白眼狼不配吃 秦私阳撂下筷子 冷淡的语气颇具气势 放心 等你回到赵和花身边 就会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可怜 秦珍珍怨毒的眼神 仿佛要将私阳生吞 压抑的咒骂 从喉咙发出嘀嘀的嘶吼 该回去的是你 你才是赵和花养大的 你们就应该一起生活在鹰沟里 和老鼠抢残羹搜饭 你们为什么要突然闯入我的生活 你们为什么不去死 私阳仰头面无表情的 看着他那猙獰的模样 嘴角弯起一抹冷笑 果然 你那亲妈早就跟你有联系了吧 我来猜猜 你应该很早就知道 自己不是秦家的女儿了 她是不是威胁你 如果你不按时给钱给粮 她就要去秦家把你的身份戳穿 让你失去现在拥有的一切 那又怎样 就算我不是秦家的女儿 你还是输得一败涂地 他们都喜欢我 都厌恶你 私阳缓缓从桌边站起 居高临下的眼神 冷意淋漓 他们不是喜欢你 是喜欢你那张面具 不过 你说我要是把你的面具撕下来 会发生什么事呢 秦珍珍不屑讥讽 就凭你 你要是真有那本事 就不至于等到今天了 只要有我在一天 你就永远都只配 被我踩在脚底 秦珍珍得意地说完 伸手一挥 将桌上装着辣椒酱的玻璃罐 扫落在地 啪 玻璃破裂的瞬间 一罐子辣酱全糟蹋了 秦珍珍嘴角勾起一抹鸡翘和 你就只配吃狗食 私阳攥起拳头 心底的怒一直冲天灵盖 压得 去他娘的礼制 他伸手一把揪住秦珍珍的辫子 往后猛地一扯 再狠狠将她甩到了地上 他一手死死将秦珍珍摁在地上 一手抓起辣酱 就跟洗脸似的往他脸上抹搓 事发突然 秦珍珍来不及挣扎 就被辣酱糊了一脸 眼睛里 你疯了 救命 好好活着不好吗 你来扔我干什么 私阳怒不可遏 把秦珍珍身上 但凡露在外面的部位都涂抹了个遍 天哪 你们这是怎么了 文生跑进宿舍的几个女知青 看到眼前的一幕 一个个吓傻了 白田凑近一看秦珍珍的惨状 敢忙往门边跑我 我去找连长 此时 秦灵霄正在裴婷雨的办公室里 和她一起协商武装团的事宜 就见白田慌慌张张跑了进来 连长 不好了 秦珍珍同志 被秦思阳欺负得好惨呀 两个男人脸色骤变 他们赶到时 秦珍珍已经扒拉掉了脸上的辣酱 可整张脸都已经因为红肿大了一圈 眼睛几乎都睁不开了 那眼泪流淌而下时 满脸烧灼 痛不欲生 好痛我是不是毁容啊 秦灵霄既心痛又愤怒 大步过去质问思阳 你对珍珍做了什么 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呗 思阳事不关己班 冷漠地坐在一旁 把扎进手掌的玻璃扎拔出来 他脚边的地面上 除了一滩辣椒酱 还混合着血迹 秦思阳 你简直无法无天 秦灵霄仰手就要打他 裴婷雨却再次出手 拦截了那即将落下的巴掌 先送去医务室处理一下再说 很快 二人就被带到了医务室 由于秦珍珍伤的失联 冯医生优先替他处理 哥 我真的好疼呀 秦珍珍这次的眼泪 真是比珍珠还震 珍珍听话 忍一忍 上了要就好了 秦灵霄一边小心翼翼的 替秦珍珍 把脸上的辣椒酱清理下来 一边心疼的安慰他 思阳坐在一旁 自顾自的清理掌心里的玻璃扎 疼吗 裴婷雨拉过椅子 坐到了他对面 思阳一抬眸 就看见他手里还拿着酒精 棉团和纱布 他震愣一瞬 在回神时 裴婷雨已经拉过他的手 准备替他消毒了 忍一忍 他的语气淡漠缓沉 明明是在安慰他 可酒精躺过他掌心的血口时 他的眉心却感同身瘦 一般皱了皱 第038章 助攻裴婷雨 伤口在酒精的刺激下 烧灼般刺疼 思阳却抬眸紧锁面前人的眉眼 他的指尖很温暖 薄茧妈撒过他白嫩的手心 痒痒的 裴婷雨包扎的手法很娴熟 一点不比专业的差 下次尽量别伤右手 不方便 裴婷雨说完 把手上多余的纱布 精准地扔回了医疗箱 思阳完全摸不透这个男人 他怎么不质问他 为什么伤人 而是先替他包扎 脸长不好奇 我为什么要收拾他吗 裴婷雨的声音压得低沉 却如镀上了绝妙的音符般 邪魅动听 不急 等会儿有你解释的机会 思阳扭头看向 因为医生触碰 就痛得滋哇乱叫的秦珍珍 心情格外畅快 秦珍珍那张虚伪的脸 只怕要脱掉一层皮了 这好比烈火灼烧的痛苦 足以让他痛不欲生 半个小时后 秦珍珍那红尘猴屁股的脸 终于上完了药 可是由于面部皮肤焦嫩 他的眼周和嘴唇边 都已经起了一圈的小水泡 眼睛更是因为刺激几乎睁不开 嘴唇也高高的肿了起来 说话时因为不变张口 所以有些含混不清 处理好伤势的两人 被一同带去了连长办公室 秦灵霄小心翼翼安置好秦珍珍后 转身就怒声斥问思央 秦思央 秦思央 你最好解释一下 为什么要把珍珍弄成这个样子 秦团长要听真话 还是假话 思央抬眸冷清疏离的目光 迎上他的视线 秦灵霄冰冷的眼神 带着锐利的锋芒 给我老实交代 因为他犯贱啊 秦团长现在这副样子 是想为了你那千娇万宠的妹妹 把我枪毙了吗 碰 秦灵霄一拳头砸在桌面上 桌上的文件都跟着跳了起来 秦思央马上给珍珍道歉 取得他的原谅 争取从亲处罚 思央丝毫不让 愤然起身 我没犯错 凭什么要给他道歉 还是说在秦团长看来 别人都气到你头上拉屎了 你还要笑着说 欢迎光临 裴婷宇坐在一旁悠悠点烟 却陡然被思央的话逗笑了 秦灵霄怒意更甚 这些年 每次不是你在欺负珍珍 他什么时候欺负过你 事到如今 你还要反咬一口 我欺负他 你哪只眼睛看到了 我在秦家三年 你见过我几次 你对我的了解 就是全凭道听途说吗 我真好奇 你这种眼瞎心芒的人 是怎么穿上这身军装的 秦灵霄额脚的青筋抱起秦思央 就是不提 珍珍脸上的辣酱 不是你抹的吗 思央语气凌厉 那你为什么不去问问你的好妹妹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哥 姐姐 你们别为了我吵架了 我没关系的 忍一忍就不疼了 秦珍珍无助 又弱小的唾气响起 秦灵霄见他这般可怜 刚才对思央竖起来的刺 瞬间便收了起来 珍珍放心 相信裴连长会公正处理 裴婷宇勾传一笑 这才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难得秦团长终于想起 这两个都是我手底的人了 秦灵霄被噎了一下 或许是太生气 没再说话 而是掺着秦珍珍重新做好 裴婷宇碾灭了香烟 语气冷塑行了 你们谁先说说事发经过 秦珍珍抢先一步开了口 是哥让我把牛肉罐头交给姐姐的 可他非说我是在可怜他 还说我私藏了更多的好东西 然后就开始打我 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 哥你不要罚姐姐了 我怕他更生气 以后会更讨厌我 秦珍珍抽抽答答的说完 吓得缩成了一团 珍珍别怕 有哥在他 休想动你一根头发 秦灵霄护着弱小无助的秦珍珍 转头就杀气凛凛的 瞪向了私殃 裴婷于脸上看不出任何情绪 秦私殃 你有话说吗 私殃冷冷注视着秦灵霄 明明跟这人不熟 也没奢望过秦家给予他亲情 可他心里竟还是会莫名堵得慌 我说什么都不会有人信的 不过这边碰刺碰多了 总是要留一手的 连长让人去把我桌子上的录音机搬来吧 听那个 可比听我的一面之词有用多了 没错 刚才私殃在宿舍吃饭时 正在听收音机 见秦珍珍进来 顺手就按下了录音键 所以当时两人的对话 都被录了下来 秦珍珍一听 私殃又有录音 顿时一阵心慌意乱 上次私殃交给秦家夫妇的录音 就险些让他身败名裂 他想方设法使出浑身解数 才把那两口子哄好 这次他居然又录音了 更要命的是 这次裴婷宇和秦灵霄都在场 他们哪有秦家两口子好哄骗 哥 我的头好晕 秦珍珍眼看不妙 干脆直接装晕 珍珍 你怎么了 秦灵霄一把掺住了他摇摇欲坠的身体 才没让他倒在地上 他立刻就要抱他去找医生 却听裴婷宇不慌不及到 我有办法让他立刻转醒 那你还站着干什么 秦灵霄搂住秦珍珍 满眼的紧张 由此可见 秦灵霄有多在乎这个妹妹 急什么 我看你就是关心则乱 裴婷宇一手抓过桌上的茶杯 不乏徐徐来到了秦珍珍面前 秦灵霄还没弄清楚 他要怎么做 就见他打开杯盖 就把一杯子还冒着热气的水泉 泼在了秦珍珍脸上 下一瞬 受到刺激的秦珍珍 直接从秦灵霄肩头弹了起来 啊好痛 好痛 秦灵霄气急裴婷宇 你裴婷宇挑眉笑的邪妹 你看 这不就行了 思扬看到这里忍俊不惊 虽然不知道裴婷宇是怎么想的 但起码他没有像秦灵霄那样 一味的偏袒秦珍珍 这个狗男人也没那么讨厌了 就在秦珍珍痛得 想要抓耳挠塞时 录音机被送来了 秦珍珍知道躲不过 只能一边忍痛 一边在心里盘算 如何为自己洗白 秦灵霄一直都深信秦珍珍的为人 所以根本不屑于听什么录音 就在他专心替秦珍珍擦掉脸上的水字时 录音机里就响起了秦珍珍的声音 只是那说话的语调 巨傲又尖酸 那是秦灵霄从来没有听过的 真可怜啊 居然沦落到吃辣椒拌饭的地步了 哥哥刚才还给了我两罐牛肉呢 可惜了 哥说你这白眼狼不配吃 该回去的是你 你才是赵和花养大的 你们就应该一起生活在鹰沟里 和老鼠抢残羹收饭 你们为什么要突然闯入我的生活 你们为什么不去死 那又怎样 就算我不是秦家的亲女儿 你还是输得一败涂地 他们都喜欢我 都厌恶你 就凭你 你要是真有那本事 就不至于等到今天了 只要有我在一天 你就永远都只配被我踩在脚底 秦灵霄隐忍听到最后 看着秦珍珍的眼神一点点变了 珍珍 这真的是你吗 第039章 撕下秦珍珍的面具 秦珍珍面对秦灵霄失望至极的样子 忙拽着她的胳膊 慌张辩解 哥 不是这样的 你听我解释 那是她激将我 我才口出恶语的呀 我说的都是气话 不是发自内心的 不管是不是她激将 你表里不一却是事实 难道你从前观顺可爱的模样 全是装的 秦灵霄甩开她的手 重新用慎重的眼神 一点点审视着这个从小看着长大的妹妹 她怎么这么陌生 那些牛肉罐头 明明是她要求给私秦的 她不仅不给 还恶意挑唆她和私秦的兄妹关系 秦灵霄陡然想到了什么 你没质问秦珍珍 早前我让你交给私秦的人参 你给她吗 秦珍珍紧张得连连诗语 半天答不上话 我 私秦冷哼一声 也遇到 我这不值钱的见命 可没那副分享受你家的东西 你的人参 早被你那善良董事的好妹妹煮了水 然后又嫌难喝给倒掉了 秦珍珍 秦灵霄忍无可忍 目自欲裂 要不是秦珍珍此刻的脸还红肿着 她真会忍不住一巴掌扇过去 那只人参 不论是品相还是年头 都是异常珍贵的 居然被她拿去随意糟蹋了 哥 你以前从来不凶我的 你是不是再也不会喜欢珍珍了 秦珍珍眼看面具被撕下 干脆利用多年兄妹情 半可怜伯同情 秦灵霄心里很乱 她一时接受不了 从前那个乖巧善良的妹妹 在人后 居然有这样一副面孔 裴婷雨 你看着处理吧 我先回去了 秦灵霄却又很快移开了视线 她不知道要怎么面对她 如今细细回想 她和自己的亲妹妹 怎么会形同陌路 秦珍珍应该功不可没吧 秦灵霄大不出了门 外面飘起了大雪 她现在虽然是和裴婷雨 一起组建武装团 但她住在酒莲的宿舍 正要走入大雪中 身后却有人递了把伞给她 秦团长 给你伞 她回头就看见了白田 白田略带婴儿肥的脸上 挂着甜美的笑容 谢谢 不用了 秦灵霄并没接散 而是转身直接走了 白田脸上的笑一点点僵硬 一股深深的失落浮上面旁 你怎么好像不高兴 出什么事了 白田一回头 就看见了一脸关切的陈自强 没事 我先回宿舍了 陈自强忙将自己准备好的礼物 从怀里掏了出来 送给你的 生日快乐 白田愣住了 看着她手中的紫色钢笔 笔帽上还绑着一条喜庆的红丝带 虽然只简单地打了个蝴蝶结 但也算是用心了的 今天是白田十八岁的生日 本来想告诉秦灵霄 但她的心情明显很差 她开不了口 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 白田有些意外 陈自强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之前你跟他们聊天时 我无意中听到的 谢谢 但我不能收 白田嘴角勾起一抹牵强的笑容 转身便走了 陈自强独自站在屋檐下 看着白茫茫的雪地 钻了钻梅送出去的钢笔 脑子里有一瞬间的空白 裴婷宇对秦珍珍和思央 此次的行为定性维护 要求他们分别写一份检讨 在早操结束后 当着全联同志的面自我批评 鉴于各自都受了伤 暂免体罚 秦珍珍对这个结果 心里自然是不服气的 因为她是吃了大亏的那一方 但她不敢过分声张 因为她怕一旦闹大 所有人都知道 她这个秦家千金是假的了 所以在她重新取得秦灵霄的原谅之前 她只能忍 晚上尽管下着大雪 但秦珍珍还是出去和乔振刚优惠了 两人一见面 秦珍珍就扑在乔振刚怀里 委屈啜气 乔振刚看清她惨不忍睹的脸后 既心疼又愤怒 秦思央那个贱人 我要她生不如死 振刚 我现在只有你了 你不会不要我的对不对 秦珍珍哭得伤心欲绝 珍珍放心 我这辈子都只喜欢你一个 秦珍珍听后 浮在她胸前英智的笑了 第二天一早 乔振刚和陈自强一行人 去煤厂帮忙装车 中午休息时 乔振刚把陈自强拉到一旁 说起了自己要对付私央的计划 陈自强听后 当即变了脸 你要为了秦珍珍去毁掉秦思央 你他妈是不是疯了 这么多年哥们儿一场 你就说你帮不帮我 乔振刚态度强势 秦珍珍就是她的逆龄 谁碰了都要付出代价 陈自强自上次从杨树林回来后 自由散漫的态度改变了许多 她现在只想好好在兵团 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去争取荣耀 为家里争光 其他的龌龊事 他不想再干了 更何况是去毁掉一个女人 他摇了摇头 果断拒绝了乔振刚 哥们儿劝你一句 为了秦珍珍那个女人 断送自己的前程不值得 乔振刚失望冷朝行 你既然做了选择 那我们以后不是一路人了 陈自强毕竟和他多年兄弟 自然不愿看他身陷淋雨乔振刚 你别犯傻 滚 老子的是不要你管 没有你 老子也一样能办成事 乔振刚一把推开陈自强 决然离开 几天后 终于到了开展野训的日子 裴亭羽和秦灵骁 分别带着200人的队伍 进了邻区 野外生存 直接关系到作战能力 克服恶劣环境 利用有限工具 创造生存空间 就是这次野训考核的目的 边疆兵团的使命 就是闲时备战 忙时囤恳 现在正好东闲 不便开荒 不能播种 兵团内的几家工厂人员 也算充沛 现在正是练兵的好机会 不然等到一开春 农场里的活多了起来 训练的时间就很有限了 秦珍珍自从在 司阳那里吃了大亏后 这几天都很老实 好像真的变了一个人 只是秦灵骁并没来看过她 反倒是托裴婷雨 又给司阳找了一只人参来 那只人参比起之前 被秦珍珍抱舔天物的那只 差不了多少 司阳没有拒绝送上门的好东西 她切成片后 用来泡人深茶补补气血 正好用得着 关键可以让某些人暗暗抓狂 明明心里气得快炸了 可为了维持人设 却又只得强装温柔大补 既然秦珍珍那么能装 那就让她一直装吧 只要气不死 就往死里气 也训队伍抵达目的地后 裴婷雨首先宣布了一遍规则 每十人为一组 只有全组人都能坚持下来 才算合格 一心打酱油的司阳 被分到了白田和秦珍珍所在的小组 连长 我们不要跟秦司阳一组 第零四零章 别惦记我妹妹 白田出面代表另外几名组员 拒绝和司阳同组 裴婷雨建议他们可以交换战友 可问了一圈 都没人愿意接纳司阳 司阳暗暗想笑 他这名声什么时候坏到 让所有人都厌弃的地步了 看来这些天表面老实的秦珍珍 没少在私底下是坏招啊 面对被群起孤立的局面 司阳不怒反笑 连长 正好我也不想跟这些人一起 那我就一个人一组好了 裴婷雨看向他的眼神意味深沉 却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向所有人口头 传授起了在雪地里最基本的生存技能 司阳找到个舒适的树桩子坐下 从口袋掏出颗大白兔奶糖 塞进了嘴里 让那丝丝奶香在舌尖化开 裴婷雨解明恶药的讲述完 就吹响了野训开始的口哨 聚集在一起的人都朝四面散开 此刻他们眼中除了极不可待 就是兴奋地幻想着大展身手 裴婷雨看着坐在树桩上 一动不动的司阳 大步朝他走近 还不动 想跟我一左 司阳淡淡抬眸看着他 直到那高大的身形头下的阴影 一步步将他笼罩 怎么 裴婷雨今天又带狗了 裴婷雨眸中闪过一抹玩味 你这是等着我放狗 司阳笑得漫不惊心 今天别说放狗 就是放王也没用 谁怕谁是狗 我是不会进武装团的 裴婷雨骨节匀称的双手 插进了裤兜里 好大的口气 说的 好像你一定能进得去 司阳仰头看着他逆光中那张绝色神言 裴连长想激将我 还是说 你还没放弃怀疑我 两者都有 司阳眉目威名 狗男人还真实诚 无所谓 我来都来了 就当体验野外求生 他说完 这才慢悠悠从树桩上站了起来 临走时 还不忘把那被鸡血掩盖了一半的树桩拖走 这东西 当柴烧不香吗 裴婷雨看着他有些倔强的背影 性感的唇角 勾起一抹性慰盎然的浅笑 也训得邻居都是相对安全的区域 至少没有大型猛兽出没 司阳不用跟那些人在一起 起码可以自由使用空间的工具 现在是上午十点 他需要先给自己搭建一个 可以供他休息的庇护所 然后再去找食物 白雪覆盖的山林 到了夜里 气温会降至零下二十多度 庇护所必须要隐蔽且饱暖 所以 建在地下室最好的选择 他在林中找到一条 洞得结结实实的冰河 看着河边稍高的山坡 正好适合挖地下庇护所 趁着没人 说干就干 空间智能工具箱里有小型钻孔机 他设置好深度和宽度等数之后 秦牢的全自动钻孔机开始工作了 这种未来科技几乎没有噪音 安安静静 轻轻松松就将一小片山坡 钻得千疮百孔 司阳轻轻用铁锹一锹土层 便垮落一大片 钻孔机负责松土 他就在后面清理土渣子 正忙的香汉淋漓 就见白田和秦珍珍他们 从下面路过 他这是在干什么呢 挖坟吗 对 帮你们挖的 过来躺下吧 司阳一铲子土 就扬了下去 所以一块飞溅下 几个人慌忙往后退去 秦珍珍站了出来 经过几天的治疗 他又戴上了 那张纯粮无害的面具 姐姐 要不你 还是跟我们一起吧 我们也好友 秦珍珍 你的脸又好了是吗 司阳的语气 陡然冷了几分 我们走 不要理他 白田一把拉起秦珍珍 一对人就往前面走了 司阳重新开始清理土渣 在智能工具的帮助下 单靠人力 需要两三天才能完成的工程 他只用了两个多小时 这个面积一约三平米的地下庇护所 刚好可以摆下一张双人床 他将洞内的土层修瓜平整 夯实地面后 又去砍了些树干树枝等过来 用树皮捆绑后 给洞口做了个简单的木门 起码夜里 不会有冷风嗖嗖的灌进来 解决了七身之所 就剩下口粮问题 虽然他空间里什么吃的都有 但既然都来也逊了 总得拿出点诚意不是 中在参与吗 关键是他发现自己很享受 这份轻力轻微的显示 比如动手修个小房子 建个小花圃 安静地沉溺在平凡的生活中 心情会无比的愉悦 他刚才在砍伐树枝时 检设不少松果 还在积雪下 找到了四季长青的绝草 这些东西在食物匮乏的冬季 很容易吸引到袍子野兔等一些动物 他需要布置几个陷阱 诱捕猎物 他找到一处有野兔排泄物的地方 在附近挖了一个半米深的圆坑 坑上用木板覆盖 只要有猎物踩上木板觅石 就会即刻触发机关 木板会瞬间翻转 将猎物覆盖在坑内 上方锁扣 则会牢牢将木板固定 思扬在自己的庇护所附近 一共设置了两个陷阱 等待猎物上门的时间 也不能闲着 下面就是冰河 在冰面开个洞 还可以试着钓钓鱼 空间里没有现成的鱼钩 他就用绣花针在火中加热后 用钳子做成了鱼钩 钓线空间有现成的 钓竿就更简单了 树枝就行 鱼耳用的是空间里的虾 反正就是尝试一下 愿者上钩吧 钓不上来也无所谓 钓个情怀也不错 思扬正准备钓鱼石 陈自强找了过来 请思扬 你夜里要当新店 陈自强走近后 眉头末尾 丢下一句话就跑了 思扬醋眉看着他跑开的背影 有些莫名其妙 白田他们那九人组 就在思扬庇护所北边三百米处 此时 他们正紧锣密鼓地分工合作 男同志负责寻找食物和搭建筑所 女同志就石柴火 白田和秦真真路过思扬身后时 就见思扬一个人坐在木桩上 准备抛肝钓鱼 这河都冻结石了 他不会还想能钓上鱼吧 本以为他只是坏 没想到还是个傻子 你别这么说 姐姐一个人已经很可怜了 秦真真望着思扬的背影 同情的眼神中 却暗藏音质 以为靠一份录音 就能改变什么吗 秦林霄过不了几天 就会像秦父秦母那样原谅他的 轻生的又怎么样 他和秦家 可是近二十年的感情摆在那里的 走 不要可怜他 白田拉起秦真真就走了 生怕秦真真 又因为心软 把思扬拉进他们的队伍里 秦林霄安顿好他带领的队伍后 找到了正在匹柴的裴婷语 他脸眸 看向林子深处 略有担忧 你觉得这批人里 有多少能坚持下来 担心秦真真了 裴婷语背对着他 一斧头下去 干脆俐落地将木头劈开两半 秦林霄仍是打算亮着秦真真 转而却想起了思央 你怎么能让秦思央单独行动 万一有个好歹怎么办 裴婷语一听 唇角扯起轻笑 今天怎么想起那不受你待见的妹妹了 秦林霄注视着裴婷语的目光 阴沉了几分 裴婷语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 我提醒过你 别惦记我妹妹